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新版序 20年来,常有读者说起他或他在读存在与时间,苦于读不下来 这时候,我总会向他们推荐存在与时间读本 大多数读者读哲学书,不是要做研究,我都胆相信,读这本数据 也许比读全一本有更多收益 其实,我还相信,哲学不再有普通读者,都放到学院里供学者研究 那哲学不哲学就没啥意思了 这本书首次出版快20年了,据说脱销也有多年 成辰灵云美意,现在要在理想国名下再版 存在与时间是不经典 不过,我们今天说到经典,不可能把它们完全比作论语,伊利亚特 文字时代开始的时候,就那么几部经典,无论篇幅长短 读书人都可以反复通读 今天,堪称经典的著作成百成千,别说普通读者 就算我这种人,一辈子除了读书啥都不做 还是有很多大部头没去读 难免盼望这些大部头有个可靠的书妖 本着这样的想法,存在于时间读本出版前后 不止一位出版家朋友建议 组织一些学者,为其他大部头哲学著作编写类似的书妖 例如舒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罗尔斯的《正义论》没那么厚,但也不妨做个读本 说起来,几个人通读过汤因比洋洋十二卷的历史研究 多得多的读者读过索麦维尔,为其前六卷编转的解本,或汤因比本人撰写的一卷精粹本 把思想家壁路蓝履,逢山开到玉水架桥 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就把思想之路处处建的规整 我们小学者把已经开辟的道路稍作修整 于自己,是一种学习,于读者,也算一件功德 至少比胡乱搭建自己的体系有一些 建议是好建议,可惜好事难为 但我心里还是盼望有后来者接下这个建议 陈佳应,2019年 序言 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 马丁海德格尔,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Sign in Sight,是必读的著作 1987年,三连书店出了中一本,当时政治文化热 开音就是五万多册,不过,学界内外 把这本书通读下来的人少而又少 不少读者对我说,他们很愿读这本书 但读起来实在太费力 我觉得很可惜,这本书思想极深刻,内容也极丰富 一般有教养的阶层都能读才好 而现在连爱好哲学的读者也难以中读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文具太麻烦 身为译者,首先应当考虑改善一本减少难度 但依我看在一本上减少难度的余地不大 因此我就有意为这本书编一个读本 我在翻译此书之前,就曾用中文做了一份全书摘要 那是为自己一个人服务的读本 现在,根据存在与时间的中一本 以及我这十年对这本书的进一步理解 为广大读者提供这个读本 虽说是个读本,我也不指望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读下去 严肃的思想总要费点心力才能懂 我希望的是减少文字上人为的困难 而尽少商机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一开始,我添加了很多解释性的材料 引导性的评论 原意是协助读者理解,但印出来一看 这些东西反而妨碍读者连贯阅读 而且 加了那么多解释和评论 变得越来越像一部研究性著作 可供研究者参考 不像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读本 我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唯一本很值得读的书,提供一个读者能贯通阅读的本子 于是,忍一忍心 把所有考据,解释,评注都删掉 保持行文一色 同时,暗暗指望这些删掉的材料 将来有机会在别的场合形成专门的文著 中文本来推重简练,最继无杂 存在于时间却写得相当无杂拖沓 一部分原因在于海德格尔当时尚未定稿 是为了取得教授职称匆出版此书的 这个读本篇幅缩小了一半多 我相信内容极少损失 理路反而更加显惑 原文简明紧凑的,改动就较小 原文重复拖沓的,改动就较多 原著很多文句,段落不断重复 是故,越往后,删削的就越多 改写依据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而非对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本身的理解 我对哲学问题的一般理解当会有影响 但我试图把这种影响减低到最小限度 只在很少几处做谨慎的发挥 有些句子甚至段落做了前后调整 有时是为了照顾改写后的通顺连贯 也有时是为了加强逻辑联系 就前一点说,可能读者在对照权益本的时候会稍生不变 不过,只要有助于读者通关阅读 这点不便似乎可以忍受 在后一点上则有点冒险 因为我可能以我理解到的逻辑 代替了原文的逻辑 我固然颇为自信对此书理路的了解 但绝不敢断称万无一失 笔者不忌讳批评 实际上,八王批评 这是个读本 读本里多数句子不是严格的译文 不可作为海德格尔著作的译文来引用 读本不能代替一本 就像一本不能代替原著 一般读者应能通过这个读本 大致了解存在与时间 这时再读一本就比较容易读懂 就像不十分熟悉德文的人 可以借助中译本来阅读原著 恰好,三连书店打算出新版的中译本 译本与读本参照阅读 应能大大促进中文读者 对这本书的了解和理解 所选述语语,读本与译本相同 只有几个例外 Auntie是在读本中做存在者层次上的 在这个本子里做实际存在层次上的 Worstay Hand在译本中做领会 在这个本子里多半做理解 有时同时说 成领会和理解 Big Educate在译本中做不知状态 在这个本子里做不幸 关于重要译名 参见 存在与时间中一本新版的附录 依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 附录二 德汉 语词对照表 和附录三 汉德语词对照表 1999年于北京 导论 存在意义问题概述 第一章 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结构和优先地位 第一节 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我们的时代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 并把这看作自己的进步 但是这个问题 或存在问题 仍始终付诸遗忘 我们以为自己已无需努力 来重新展开巨人们关于存在的争论 希腊哲学因为对存在的经义而生 波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曾为存在问题斯丹利劫 从那以后 人们却不曾再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探讨 即使黑格尔的逻辑学 也不过再重复这两位哲人赢得的东西 而且通过自己的润色 还经常扭曲了问题的提法 思想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东西 虽说是那么零碎那么初级 早已被弄得所谢不足道了 不特如此 希腊哲学以后 人们逐渐以为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之举 人们说 是或存在是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 不可能对它下任何定义 何况它也并不需要任何定义 因为每个人都不断用到是这个字 所以也就懂得它 于是 那个始终是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地会毙者 竟变成了朝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东西 乃至于谁要是仍然追问存在的意义 人们就会指责它在方法上有所失误 这些虽是后世的成见 在古代存在论中却已经有七根描 本书一时 我们还不可能详尽讨论这些成见 本节的简单讨论 只是为了说明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 是必要的 我们分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或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 无论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什么 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领会和理解了这个事 然而 是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 个别事物之上有种属 种属之上有族类 事或存在虽然是最普遍的 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最高族类 亚里士多德把这种统一性视为类比的统一性 就像与健康的身体类比可以说健康的思想 健康的文化 思想文化在类比的意义上是健康的 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 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柏拉图的存在论 然而 凭借这一见地 他还是把存在问题置于全新的基础之上了 诚然 连他也不曾扩清 存在概念之中盘根错节的灰暗联系 存在的普遍性超乎一切族类上的普遍性 按照中世纪的术语 存在是超越者 这个提法有道理 但没能从根本上扩清问题 黑格尔最终把存在 规定为无规定的直接性 并且以这一规定为基础 发展出他的逻辑学中的其他范畴 在这一点上 他与古代存在论眼界相同 然而 亚里士多德提出存在的统一性 本来是和专题对象的种种范畴 的多样性相对照的 这一点倒被黑格尔丢掉了 因此 要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 那可不等于说它是最清楚的概念 再也无需讨论 存在这个概念 无宁说是最会暗的概念 二是或存在是不可定义的 这是从他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 定义的形式是数加种差 这显然不适用于最高的种数 帕斯卡在思想录里说 要定义是 我们一开头就必须说是是 这就在定义中使用了要加以定义的词 定义的困难向我们提示 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 传统逻辑及其定义方式 本来就是从古希腊存在论来的 虽然它在一定限度之内可以用来规定存在者 That's the end 但根本不是用于规定存在 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 它倒是要我们证实这个问题 三存在或是是自明的概念 谁都懂得天是蓝的 我是快活的等等 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经理解了是或存在 倒不如说 我们向来已经生活在这个势力 存在者是这时呢 我们对这个是或存在有所领会有所理解 但其意义却隐藏在灰暗中 这就表明 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康德说 自明的东西 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 即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 才是哲学家的事业 那么 涉及哲学的基础概念 尤其涉及存在这个概念 求助于自明性就实在是一种可疑的方法 通过以上几点考虑 我们已经明白 存在问题不仅上无答案 甚至怎么提出这个问题还忙无头绪 所以 重提存在问题 就要求我们首先充分探讨一番这个问题的提法 第二节 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 我们探讨的是一个基本问题 甚或是唯一的基本问题 所以 我们必须整理出问题本身的结构 发问可以是问问而已 但也可以是明确的提出问题 就后者而言 只有当问题的各环节都已经透彻之后 发问本身才透彻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问题一般都包含哪些环节 然后通过比较 就可以明白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何在了 一个问题 首先包含问题之所问 例如某个问题是关于光合作用的问题 这个光合作用的问题 总是通过某种事物提出的 例如通过考察某种植物的叶子 这就是问题之所及 我们就这种叶子来考察光合作用 但我们为什么要考察光合作用呢 或者为了证实某种生物学理论 或者为了培植一个新品种 而这才是发问的真正意图所在 疾问之何所以问 此外 发问还包含一个环节 发问本身是某种存在者及发问者的行为 所以发问本身就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存在方式 无论我们询问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先从问之何所以问的到某种引导 在存在问题里 问之何所以问是存在的意义 那么存在的意义已经在引导我们了 我们上阶层提示 我们对是和存在总已经有某种领会 只有出自这种事先的领会 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 并最终形成明确的存在概念 我们问是或存在是什么 这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 是和在的某种理解之中 尽管这是一种平均而含混的理解 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词 意味着什么 寻常对存在的领会和理解 摇曳不定或者空泛流俗 但这种不确定其实是一种积极的现象 只不过 只有以成型的存在概念为指导 我们才能够反过来阐释 通常对存在的含混理解 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明白 正是我们自己的某些特定生存方式 使得存在的意义变得含混晦暗 平均且含混的存在之理解之中 又浸透着关于存在的传统理论与意见 它们实际上是赞同之地位的存在理解的源头 不过这源头始终暗藏不露 总之 存在问题所询问的东西并非全然陌生 虽然在最初完全无法从概念上把握它 在存在问题中 问之所问是存在 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者 我们已经看到它是存在者了 所以 我们先已经对存在有所领会了 它知识存在者 即存在者的存在 这本身却不是一种存在者 存在不是存在者 从一个存在者 回溯到它由之而来的另一存在者 这种方式追溯不到存在 所以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特别的询问方式 它单单是用于展示存在 本质上有别于对存在者的揭示 据此 问之何所以问 以及存在的意义 也要求一种特殊的概念方式 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 所以 要询问存在 就必须问及存在者 不妨说 要从存在者身上来逼问出它的存在来 但若要是存在 这不禁歪曲地给出它的存在性质 就须如存在者本身所示的那样通打它 然而 我们面对形形色色的存在者 我们行为所及的 我们说到的 我们想到的 这一切都是各什么 都存在着 我们自己的所示 以及我们如何所示 这些也都是 都存在着 实在 实存 死在 对种种之中 都有存在 我们应当从哪种存在者 夺取存在的意义 我们应当从哪种存在者出发 好让存在开展出来 有没有一种存在者具有优先地位 通打存在者 理解其存在并形成概念 这些活动都是询问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样式 是我们这些发问者的存在样式 因此 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 着眼于发问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 是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 询问存在本身就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样式 从而询问员是由问之所问及由存在规定的 我们用此在 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会发问的存在者 称呼我们自己向来所示的存在者 事先就此在的存在 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适当解说 这是存在的意义问题所包含的应有之意 然而 这样一来 我们不是显然堕入了一种循环吗 先研究存在者的存在来规定存在者 然后却根据此在这种存在者才提出存在问题 在原理研究的领域中 人们动辄可以指责研究工作陷入了循环论证 其实 这种形式上的指责 丝毫无助于理解事情的实质 反而妨碍我们突入探索的原地 何况 上述题法实际上并非循环论证 我们们可以就其存在来规定存在者 同时却不曾形成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 否则至今也不可能有任何存在论的认识了 因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存在论 都把存在设为前提 只不过不曾把存在当作专题 以明确形成存在的概念 以这种方式设为前提的是对存在的平均理解 我们自己就活动在这种平均理解之中 而且它归根到底属于此在的本质建构 这种设为前提 完全不同于假设一个基本命题 并由此演绎出遗传命题 存在的意义问题不在于推导论证 而在于一步步展示 直至这个问题本身的根基显露出来 所以这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循环论证 只不过在这里 发问活动在本质上与问之所问及存在相关 问之所问进一步或退一步 关联到发问者和发问本身 这是说 此在这种存在者同存在问题 本身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关联 然而这样一来 不是已经摆明了 我们首先应该问及的存在者就是此在吗 那么在存在问题中 此在具有优先地位 这一点已经出路端倪 第三节 存在问题在存在论层次上的优先地位 上一节我们澄清了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 但只有对存在问题的作用 意图与起因加以充分解说之后 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才会充分呈现出来 我们重新提出了存在问题 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呢 它也许只是对最普遍的普遍性 所做的虚无缥缈的思辨 亦或它是最负原则性的又是最具体的问题 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 我们可以按照存在者的不同存在性质 把存在者全体分成各门科学探索的专题领域 诸如历史 自然 空间 生命 此在 语言之类 划分科学领域 从事科学研究 这些都依赖于对不同存在性质的经验和理解 从这些经验和理解生长出来的基本概念 始终指导着具体的研究工作 即使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实证 但科学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 把这些结果堆积到手册里面 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 我们日积月累 逐渐熟知各种专题对象 但我们往往需要一反常规 摆脱熟知的方式 才能对基本概念提出疑问 我们通过修正基本概念推进科学的发展 一门科学 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起基本概念的危机 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 在科学发生这些内在危机的时候 实证研究的研究方式 同研究对象的关系 发生动摇 当今 在各种不同学科中都有一种倾向醒觉起来 要把研究工作移植到新的基础之上 数学貌似最严格最稳固的科学 现在它陷入了基础危机 展开了形式主义与直观主义之争 争论如何保证以本源的方式通达 这门科学的对象 物理学现在正试图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 如其 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 相对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它要为通达自然本身的道路提供条件 所以它试图把一切都规定为相对性 借以保全运动规律的不变性 这样一来 它就和物理研究的对象结构问题 和物质问题发生了冲突 生物学原先有过机械论与活力论之争 现在则要反过头来 深入到这些争论背后 追问究竟什么是生命 在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中 透过传统而直驱 历史现实本身的倾向日益强烈 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 神学则正尝试着更原始的解释人向上帝的存在 人们慢慢地重新理解到路德的见地 神学教条系统的基础并非依赖于信仰问题 相反 信仰问题的概念方式倒是遮盖 瓦解了神学问题 只有先行对存在者的存在性质 做一番透彻研究 才能使得知道各门实证科学的基本概念有根有据 这就意味着 我们首先要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 建构来解释存在者 这项工作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 他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此提供了证据 这种奠基工作原则上有别于逻辑 逻辑力不从心地跟在科学研究后头 按照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 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方法 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 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机遇 率先展开这一机遇的存在建构 把营获的结构交给诸门实证科学 例如 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主要不在于构造一种理论 适用于历史学概念 或历史学知识 或历史学对象 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人本身的历史性 又例如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 也在于清理出一般的属于自然的东西 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论 它的鲜艳逻辑 是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实质逻辑 科学对存在者之 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进行考察 于是 科学一向已经活动在某种存在之理解之中 我们这里所说的哲学工作 就是最广意义上的存在论 实证科学在存在者层次上进行研究 与此相比 存在论研究要更加原始 因为存在论研究存在者的存在 但若这样的研究 竟不首先澄清存在的一般意义 它本身就还是由之而混恶的 存在论的任务 在于非演绎的构造各种可能的存在谱系 显然 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先要对 我们用存在这个词究竟一指什么 有所理解 所以 澄清存在问题 不仅在于保障科学研究工作的先天条件 而且在于保障存在论本身的条件 可见 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 但这种专题理论上的优先地位 并不是唯一的优先地位 第四节 存在问题在实际存在层次上的优先地位 有人把科学定义为真命题的相互联系的整体 这个定义既不完全也不中肯 诸种科学都是人或子在的活动 因而都包含此在的存在方式 科学研究既不是此在唯一的存在方式 也不是它最切近的存在方式 此在还有与别的存在者不同的其他存在方式 从实际存在来看 此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此在不仅仅是这样那样的存在者 而且它对它的这个事有所作为 对它自己是什么这件事本身有所作为 它在其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 它是什么 这一点只有随着它去世的过程 才对它自己开展出来 这又是说 此在在其存在中 总以某种方式对自身有所理解 对事的理解 包括在此在的是什么之中 可以这样总结这个与众不同之处 此在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 这还不是说此在会进行存在论研究 如果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就不说此在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 而说此在先于存在论存在 另一方面 这又不是简简单单的意味此在实际存在者 而是意味此在已对存在有所领会 有所理解的方式存在者 此在已对它的是什么有所作为的方式存在 这种存在 我们称之为生存existence 我们无法通过列举此在都是些什么 来规定这个存在者的本质 此在的本质无命在于 它是先什么向来都有待于他自己去世 所以我们选择了此在这个名称 表示人随时随地都要去世他的琐事 这个名称纯粹就人去世他自己的情况 就此在的存在来标示这个存在者 此在总是从他的各种可能性来理解自己 此在或者选择了一种可能性 或者陷入了一种可能性 此在已抓紧或者耽误的方式 自己决定着生存 生存问题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 我们把这称作实际生存中的理解 或生存上的理解 生存问题是此在的实际存在层次上的事物 为此并不需要对生存的存在论结构做理论的透视 追问生存的存在论结构 目的是要解析生存是由哪些环节构成的 我们把这些环节的联系叫做生存论建构 对生存论建构的分析就是生存论分析 这不同于生存上的理解 但是只要生存规定的此在 此在的存在论分析 就要求先对生存论建构做一番考察 反过来生存论建构既然是此在的存在建构 生存论建构的理解就又细于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 对存在的领会和理解属于此在本身的规定 然而此在存在在世界之中 因此对存在的理解就同样原始地观设到对世界的理解 观设到对世界之内其他各种存在者的理解 这种理解又可以成为各种专题科学 各门科学 各种以其他事物为课题的存在论 都以此在自身的实际存在上的结构为基础 而其他一切存在论所原初的基础存在 论 Fundamental Anthology 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 由此可见 对存在问题来说 此在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 具有几层优先地位 第一层是实际存在上的优先地位 这种存在者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 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此在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 而作为生存之理解的受托者 此在又同样原始地包含 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理解 因而此在的第三层优先地位就在于 它是使一切存在论 在实际存在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 于是 此在就摆明它在存在论上 是限于其他一切存在者而手续问及的东西 而生存论分析 归根到底在实际生存上有七根描 也就是说 在实际存在上有七根描 我们必须把哲学追问 理解为此在的一种实际存在上的可能性 才有可能进行生存论分析 从而才有可能着手讨论一般的存在论问题 于是 存在问题 在实际存在上的优先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 早有人见到了此在的优先地位 虽然还不曾从存在论把握此在 亚里士多德说 人的灵魂以某种方式是一切存在者 灵魂通过知觉和理解揭示着一切存在者 这个命题可以一直回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 论论点 后来托马斯对此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讨论 他推导出了诸种超越性质 存在的某些性质 超出存在者的一切 可能加以归类的规定性之外 超出一切存在者的族类之外 同时却又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然具有的 同时他还阐明了真理即是这样的超越者 而要阐明这一切 就需要找到这样一种存在者 无论前来照明的是何种事物 这种存在者都一定连同在此了 这种与众不同的存在者就是灵魂 显然 看到灵魂的这种优先地位 绝不等于把天下万 有多恶劣地变成主观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明了 对此在的存在论分析构成了基础存在论 因而此在就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 更进一步 从阐释存在的意义着眼 我们还特别注意到 此在在其存在中 向来已经对存在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 所以 追问存在问题无它 只不过是扩清此在先于存在论 就已经具有的存在之理解罢了 第二章 本书的方法及章节安排 第五节 从此在分析到时间性阐释 存在之理解不仅一般的属于此在 而且它随着此在当下的存在方式本身 或成型 或毁败 因此 可以对存在之理解做出多种解释 哲学 心理学 人类学 伦理学 政治学 诗歌 传记 历史 这些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研究着此在的行指 才能 胜衰 这种种解释在实际生存上也许都是原始的 但问题却是 它们在生存论上是否也同样原始 生存上的解释 同生存论上的解释 不一定比肩为五 但也不互相排斥 如果我们了解了哲学认识的真意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生存上的解释 其实自己就在要求生存论分析 反过来 生存论分析 又无非是把以上形形色色的实际生存理解 梳理清楚 然而 生存论分析怎样确保通达此在的适当通道呢 上文已经证明了此在的优先地位 然而 这种优先地位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意见 仿佛这种存在者 一定也是既在实际存在上 又在存在论上首先给予的存在者 确实 此在在实际存在上是最切近的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此在 虽然如此 或恰恰因为如此 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 此在总已经对存在有所理解了 但这却绝不等于说 我们可以把这种先于存在论的理解 原封不动结过来 由此展开存在论的专题思考 实际上 此在道首先倾向于从世界方面来理解自己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对世界的理解 从存在论上 反照到对此在的解释之上 而此在特有的存在建构 对此在始终避而不入 此在在实际存在上离他自己最近 在存在论上最远 但在前存在论上却并不陌生 这些都构成了此在产世 所面临的独特困难 这些困难 来源于我们的专题对象的存在方式本身 来源于专题化本身 而非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天然就有缺陷 或由于我们暂时还欠缺一些概念方式 只需想办法把它们补上就行了 从否定的方面说 我们不可把任何随意的存在观念 与现实观念 安到此在头上 无论这些观念是多么不言而喻 从正面说 通达此在的方式 必须使它能够如其本身那样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 就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来显示这个存在者 而我们提供出来的应该是此在的本质结构 无论此在实际上怎样存在 其存在都由这些结构规定着 我们的主导任务是解答存在问题 因此 我们并不打算建立某种哲学人类学 甚至也不打算为此提供完备的 此在存在论基础 我们的此在分析不仅不完备 而且最初还相当浅进 第一步是从日常生活的基本建构着眼 循序渐进地显示出此在的存在来 这番准备工作 仅仅把此在的存在提出来 而没有阐释存在的意义 我们这番准备工作的目的是展露 借以最原始地解释存在的事业 一旦营获了这一事业 我们就将要求在更坚实的存在论基地上来 重复准备性的此在分析工作 到这里 我们就将提出时间性 作为此在存在的意义 前词展示的此在珠结构 将作为时间性的珠样式重新得到阐释 时间性之为此在存在的意义 这一证明也由这一重新阐释加以检验 把此在解释为时间性 仍没有为一般的存在意义问题提供答案 但却未赢得这一答案准备好了地基 我们曾提示 此在先于存在论 就隐而不张地对存在有所理解 而这种理解的事也就是时间 这样来把握时间 我们的时间概念就和流俗的时间概念划清了界限 流俗的时间理解沉淀在传统的时间概念之中 自亚里士多德之道伯格森 这种传统时间概念不绝如履 我们还要指出 对时间的流俗理解正源出于时间性 这样一来 我们就明白了流俗的时间概念也自有其道理 这和伯格森的看法正相反对 他以为流俗的时间概念 所以指的其实乃是空间 很久以来 人们就以时间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的存在者 自然进程与历史事件是有时间性的 空间关系与数学关系是非时间的 说出命题的过程是有时间性的 命题的意义是无时间性的 再则 时间性的存在者 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鸿沟相隔 难以交通 有时间性的向来说的只是存在在时间中的 而这个规定本身就很不清楚 在不在时间中存在 为什么就能成为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 这里有没有真切的见地 这类问题迄今还无人问津 而我们将以存在的意义问题为线索来表明 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 都有赖于对时间现象的正确解说 如果我们却应从时间来理解 存在极其种种演化 那么 我们也就可以表明存在本身的时间性质 而不仅仅是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时间性质 于是时间性的就不可能只等于说在时间中存在着的 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的 只有进一步清理出存在的时间性 才可能为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具体而微的答复 因为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着存在 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独立的命题里找到存在问题的答案 把无论什么命题人云亦云亦翻 最多是表达了某种立场 完全谈不上什么理解和我们探讨问题的方式可说是南辕北辙 我们的答案心或不心无关红指 那始终是事情的外在方向 积极的东西倒是在于这个答案足够古老 这样才使我们能学着去理解 古人已经准备好了的种种可能性 在夜经开放的视野内 使具体的存在论研究得到提示 所谓答案不过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迄今为止的存在论层怎样发问 怎样发现怎样拒斥 这里面都有此在的何种天命 这些都将从这个答案本身进入我们的视野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把存在问题的答案充分提供出来 第六节 结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 一切研究都是此在的一种实际存在上的可能性 更不代言环绕存在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了 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有其意义 时间性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 历史性指此在的严厉 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世界历史之前 有此在才有世界历史 此在一向如它已曾式的那样存在 并作为它已曾式的东西存在 此在总是它的过去 这不仅是说 它的过去有时还在它身上起作用 或在后面推着它 大致说来 此在是从它的将来方面严厉的 它从将来方面理解自己并去是它自己 而去是它自己 就是生长到一种成熙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 它自己的过去 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 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 而是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 这种基本的历史性可能对此在自己还会莫如深 但它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被解释并得到培养 解释传统 培养传下来的内容都可能成为独立的任务 历史学就是其一 但是历史学之所以可能 只因为此在基于它的存在 就是被历史性规定的 另一方面 没有历史学并不证明此在没有历史性 没有历史学 这作为此在存在建构的残缺样式 倒是此在具有历史性的证明 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有历史性的 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 对存在的追问本身就是以历史性为特征了 这里面就包括 这一追问要去追究这一追问本身的历史 要解答存在问题 就必须积极地去过去为己有 从而才能充分占有最本己的问题 要追问存在的意义 适当的方式 就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着言 把此在解说清楚 于是 这一追问就由它本身所驱使 而把自身理解为历史学的追问 日常此在也具有历史性 此在 不仅倾向于从它处身其中的世界来解释自己 而且此在也呈现于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 传统夺走了此在自己的领导 探问和选择 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 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原始的源头寄取出来 传统却把它们变作不言而喻的东西 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 竟至于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 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 不再能够理解为什么必须回溯到渊源 传统拔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 竟至于此在只对哲学活动的五花八门的类型 走向 观点感到兴趣 依这类兴趣活动于最疏远最陌生的文化 试图用这类兴趣来掩藏自己的没有根基 结果 此在无论对历史学多感兴趣 它仍然理解不了 那些唯一能使我们创造性的占有过去的根本条件 第一节已经显示 存在的意义问题已被遗忘 希腊存在论通过形形色色的分流与扭曲 直到今天还规定着哲学的概念方式 无根的希腊存在论在中世纪变成了固定教材 在接受希腊对存在的基本看法的限度内 中世纪的系统化工作 还是做出了不少出桌的成绩 希腊存在论的本质部分 通过苏阿列兹的形而上学论辩 过渡到近代的形而上学和鲜艳哲学 并且它还规定着黑格尔逻辑学的基调和目标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某些存在领域 例如笛卡尔的我思 主体 我 精神 人格 也曾映入眼帘 但同时 人们从没有追问过他们的存在结构 人们反而把传统范畴加以形式化 加到主体之上 作为对主体的纯粹消极的限制 到了黑格尔那里 存在论甚至被降低 为只不过有待重新加工的材料 同时 又为了从存在论上对主体的实体性做出解释 而起零于辩证法 于是 我们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 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 我们将以存在问题为线索 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节 构成一些原始经验 那些最初的 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 规定就是从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 然而 我们绝不是要把存在论立场 恶劣地变成相对的东西 也不是要摆脱或埋葬存在论传统 这种结构工作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限度 从而反倒会标明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 我们的任务不是否定了对待过去 他的批判针对今天 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处理方式 他的目的是积极的 他的否定作用始终是间接的 本书的目的是从原则上扩清存在问题本身 所以 结构存在论历史的工作 只涉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处所 我们的首要问题是 在存在论历史上 谁曾明确把存在问题同时间现象结合在一起讨论 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唯有康德 只有从时间问题这眼 才能透视图形说的晦暗之处 但时间问题和图形说的联系 同时对康德也是禁地 而康德也知道自己已闯入一片晦暗 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称作时间状态的那些现象 恰恰是通常理性的最隐秘的判断 也就是康德所称的哲学家的事业 本书的第二部将试图解释图形说 并由此出发去解释康德的时间学说 我们将说明 为什么康德终究无法亏时间问题之唐奥 有两重因素妨碍了他 一是他一般地耽搁了存在问题 与此相关联 在他那里没有以此在位专题的存在论 用康德的口气说 就是没有先行对主体之主体性进行存在论分析 就此而论 康德教条地继承了迪卡尔的立场 虽然他在某些本质方面多少有所推进 另一重因素在于 尽管康德已经把时间现象化归到主体方面 但他对时间的分析仍然以流传下来的 对时间的流俗理解为准 这使得康德终究不能把鲜艳的时间规定 这一现象就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清理出来 由于传统的这种双重作用 时间和 我思之间的决定性的联系 就仍然隐藏在一团灰暗之中 甚至根本就没有形成为问题 康德耽搁搁了此在的存在论 这是从迪卡尔那里继承下来的 就迪卡尔而言 那是决定性的耽搁 迪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 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新基地 但他在这个基本的开端处 没有规定清楚的正是这个思者的存在方式 说得更准确些 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 我们第二步的解构工作 就是要把我思 故我在的未曾名言的存在论基础清理出来 从而也就表明 为什么迪卡尔会认为 既然我思绝对确实 就可以不管思者的存在意义问题 因此不可能不耽误存在问题 迪卡尔不止于没有从存在论上规定思者 他还把中世纪的存在论 加到他设立为不可动摇的基础 的那个存在者身上 思者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位物 而对中世纪的存在论来说 物极受造物 受造乃是古代的存在概念的一个本质内容 迪卡尔的新开端 拆穿了 确实在培植一个不祥的成见 后世就是从这个成见出发 才继续耽搁了心灵的存在 论分析 迪卡尔依附于中世纪经验哲学 使用的也是经验哲学的术语 这是任何熟悉中世纪的人都看得出来的 不过 知道这个事实 并不等于明白了 中世纪存在论对后世产生了多么深严的影响 以至后世始终未能从存在论上 对思者作出规定 要对这种影响作出估价 就首须以存在问题为准 来指明古代存在论的意义与限度 古代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是 以最广义的 世界或自然为准的 而且事实上是从时间取得对存在的理解的 关于词典的外部证据 诚然也只有外部证据 就是 存在的意义被规定为在常 这就是说 存在者是从现在这一时间样式得到理解的 希腊存在论的成问题之处 和任何存在论成问题之处一样 必须从此在本身密取线索 通常都把此在或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 说总是交谈 是往复辩证 因而 在柏拉图时期形成的古代存在论 就变成了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说的现象 从而把辩证法置于一个更彻底的基地上 并扬弃了它 说到某事 就是使它来到当前 真正的存在者就是来到当前的存在者 所以存在者的存在被理解为在常了 希腊人虽然从时间来理解存在 却并不曾了解时间的基础存在论的功能 相反 他们把时间本身当作与其他存在者并列的一个存在者 本书不可能详细阐释古代存在论的基础 只能对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 论时间的部分做一点解释 古代存在论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成最高最纯粹的科学 它关于时间的著述 可以用来判别古代存在学说的根基与限度 而且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现象的解释 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人对时间的看法 包括伯格森的看法在内 康德对时间的看法 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框架内打转的 这就是说 不管康德对问题的提法与前人有多少不同 其存在论的根本方向依然是希腊式的 只有通过一步步解构存在论传统 存在问题才会真正变得具体而微 然而 在这一原地中 正如康德所说 世纪本身是深深掩藏着的 在这里 任何探索工作都要防止过高估计自己的成果 因为 随着对存在的追问不断向前去破 很可能有一片更其原始 更其浩瀚的事也开展出来 不过 我们首先需得重新唤起存在问题 开辟一片原地 开始在那里展开可嘉控制的争论 这样才有希望收获积极的成果 第七节 探索工作的现象学方法 本书的专题对象是存在者的存在 或一般存在的意义 存在论的任务原是从存在者展露出存在 解说存在本身 这里 我们是在很广的形式上的含义下使用 存在论这个术语的 它说的不是某一门确定的哲学学科 立在其他零零总总的学科之中 我们并未事先给定一门学科 相反 只有从课题自身的必然性出发 从事情本身所要求的处理方式出发 才能够形成这样一门学科 所以 要从传统存在论那里讨教存在论的方法 就破成疑问 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现象学方法 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 而非某种立场或流派 它描述的不是哲学都研究哪些对象 而是如何进行哲学研究 而一种方法与真切 越广泛地规定着一门科学的基调 它也就预言使得直根 于对事情本身的分析之中 预远离所谓技术手法 虽说即使在理论学科中 我们也会用到不少技术手法 胡塞尔提出 面向事情本身 这句话把现象学的原理表达出来了 这句座右铭反对虚构与偶发之见 反对采纳未经切实证明的概念 反对任何伪问题 虽然他们往往一代负一代的大事铺张 岂为问题 人们也许会反对说 这一座右铭远就不言自明 而且是任何科学认识都具有的原则 那么就让我们来更切近的考察一下 现象学所特有的自明性 这番考察对阐明本书的进程颇为重要 据认为 现象学这个词产生于沃尔夫学派 不过 这个词本身的历史在这里无关红纸 从外形上看 现象学就像神学 生物学 社会学这些名称一样 因此似乎是指关于现象的科学 是这样吗 现象学PHANOMALOGIC这个词有两个词组成 现象和罗格斯 我们将分别说明这两个词个字一指什么 然后把这个复合词的意义确定下来 由此初步对现象学做出规定 给现象的概念 现象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词佛爱阿尔法约塔纽 六一普希隆纽奥密克戎纽 这个词又从动词佛爱阿尔法约塔纽 一普希隆西格马西塔阿尔法约塔派身而来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 显示自身 显现 这些词的词根佛爱阿尔法的意思是 光明 因此 佛爱阿尔法约塔纽 纽伊普希隆纽 奥密克戎纽等于说 进入光线之中而显示着自身的东西 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 显现者 公开者 希腊人有时干脆把现象同存在者视为仪式 按照通达存在者的不同方式 存在者又可以通过种种不同的方式 从其自身显现 甚至他可能作为他本身所不是的东西显现 这种显现可以称为显示 只是看上去像 所以 在希腊人那里 现象也包括 看上去像式的东西 貌似的东西 假象 要进一步理解现象概念 全在于看到 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与假象 这两种现象概念的相互联系 为当某种东西冒充显现自身者 他才可能 看上去像 才可能作为他所不是的东西显现 所以 假象的存在依赖于显现自身者或真实的现象 而假象因此就是现象的耻夺性便是 人们还在另外一种含义上使用现象 例如正后 正后承报身体里的某种失调 而失调本身并不显现 正后显现出来 承报某种不显现自身的东西 这时 现象显现的不是自身 是某种东西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作现象 现象也不是就其自身显现 但这个不与假象的那个耻夺性的不有别 现象背后不呈现的东西不可能作为假象出现 现象虽不同于现象 但它像假象一样依赖于现象 我们说 现象承报某种自身不显现不现象的东西 它是这种东西的现象 这种说法已经把现象概念设为前提了 然而 人们通常却以众现象概念 来批判现象学的现象概念 结果这种批判手足道志 也就无足深怪了 人们混淆现象和真切的显现极现象 这是第一层混乱 而现象 本身又一会儿标识 对自身不显现的东西的承报 一会儿标识承报者本身 这是第二层混乱 此外还有第三层混乱 人们有时这样理解现象 仿佛它从自身不显现的东西那里辐射出来 而那自身不显现的东西则本质上不可能显现 于是 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永不构成呈现者的本真存在 相反 它倒恰恰把呈现者掩藏起来 显然 这种掩藏又有别于假象的掩藏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单纯现象 在康德看来 现象只是经验直观的对象 即在经验直观中显现的东西 这种显现者原是真实而原始的意义上的现象 但康德却同时把它理解为 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那里发出的辐射 上面说到 显现者可能只是看上去如此这般 这时 现象就蜕变为假象 同样 现象也可以变为纯粹假象 在某种特定光线下 某个人可能看上去双颊赤红 这是发烧的假象 而发烧又呈爆出身体失调 现象和假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植根于现象 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把人们引入混乱 要扩清这些混乱 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坚持把现象理解为 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者 现象一直不同存在者之间的现成联系 而只有当承报者所承报的就是自身 当它是就其自身显现者的现象 它才成为存在者的特具一格的照面方式 如果我们的现象概念对何种存在者是现象 不加规定 对现象究竟是某种存在者 还是这种存在者的某种存在性质不加规定 那么我们获得的只是形式上的现象概念 如果我们认识到可以通过康德意义上的经验 直观来通达现象 即显现自身者 那么我们形式上的现象概念 倒是得到了正确的运用 但这仍停留为流俗的现象概念 还不是现象学上的现象概念 我们必须先了解形式上的现象概念 正确运用这一概念 才能理解现象学的现象概念 不过 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是和罗格斯连在一起的 所以 我们还需解释罗格斯的含义 才能够弄清楚 现象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下 能够成为关于现象的科学 逼罗格斯的概念 人们认为 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 罗格斯具有多重含义 这些含义相互抗争 没有哪一种其主导作用 这只是假象 罗格斯的基本含义是话语 不过 如果我们不曾恰当地规定话语 这次本身说的是什么 这不过是一种字面上的翻译 后世哲学把罗格斯解释为 理性 判断 概念 定义 根据 关系 话语怎么竟能变出这么多种模式 即使把罗格斯理解为判断和命题 仍可能错失了罗格斯的基本含义 我们若依照当今的判断理论来理解判断 那情况就尤其不妙 因为人们把判断理解为评判 理解为选取一种认可或反对的态度 罗格斯肯定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判断 伽玛奥密克荣杰塔作为话语 说的是把话题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 亚里士多德把话语的功能更精细地解说为APO Fantash 这个希腊字从词源上说 是从某个方面借助亮光把某种东西照亮 从而引申出做决定下判断的意思 所以后世认为 亚里士多德首创话语 即判断的学说 其实亚里士多德 是在更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说的是话语即 在联系中显示某种东西 话语有所展示 罗格斯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 让人看就是让参与谈话的人来看 让他从某某方面来看 在真切的交谈中 话语 就让交谈者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方面来看 这时 谈话本身由话语所设的事质引导着 从而话语才能把所设的东西展示出来 使他人也能够通达它 各种话语有各种展示方式 请求的展示方式不同于陈述的展示方式 但他仍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公开出了某种东西 当然 话语是以付诸语词付诸音声的方式加以展示 然而 并非发出语音就是话语 话语以向来已有所见的方式发出语音 付诸语词 这就是话语具有综合的形式 话语把某种东西放在联系之中展示出来 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让人看 所以 综合在这里根本不表示表象的连接 或对心理活动进行调整 人们陷入这类看法 还煞有结实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来 内在的心理内容 怎样才能同外部的物理对象相符合 符合论是虚构的真理概念 唯一罗格斯是让人来看 所以他才可能是真的或假的 真理的原始意义是去除眼闭 话语能是真的 这在于 他把话题所及的存在者 从其眼闭之中取出来 让人把它当作去除了眼闭的东西来看 同样 假的话语就是欺骗 是遮蔽这一意义上的欺骗 让人来看一种东西 却把另一种东西放到他前面 把它挡住 使它作为他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 这样来理解真理和话语 我们就不可能把话语当作真理的原处出所 如今人们习以为常 认为真理属于判断 还为此援引亚里士多德 这种援引并无根据 更重要的是 这种看法误解了希腊的真理概念 在希腊人那里 真是对某种东西的素普感性觉知 它比罗格斯还要原始 每一种知觉都有自己的专门领域 每种存在者天生只有通过它才可通达 看似颜色形状 听似音响节拍 只要一种觉知以它的专丝为目标 例如看以颜色为目标 那么 这种觉知总是真的 我们把希腊词纽奥密克戎 伊普希隆约塔牛 一座理性 其实在希腊人那里 纽奥密克戎伊普希隆约塔牛 也是一种素普的觉知 觉知存在者之为存在 这种最简单的存在规定性 纯粹纽奥密克戎伊普希隆约塔牛 是最纯粹 最原始意义上的真 它绝不可能是假的 充其量它只是不觉知 即不足以提供素普的适当的通路 如果揭示超出这种素普形式 在展示过程中回溯到另外某种东西 从而让人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看 那么 在这样一种综合结构里 就有蒙蔽的可能性 判断之为真只是这种蒙蔽的反例而已 所以也就是和原始之 真格了好几重的真理现象 实在论与维心论 都同样彻头彻尾 错失了希腊的真理概念 结果人们从希腊的真理概念所了解到的 竟只是把理念学说之类 当作了哲学认识 因为罗格斯 像牛奥密克戎伊普希隆约塔牛一样 素普的让人来看某种东西 让人觉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所以罗格斯能够被理解为理性 罗格斯不仅表示言谈 而且表示言谈之所及 而言谈之所及 就是一切言谈以为根据的东西 所以罗格斯又能够被理解为根据 最后 我们总是因某事而谈及某事 所以 言谈之所及 必定在与其他事情的关系中才变得明白可解 于是 我们又把罗格斯理解为关系与相关性 凡此种种 这里无暇细究 我们所要做的 只是从原则上了解罗格斯的原始含义 乃是有所展示的话语 C现象学 前面对现象 与罗格斯的初步解释 应能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了 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现象学说的就是 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 如他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这句话所表述的 无非就是前面引用过的作用名 面相事情本身 所以 现象学这个名称时不同于神学之类的名号 现象学并不称为其研究对象 而只是告诉我们如何展示其对象 无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什么 我们都必须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加以描述 所以描述性的现象学 这个用语其实是同一反复 不过 我们所谓描述和植物形态学之类的处理方法不同 现象学的描述含有一种禁忌意义 不允许不加展示就下定义 描述性本身就是罗格斯特有的意义 从被描述的东西的时事出发 从现象实情出发进行描述 凡事如存在者 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 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 上面我们从形式上对现象学做了界定 但若我们不准备停留在形式上 我们就必须区别现象学的现象 概念与流俗的现象概念 现象学要让人来看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 依其本质 就应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称为现象 显然 这种东西首先和通常恰恰不显现 但同时 又从本质上 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之中 它构成这些东西的意义与根据 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 或又反过来沦入遮蔽状态的东西 或仅仅以伪装方式显现的东西 却不是这种那种存在者 而是存在者的存在 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之深 乃至存在被遗忘了 存在极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津 然而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所要应用于其上的 正是这个已被遗忘的存在 现象学是探讨存在论研究对象的方法 无论存在论以什么为课题 它都必须通过展示方式 以及现象学方式来规定这种东西 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 存在者的存在就是现象学的现象 在这种现象背后 绝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什么自身不呈现的东西 然而 应得成为现象的东西仍可能隐藏不入 恰恰因为现象首先和通常是为给予的 所以才需要现象学 遮蔽状态是现象的对立概念 存在极其结构是从掩蔽之中争得的 我们必须穿越占据统治地位的掩蔽状态 才能通达本源的现象 谁要以为无需穿越艰苦的征途 随随便便私下一看 看到的自然就是本源的现象 那它不过是暴露出了自己的幼稚粗陋而已 现象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掩蔽方式 有时现象还根本未经揭示 关于它谈不上认识也谈不上不认识 现象可能曾被揭示 但又轮入遮蔽状态 它可能被严丝和缝的遮蔽起来 但常规的情况是还看得见它 然而却是作为假象才看得见 伪装是最经常最危险的遮蔽 因为它格外具有欺骗性 顽固地把我们引入歧途 然而有多少假象就有多少存在 假象既然是假象 它就是就存在 假象固然也能为研究工作提供线索 但必须谨慎追溯假象所从出的基础 唯有在黑格尔那种哲学体系之中 只要存在就自有一席地位 无需加以展示就获得了规定 甚至成为一系列演绎的出发点 有偶然的遮蔽 也有必然的遮蔽 后者来自被揭示者自身的存在方式 我们从源头汲取现象学的概念与命题 然而它们一旦流传开来 无不可能退化 通过人云亦云而变为漂浮无趣的观点 或干脆将化而变得不可所解 正因为现象学的具体工作面临这种危险 所以 我们必须在积极的意义上要求现象学研究 对它自身抱有批判性 到此 我们已经界定了现象的和现象学的 以现象的照面方式给予的 以及可用这种方式解说的 称之为现象的 例如我们说现象的结构 而所有属于展示方式 解说方式 概念方式的东西 则都叫做现象学的 现象学的现象是存在 而存在向来是存在者的存在 所以 若要让存在显现 就先须以正确的方式提出存在者本身 前文提出的基础存在论 一把此在设立为自己的课题 此在自身之中包含有对存在的理解 通过此在这一存在者展示其存在 无非是对向来属于此在的存在之理解 加以诠释 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 Herminoidic 诠释学 意在整理出存在的意义 与此在基本结构的意义 但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也就为进一步对非此在世的存在者 进行存在论研究 提供了视野 这就形成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诠释学 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的条件 最后 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 与此相应 诠释学就具有第三种意义 它是对生存论建构的分析 从哲学上来理解 这种意义是首要意义 只因为诠释学 通过生存论分析 构建起了此在的历史性 才可能有历史学 所以 迪尔泰等人的诠释学 极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是从诠释学的第三种意义中派生出来的 存在论与现象学不是两门哲学学科 和其他哲学学科比肩并列 它们从对象与处理方式两个方面描述哲学本身 哲学就是现象学存在论 它从此在的诠释学出发 通过对生存的分析而把一切哲学发问 都固定在这些发问所从之初 且向之规的处所之上 存在与存在的结构 超出存在者层次的一切规定性之外 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者 此在存在的超越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越性 因为其中有最彻底的个体化 对存在的一切展示都是超越的认识 现象学的真理乃是超越的真理 现象学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开山 下面的探索都是在胡塞尔奠定的地基上展开的 我们已指出 现象学并非只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才是现实的 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为当我们把现象学理解为可能性 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现象学 第八节本书高目 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最普遍最空泛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却也可能从最根本处 个别化为每一次在自己的问题 存在概念的普遍性不排斥探索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将通过对此在的诠释突入存在概念 但此在是历史的存在者 所以对此在的诠释必然是一种历史学的诠释 于是本书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步依时间性阐释此在 解说时间之为追索存在问题的事业 第二步依时间状态为指导线索 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 第一部分成三篇 依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 二此在与时间性 三时间与存在 第二步同样分为三篇 依康德的图形说和时间学说 二蒂卡尔的 我死我在的存在论基础 以及四肢这一体法对中世纪存在论的继承 三亚里士多德论时间 古代存在论的现象基础和界限 在结束导论之前 我们还应当做一个注解 本书的潜词造句尾时相当笨拙 有欠优美 讲述存在者的故事是一回事 而在其存在中把握存在者是另一回事 说到前者 我们可以读一读修西底德 说到后者 我们可以拿柏拉图 巴门尼德篇 中关于存在论的段落和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第七卷第四章魏力 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 对后一项任务来说 不仅往往缺乏词汇 而首先是缺乏语法 希腊的存在分析水平是无可比拟的 而希腊哲人期待其同胞来理解的 则是那样凡难的表述方式 真是闻所未闻 我们的力量较为薄弱 而我们面对的存在领域 远比希腊人所面对的来得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概念构造不免更其繁荣 表达也不免更其生硬 第一步 此在 时间 存在 第一篇 准备性的此在分析 本篇将首先对我们的此在分析 做一总括的解说 以便同种种貌似 与它平行的探索工作划清界限 第一章 在确定了探索工作的开端之后 就需得对此在的基础建构 即 在世界之中存在进行剖析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整体结构 即使我们从这一结构的某一环节 着眼分析的时候 仍需始终保持整体的眼光 所以我们在进入对科环节的阐释之前 将先初步分析在之中这一环节 以此作为示范 说明怎样从整体的眼来对某一环节进行阐释 第二章 有了这一示范 我们就可以分别阐释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三个主要环节了 那就是 世界之为世界 第三章 在世者为谁或日常生存中的此在是谁 第四章 在世界之中的方式 或在 之中本身的建构 第五章 通过对这些环节的分析 我们将初步提示出此在的整体存在即时操 新第六章 第一章 盖说准备性的此在分析 第九节 此在分析的课题 我们所要分析的是此在 这一存在者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 此在是什么 这依赖于他怎样去世 怎样去世 他自己 依赖于他将是什么 就是说 他是什么 必须从他怎样去世来理解 怎样去世 先于是什么 如果使用传统存在论的术语 就可以说 存在existent here 先于本质essent here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挑选 生存 existence 这个用于来称呼这种存在者的存在 然而 existence和existent here 在存在论历史上 差不多一直用来标示现成存在 现成存在和具有 此在性质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了不相干 为了避免混乱 我们将始终用现成 存在来代替 传统上所说的存在 而把生存这个名称专用于此在 用来规定此在的存在 此在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 有所理解的对这一存在本身有所作为 这一点提示出了形式上的生存概念 此在的琐事 所以 此在的在于它的生存本质 或各种性质都不是它的现成属性 而是它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 因此此在这个名称不像桌子或树这样的名称 此在并不表达这个存在者是什么 而是表达它怎样去世 表达其存在 此在就是它的可能性 它作为它的可能性存在 并非它已经现成存在好了 并且还有这样那样的可能性 而是此在的本质就由它可能怎样存在规定着 所以此在可以选择自己 获得自己 也可能失去自己 只因为此在有可能去使它自己 它才可能失去自己 或还没有获得自己 此在立足于自己本身生存 我们称之为本真生存 反之就是非本真生存 非本真存在并不意味着较少存在或较低存在 非本真状态反而在忙碌 激动 是好中规定此在 我们所要分析的存在者总是我们自己 然而 此在向来生存在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中 或生存在这两种样式未经分化的状态中 此在之所以可能本真生存 这是由于此在根本上属于我自己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经常使用 自己 自己本身 本真 本己 这些词汇 此在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 而他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 总是我的存在 因而 我们永远不可以把此 再理解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 对现成存在者来说 他怎样存在无关紧要 更决切说 他怎样存在 对他来说既不可能有关紧要 又不可能无关紧要 上面勾画出了此在的两种基本性质 一是他的存在优先于本质 一是此在向来属于我自己 这两种性质是联系在一起的 此在是我的此在 此在怎样存在 对此在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其存在中就对他的存在有所作为 这两种性质同时提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特的现象领域 如何正确入手 提出此在这种存在者 就已经远不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说 入手方式 本身就构成了分析工作的一个本质部分 无论对此在的分析如何潜进 也总要求确保正确的入手之处 此在总是从自己所示的某种可能性 来规定自己的 然而这却不是说 要用某种特殊的生存观念来构造此在 此在分析在最初恰恰不应从某种差别相入手 而要从日常生存的平均状态或无差别相入手 正因为日常生存 构成了此在最切近的生存方式 所以人们在解说此在的时候 就一再把它跳过去了 这种实际存在上最为熟知的东西 在存在论上却是最陌生的 最容易漏过去的 奥古斯丁自问 谁能揭开这个一案 这时他不得不回答说 我自身成为我心情耕耘的田地 这段话题是 我们不可以错过此在最切近的存在方式 而要通过正面的描述通达之 日常生存的这种无差别相 是此在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性质 此在的日常状况不单单是它的一个方面 这里先天地具有全部生存论结构 凡在实际存在上以平均方式存在的东西 在存在论上 都可以通过实切的概念结构加以把握 而这些结构同此在本真生存的存在 论结构并无分别 我们的此在分析着眼于此在的生存结构 我们所要做的是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这种分析获得的是此在的生存论性质 必须严格区别生存论性质和范畴 范畴是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存在规定 古代存在论解释存在的时候 一直把这类存在者当作基本样本 范畴 这个词是从希腊词 卡帕阿尔法套 艾塔伽玛 奥密克荣肉 伊普希隆约塔 西格玛西塔 阿尔法约塔来的 这个动词的原初含义是 公开告发 当大家的面责问一个人 用在存在论上就是说 仿佛是责问存在者 责问他以何种方式存在 让大家就其存在看到存在者 于是 在通达存在者的时候 其存在先就变成可理解的了 所以 范畴 概括了这样说及的存在者的一切先天规定 生存论性质与范畴 乃是两类不同的基本存在性质 前者涉及生存 后者涉及最广义的现成状态 与这两者相应的存在者 所要求的发问方式 一上来就各不相同 存在者是谁 还是什么 至于这两种方式之间的联系 则只有先澄清了存在问题 才能讨论清楚 要能够从哲学上对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就必须实践到某种先天的东西 后面这种先天的东西 也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其迫切性较之存在 问题本身的迫切性 代无逊色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就只在剖析这些先天的东西 这却完全不等于先天论的虚构 通过胡塞尔 我们不仅重新理解到哲学经验的真正意义 而且学会了使用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的工具 只要一种哲学是科学的哲学 而对其自身有所理解 先天论就是它的方法 正因为先天论同虚构毫不相干 所以先天的研究要求我们妥善地准备好现象基地 这就是对此在的日常生存的分析工作 这一工作不同于并优先于任何心理学 人类学 更不消说生物学了 下一节就将说明这种不同之处和优先地位 第十节 此在分析与其他科学的区别 一旦正面标定了研究课题 就很有必要指出哪些是不得使用的描述方法 尤其在实际上 迄今为止的此在探索 虽然在事实方面大有收效 但错失了真正的哲学问题 从而 也就不可能成就他们本来为之努力的事业 把生存论分析同这类探索区化开来 这件事根本上只能从存在论上着手 科学理论本身不可能充分完成这项工作 无论科学工作者持有怎样的科学态度 人类学 心理学 生物学这些学科本身的科学结构 却已经大成疑问 他们需要新的动力 而这种新动力只能来自存在论问题的提法 我们从历史角度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生存论分析的意图 一般认为 笛卡尔首次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在近代哲学的这个出发基点上 尽管我在和我思是一样原始的 但笛卡尔却一任我在完全不经讨论 而生存论分析就是要规定 我的这个在 只有做出了这个规定 才能够把握我的各种所思的存在方式 我们将特别指明 从首先给定的 我和主体入手 就会完全错失此在现象 人们尽可以起尽反对灵魂实体 或意识的物质化这些提法 但只要不曾净化主体概念 就仍然免不了把实体 物性 治疗当作主体的根据 如果我们还不曾澄清物性 本身的存在论渊源 我们又怎么来谈论主体 心灵 意识 精神 人格等等的非物质性 这些名称全都称为着确定的 可以成型的现象领域 引人注目的是 人们使用这些名称的时候 总仿佛无虚忽 询问这些存在者的存在 所以 这些名称我们一概避免使用 就像我们避免使用人 来表示我们自己所视的那种存在者一样 这可不是拘泥于术语 迪尔泰的生命哲学 从生命本身的整体出发 试图依照生命体验的结构 网络与发展网络来理解生命的 体验 他的精神 科学的心理学 不愿再从心理原子出发 拼凑起灵魂生命 而是以生命整体与诸形态为糊的 不过 这还不是他在哲学上的重肯处 重肯处在于迪尔泰在做这一切的时候 首先踏上了童想询问生命的图成 这说明他对此在的存在已经有所理解 但他仍没有提出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问题 这始终是很明显的 而且这就是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 就生命哲学所说的生命而言 哲学本来就是这种生命的哲学 所以说生命哲学就是同于反复 好像说植物的植物学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迪尔泰的问题提法的限度 以及他采用的概念方式的限度 宗是于迪尔泰和伯格森的各种人格主义流派 以及所有哲学人类学倾向 也都像他们一样受制于这些限度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哲学的观念中 提出同自然主义相对立的人格主义主张 他开篇就说 迪尔泰虽然把捉到了提供目标的问题 把握到了有待成就的工作的方向 但是他还不曾知道问题的决定性的提法 也不曾在方法上使之得到切实的解决 胡塞尔要求为人格的统一提供一种建构 他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物质统一的建构 在问题的提法和处理方面 以及在世界观的倾向上 舍乐与胡塞尔都大相径庭 但他们的人格阐释在否定方面却是一致的 人格不是物 不是实体 不是对象 也不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理性行为的主体 人格 无宁是直接被共同体验的生命体验之统一 而不是直接被体验的东西之后 或之外的某种仅仅设想出来的物 舍乐把行动特有的存在 同一切心理的东西划分开来 试图通过这种途径规定人格的存在 行为绝不是一个对象 因为行为只在过程之中被体验 在反省中被给予 而这是属于行为存在的本质的 行为是某种非心理的东西 把行为理解为心理的东西就等于非人格化 因为人格是作为意向性行为的施行者被给予的 行为被施行 人格是行为的施行者 意向性行为通过某种意义的统一联系在一起 所以 人格的本质就在于 它只存在于意向性行为的施行过程之中 心理存在同人格存在毫不相干 现象学人格阐释诚然较为透彻 但仍不曾进入此在的存在问题这一项度 施行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 应当如何正面规定人格的存在方式 不过 问题还不止于此 问题指向整个人的存在 人被理解为肉体 灵魂 精神的统一 固然 肉体 灵魂 精神称为着某些特定的现象领域 可以成为某些探索工作的专题 但若我们问的是人的存在 那么就不可能靠把肉体 灵魂 精神的存在方式加在一起得出这种存在 即使可以这样尝试 我们也一定把某种整体存在设为前提了 何况 肉体 灵魂 精神本身的存在方式还有待规定 人们看不到此在的存在问题 是因为他们始终依循希腊 罗马的和基督教的人类学来制定方向 连人格主义与生命哲学都没有看出 这种人类学的存在论基础是不充分的 传统人类学有两个要点 其一是把人解释为理性的动物 这里 动物被理解为某种现成存在物 而理性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禀赋 其二是基督教神学对人的定义 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然而 上帝的存在方式 本来就是借助于古代存在论得到解释的 人这种受造物的解释也是一样 基督教教义显然不曾使人的存在 在存在论上成为疑问 近代以来 基督教对人的定义渐渐非神学化 人被理解为超出他自身的存在者 然而 这一超越观念的根字仍然在基督教教义里面 人由于具备理智和远虑 所以不仅足以驾驭尘世生活 甚至可以越超生腾 直达护永恒福祉 然而 此为格尼说得清楚 人之所以能由此超越 该人依神之形象所创生也 无论希腊的定义还是神学的理解 都遗忘了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问题 似乎这种存在不言而喻 和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没什么两样 而近代人类学的思值 意识 体验网络等等和这两条指导线索纠缠在一起 并且也被当作不言而喻的给定物接受下来 然而 只要不曾对这些东西的存在提出疑问 人类学问题提法的存在 论基础就是未经规定的 上面这些话对心理学也同样有效 如今已不难看清心理学所具有的人类学倾向 即使 人们把心理学和人类学合见 为一种普遍的生物学 也仍然弥补不了他们所缺乏的存在论基础 就理解的顺序来说 生物学之根于此在的存在论 即使不为之根于此 本质上只有借助此在才能理解生命 才能建立生物学或生命的科学 单纯生命是此在的一种残缺样式 我们是这样理解生命的 如果这种东西不是此在 而仅仅作为有生命的东西存在 它一定会是这样那样 生命既不是纯粹的现成存在 但也不是此在 另一方面 此在 却不能被规定为单纯生命再加上些什么东西 我们当然无意否定人类学 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实证工作 然而 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 事后从经验材料中得出的假说 绝不可能为这些学科提供存在论基础 倒不如说 我们还在收集经验材料的时候 存在论基础却已经在此 实证研究看不见这种基础 把这种基础当作不言而喻的 但这却并不证明存在论基础不是基本的东西 也不能证明存在论基础 不比实证科学 任何一个论题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成为问题 第十一节 生存论分析工作与原始此在的阐释 此在的日常生存分析同描述 此在的原始阶段也不是一回事 日常状态不等于原始状态 在高度发达的和业已分化的文化之中 此在可能更顽固地在日常状态中生存 另一方面 原始此在也有它的非日常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 原始民族的生活仍可能有助于此在分析 因为原始此在往往不太复杂 较少隐蔽 原始此在也已经广泛地进行着自我解释 不过 它采用的概念方式比较粗糙笨拙 反而容易透露出原始的现象 然而迄今为止 我们关于原始人的知识都是由人种学提供的 而人种学还在集收 筛选 加工材料的时候 就已经怀有关于人的某种概念了 这些心理学社会学概念 能否适当地通达和转达 有待探究的现象 能否保证其科学性 这些并非确定无疑 人种学本身就要求以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来指导 但因为实证科学既不会 也不该等待存在论工作 所以 进一步的研究将不是向前进展 而是重温已经揭示了的东西 使之获得更透彻的理解 举例来说 卡西勒辛进从哲学上对神话进行了研究 但他的哲学问题的提法上有疑问 解释的基础是否充分透彻 特别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建筑术 究竟能不能为他的任务提供蓝图 卡西勒自己也看到 在这里 生存论分析工作是必要的 从形式上把存在论研究 同实际存在上的研究划分开来可能并不难 但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 尤其是他的开端 却还不是一事 在这任务中包含有一几些知识 扩清自然的世界概念 哲学久已为此事不得安宁 但要完成这项任务又总力不从心 如今人们了解到了形形色色 边边角角的文化 这些丰富的知识 似乎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了方便 但这只是假象 这类泛滥的知识 恰恰又使人们认不出本真的问题 以调和方式把一切加以分类比较 并不提供本质性认识 把形形色色的东西 秩序井然地安排在一张表格上 也并不保证理解了列在那上面的东西 真实的秩序不是通过排列才被发现的 它由视之自身体示出来 并且正是这样或那样排列的前提 所以要把各种世界图像加以排列 就需具有特定的世界观念 但若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一个建构要素 要澄清世界现象 就必须首先把此在的基本结构清理出来 本章对此在做了一些正面的特征描述 从反面也做了一些考虑 其目的都在于引导我们依循正确的轨道 来理解后面的阐释 存在论只能间接地掖住实证学科 对存在的询问超出于收集 关于存在者的知识的工作之外 它激励着一切科学探索 但不仅如此 它还自有其独立的目标 第二章 此在的基本建构 在世界之中存在 第十二节 在之中和在世界之中存在 我们在第九节曾提出此在的两项基本性质 一 此在向来属于我自己 二 生存在于有所领会 有所理解的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 这两项性质将引导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同时又反过来 在进一步的探索过程中获得具体的结构 我们现在就需要依据 在世界之中的这一存在建构 来理解此在的这两项规定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先天建构 此在分析工作的正确入手方式 即在于这一建构的解释中 此在在世 此在只要生存着 它就存在在一个世界之中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个统一的现象 但这并不排除这一现象具有多重环节 本篇开头一说明 我们可以从三种着眼处来看待这一整体现象 一 世界 二 谁在世 三 在 之中本身的建构 在分别对这三种现象展开分析之前 我们先浅进描述一下第三个环节 介意展示生存论分析的特殊方向 当然 无论我们摆出哪一项 都意味着摆出其他各项 探索任何一项 都是询问整体现象 在之中说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会把它理解为一个存在者 在另一个存在者之中 水在杯子之中 衣服在柜子之中 两个在空间之中广延着的存在者 在这一空间之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之中 这种关系可以扩展开来 椅子在教室之中 教室在学校之中 学校在城市之中 直到椅子在宇宙空间之中 这些存在者摆在世界之内 它们都具有现成存在的存在方式 所以我们将用在之内来标示这种空间关系 它是某种现成存在性质的范畴 反之 我们用在之中专指此在的某种生存论性质 在之中 不意味着一个现成事物 在另一个现成事物之内 这种空间关系 不是指一个人体在某个空间内现成存在 表示之中 这个意思的in这个词原子inan 就其原始的意义而论 它指的是居住 逗留 表示于这个意思的an则意味 我已住下 我熟悉 我照料 表示原乎的by 则与是的第一人称by 我是 这个词连在一起 于是 我是或我在 又等于说 我居住于世界 依于这一熟悉之所 若把存在理解为我在的不定是 理解为生存论缓解 那么存在就意味着预居于 同 相熟悉 我们就是在这些含义上 来了解在之中等等语词的 它们用作生存论术语 雕食此在在时的建构 我们的本指就在于看到 此在的原始存在结构 但我们表述 这种存在关系的语言手段 和传统存在论 在表述存在范畴的时候的 语言手段是相同的 因此 基本存在论的差别 极容易被忽略被抹杀 为了重新认识这种差别 我们甚至不惜冒险讨论 自明的东西 存在论的现状表明 我们还远远不了解 这些自明的东西 更谈不上用可靠的构词 来获得适当的概念结构了 依上所述 我们应当更切尽地 考察依欲这一概念 不孝说 此在依欲世界 绝非一指一个现成物体 挨进另一个现成物体 此在从来就不和世界并列存在 依欲世界而存在 说的是消融在世界之中 所以 依欲世界是一种 跟际欲在之中的生存论性质 当然我们按照语言习惯 有时也说 桌子依着门 凳子依着墙 但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接触 这倒不是 因为要精确考察起来 在凳子与墙之间 总有一个间隙 即使间隙等于零 凳子仍然不可能接触墙 因为存在者只能从世界方面才可能照面 从而才可能以接触方式公开出来 只有当某个存在者 已经已在世界之中 这种存在方式在此 也就是说 只有当世界也连同在此 凳子才能够依着墙来照面 依欲说的根本不是现成空间间隙的大小 而是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 两个在世界之内现成存在 而就他们本身来说是无世界的存在者 永不可能接触 不可能一个依另一个而存 固然 在某种限度内 基于某种理由 我们也可以把此在本身看作仅仅现成的东西 但这时 我们恰恰是有意忽略此在的 在之中的生存论性质 另一方面 我们把在之中与作为范畴的在内区别开来 却并不是说此在不具有任何种类的空间性 相反 此在本身有一种切身的在空间之中的存在 不过这种空间存在 唯一在世界之中为前提 只有从在是着眼才能动见生存论的空间性 这种动见 将保证我们不会抹杀此在的空间性质 这种抹杀的动机不是存在论上的 而是形而上学的 人们有一种天真的意见 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精神物 事后才被放到空间之中 依据这种意见 就会认为我们所说的在之中是一种精神特性 而人的空间性是其肉体的一种属性 这种看法无助于澄清在之中 因为这里说的还是精神物 同身体的共同现成存在 而这样和成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 却依然会暗不明 在之中不是此在是可有时可无的属性 此在如其所是就是在之中 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 并非人先已存在好了 此外还在世界之中 接触到其他现成存在者 相反 其他存在者之所以能够由此在接触 只因为他能够在一个世界之内 从他本身方面显现出来 如今人们倒也爱说人有他的环境 但只要这个有人为家规定 这句老生常谈在存在论上就等于什么都没说 而要规定这个有 就要求先充分规定此在 有根基于在之中 因为此在本质上是以在之中这种方式存在的 所以他能够明确地揭示 从周围世界方面来照面的存在者 能够知道他们利用他们 能够有世界 在世的词在实际上向来 已经依于某些确定的在世方式 此在制作某种东西 安排某种东西 利用某种东西或浪费某种东西 这些都是在之中的方式 此外还有询问 考察 谈论 诸如此类 我们把所有这些在之中的方式 都称作操劳 B-Sorgan 不过 我们不是在先于科学的含义下 使用操劳一词的 而是把它用作存在论术语 用它来表示在世的可能方式 从而 操劳还包括单个 拒绝 苟安等残缺样式 我们选用操劳这个词不是因为词 在首先和通常是经济的和实践的 而是着眼于此在整体存在的操心性质 不过 操心这个概念 我们要等到本篇第六章在集中讨论 现在只需说明 无论在实际存在上还是在存在论上 以操劳方式在世都具有优先地位 然而 以上种种讲法似乎都是从否定方面提出来的 我们一直在说在之中不是这个不是那个 确实如此 固然 在之中本身是一种证明的现象 然而否定的描述方法占了优势不是偶然的 此在在世的现象学展示具有吃委屈壁的性质 在世构成了此在的基本建构 在每一次在中 在世现象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看到了 但它通常以误解的方式被看到 或以残断扭曲的形式得到解释 而这种情况又是由此在本身的基本建构造成的 此在在存在论上 首先从那种它自己所不是的存在者方面 来理解它自己的在世 若要从存在论上 世界的认识本已熟知的在世建构 认识活动就突出出来 传统一项把认识活动作为在世的一个范本 仿佛认识活动是在世的首要样式 而且人们针对认识活动来理解实践活动 把实践理解为认识的反面 这样一来 对世界的认识可说囊括了所有在之中的现象 然而 由于人们始终不曾深入理解在世本身 认识活动就只被经验为世界与心灵之间的关系 再进一步 人们又把世界和心灵都首先理解为世界之内的存在者 于是人们又把这种关系理解为现成存在 这样一来 人们仿佛就找到了认识论或知识 形而上学的出发点 一个主体同一个课体发生关系 或者反过来 一个课体同一个主体发生关系 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言而喻呢 主课体关系的确是个问题 但恰恰因此 主课体关系成了一个不祥的提法 因为这个提法的存在论意义始终灰暗未明 虽然人自有在世的经验 但由于存在论上不适当的解释 在世建构反倒变得灰暗不明了 由鉴于此 我们应该特别从认识世界这一角度 更尖锐地提出在世问题 第十三节 对世界的认识和在世界之中 在世是此在的基本建构 此在一向经历着自己的在世 所以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诸环节 若完全对此 在隐而不现 那将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 一旦涉及对世界的认识 人们立刻陷入形式上的解释 把认识当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说明传统存在论的误导有多深 我们离开生存论的真理有多远 生存论理解当然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活动 但从生存论上理解认识活动 首先是要从现象上 把认识作为一种在世方式描述出来 我们说到此在和世界 这同一般说到主体和客体不是同一回事 从主体客体关系入手 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方法 在认识理论里面 客体总是给定的 客体不会有什么认识活动 这种活动只属于人 不过 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像肉体属性 那样属于认识者 认识不是外在性质 不能从外部加以规定 所以一定是内在的 人们以为深入主体内部 就深入了认识的本质 因为只有现在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问题来 认识主体 怎么才能够从它的内部 跳进所要认识的 外部世界 或者反过来 主体怎样才可以不必冒险 跃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 而又能认识这个世界 认识对象必须是什么样子 才能够设想主体留在自己内部 就认识了这个对象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 但它们有个共同之处 它们都遗漏了这个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 人们最多只断定 不可把主体的内部 设想成一个箱子或一间密室 然而 只要首先把认识所避在主体的内部 我们就有权要求提供这个内部证明描述 要澄清认识的性质 就必须说明 认识活动如何根源于主体的存在方式 此在的基本建构是在世 而认识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 但这样解释认识 岂不就取消了认识问题 世界原本得在主体的超越活动中才能达到 而我们现在却预先设定认识 已经依于世界存在 那么还有什么要问的 这里要问的应该是 干嘛要有认识问题 怎么一来认识问题 就和认识者的存在方式成了两码事 此在只要生存 就已经寓于世界 抑郁首先不仅仅是对现成事物称谋凝视 而是操劳于世界 操劳发生某种残断 此在才可能静观现成事物 并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认识 此在抽手不再制作操作 于是只剩下一种在世方式 仅仅沿流在某种东西那里 这时 室内存在者只还在其纯粹外观中来照面 这时 此在才可能以明确的形式 静观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 静观是操劳的一种辨识 而且他总是从原本的操劳活动中 集取领会的 这种领会引导 此在从操劳所及的存在者那里 选取一个着眼点 并从这个确定的着眼点出发 把操劳所及的存在者作为现成事物 来加以观察 所以 对现成事物的观察发生在此 在抽手不干而沿流于所操劳的事物之际 观察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某种东西 把一种东西看作某种东西 这就是最广泛意义的解释和规定 到处所观察所规定的东西 就是命题 所有这些 都是在世的不同方式 我们不可把这个认识过程 理解成某个主体 获得了关于某某东西的表象 把这个表象始终保留在自己内部 那样我们就不得不问 这个表象怎样才能同现实相符合 认识并非早先求必于此在之内 而在发生认识活动之际 才离开内部 出到外面去 相反 此在一向已经在外 依欲于他所操劳的存在者 而以静观方式沿流于外 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在内 这就是说 此在在原本的操劳活动之外 仍然通过认识活动而沿流在世界之中 反过来说 即使在保存认知之际此在依然在外 因为此在 只有作为在世的此 在才能够保存认知 认识不是出征捉拿 然后带着萤获的猎物转回意识的密室 单单想到 仅仅表象 这些也同样是在世的方式 我在思想中 把握 就像原本字意上用手把握一样 我仍在世界中 寓于外部存在者 甚至期望 迷雾 遗忘也一样是原始的在之中的辨识 上面展示出了 组建认识活动的诸种在世样式及其联系 此在通过认识活动 获得在世的一种新的方式 这种新方式可以独立地组织起来 成为专题研究 成为科学 甚至承担起在世的领导 但是 认识从不首创主体同世界的交往 认识是植根于其他在世方式的一种派生样式 因此 我们的首要工作始终是阐释在世的基本建构 第三章世界之位事件 第十四节世界与世界之位事件 上一章已说明 无论对在世的哪个环节进行阐释 我们都必须把在世界之中存在 In the real side 作为整体现象 保持在眼界里 有了这样的准备 我们就可以逐一阐释在世的三个主要环节了 我们将首先从世界这一环节的眼 来阐释在世的整体现象 谈到世界 人们可能首先想到 要把世界里面的形形色色的事物罗列出来 房子 树 人 山 星辰 把在这些事物那里发生的各种事件叙述出来 但这种描写显然局限于存在者层次 而从现象学的意义来看 现象 在形式上 一项被规定为存在 即存在结构的显现 据此 人们可能认为 以现象学方式描写世界 就是把世界之内的现成存在者的存在展示出来 并通过范畴固定下来 世界之内的存在者是物 所以首先要扩清物性 自然物是一切事物的基础 所以首要的课题就是自然之为自然和实体性 此外还有些事物是有价值的 我们应该在自然物性的基础上 讨论有价值的物 这样循序渐进 我们的研究工作似乎就走在明白无误的方向上了 关于自然和实体性的追问 的确都具有存在论性质 不过 即使沿着上述方向 我们竟然获得了纯粹的自然概念 而且我们的解说 又同数学式的自然科学得出的基本命题相一致 这一存在论还是不沾世界现象的编辑 自然本身就需要有一个世界才能来照面 直接从有价值的物着手也好不了多少 价值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 即使有价值的物 更切近地显示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 它们也一样是在世界之内存在着的事物 人们试图通过存在者的描述 或现成事物的存在论 达到世界的客观存在 然而 这两种入手方式都局限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 从而也就预先设定了世界 也许 世界竟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性质 每一个此在都有它的世界 但这样说 世界岂不变成主观的东西了吗 那么我们怎么会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呢 如果我们所追究的世界既不是共同世界 也不是主观世界 而是一般世界之为世界 我们该从什么途径通达这种现象呢 我们首先要牢记 世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一个环节 既然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生存论规定性 世界之为世界本身就也是一个生存论环节 对世界的追问并不曾离开此在分析的专题原地 世界在存在论上是此在本身的一种性质 只不过 世界之内的存在者 总已经随着此在的存在来照灭了 所以 我们也必须通过研究世界之内的存在者 及其存在的途径来研究世界现象 上面的简短考虑已经表明 世界这个词含义甚多 以世界作为存在者层次上的概念 只能够现成存在于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总体 二世界作为存在论术语 指第一象中所述的存在者的存在 例如数学世界 指的是数学的一切可能对象的范围 三世界还具有另一种存在者层次的意义 只此在生活在其中的和所在 世界在这里 具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实际生存上的含义 这又可以是指公众世界 或者指自己的切近的周围世界 四世界还可以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概念 指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 世界是无论何种特殊世界都具有的先天结构整体 以上各种含义是相互联系的 在本书中 我们专在第三项的含义上使用世界这个术语 而用加上双引号的世界 来指第一项意义上的世界 我们不在第二项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涉及第四项意义 我们将使用世界之为世界这个说法 世界的 具有世界的 在世界之中的这些说法将专用于此在 说到非此在世的存在者 我们将使用世界之内的 属于世界的之类的说法 放眼一观迄今为止的存在论即可看到 由于错失了此在在世的建构 人们一直跳过了真正的世界现象 却力图从现成存在者的存在去解释世界 也就是说 力图从自然去解释世界 然而自然是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一种极端存在样式 而自然科学这一类 对自然的认识 只是此在的某种特殊的在世方式 这类认识倒是世界一世界化了 甚至浪漫派的自然 也只有通过对此 在在世的分析才能把握 反过来 通过对此在在世的分析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流传下来的存在 论涉及世界现象时 始终在死胡同里的圈子 还将看清为什么此在无论在实际存在上 还是在存在论上 都一直跳过了世界之为世界 而要防止这一措施 我们需要格外留心 以便找到现象上的正确出发点 踏上世界之为世界这一现象的道路 前面已经提示 对在世的分析 连同对世界的分析 都应从此在的最切近的日常情况着手 而只要在现象上执着于日常在世 世界现象就一定会映入眼帘 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 本书将从日常在世这一生存了性质 进到一般的世界之为世界的观念 这一进程将分为三个步骤 A 通过对周围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的阐释 一步步寻找周围世界的世界性质 周围这个词无疑含有空间意义 这一空间意义必须从世界之为世界的结构加以说明 而不是反之 B 然而以笛卡尔为典型的传统存在论 却是图从空间性出发阐释世界 从而把一切事物解释为具有广言的东西 和具有广言的东西相对的是具有心智的东西 但我们所说的此在 却不是笛卡尔所说的具有心智的东西 我们将在第三部C中产生此在的空间性 A 周围世界与世界之为世界 第十五节 上手存在 日常此在同形形色色的室内存在者打交道 他并不意味静观这些存在者 而是操作者 使用者 操劳者 操劳有他自己的认识方式 此在凡同存在者打交道 就已经有着对存在的活生生的领会 而现象学所关心的 首先 恰是在这种日常操劳中 照明了存在者是怎样存在的 现象学解释不关心存在者的种种属性 而是要确定存在者的存在结构 我们的真正课题是存在 而存在者则先于课题并随同课题出现 共同成为课题 就当前的分析而论 先于课题的存在者 就是在此在操劳于周围世界 unwelt之际显现出来的东西 这种存在者不是理论认识的对象 而是被使用的东西 被制造的东西等等 并作为这样的东西先于课题得到认识 所以 只有投入操劳活动 才可能认识这些先于课题的存在者 严格说来 投入这话也欠托 因为日常死在总已经操劳着 无需再去投入操劳 死在处在操劳之中 就已经通达了在操劳中照明的存在者 现象学在这里的工作 倒在于去除人云亦云 泛滥成灾的错误解释 现于课题的存在者是什么 人们也许会不假思索地说 误 现于现象的基地随着这个答案却已交臂失之 因为这一回答所暗含的存在论解释 掩盖了操劳现象 从而又掩盖了存在者 是怎样在操劳活动中 来照明的情况 沿着当下给定的的物去追问存在者的存在 就会碰上物性 实体性 物质性 广延性等等 而这些性质 完全没有涉及在操劳之际照明的事物的现象性质 希腊人把操劳活动称为派肉 阿尔法克西约塔杰塔 把操劳所集的东西称为派肉 阿尔法伽玛米尔阿尔法套阿尔法 实用的东西 我们对之有所作为的东西 然而 希腊存在论却恰恰忽视了派肉阿尔法 伽玛米尔阿尔法套阿尔法所特有的实用性质 而首先把它们规定为纯粹的物 在操劳活动中 首先照明的存在者不是纯粹的物 而是用具器物ZEUG 我们首先与之打交道的是文具 缝纫用具 加工用具 交通工具 测量器具 严格地说 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单独是用具 存在的一项是用具器物的整体 只有在这个整体中 一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示的东西 用具是用来做某件事情的 用具依其本性就依附于其他用具 钢笔 纸张 电板 桌子 灯 窗 这些东西绝非首先独自显现出来 然后作为实在之物的总和塞满一房间 切尽照明的是房间 而房间却又不是几何空间意义上的四笔之间 而是用来居住的 家具在房间里才作为家具显现 而各种实物则在家具整体中显现出来 用具的整体性 一项先于个别用具 就得到揭示了 只有和它的合索用相联系 一件用具才会有用 有意 合用 方便 等等 这些性质 提示出从某种东西指引向另一种东西的结构 我们将在第十七节专门讨论 指引这一名称所提示的现象 唯有在顺势于用具的操劳活动中 用具才依其天然所示的那样显现出来 日常 此在并不把锤子作为一个物体进行专题认识 而是用锤子来锤 这种使用顺势于锤子这一特定的存在者 而这正是对锤子之为用具的最恰当的了解 越少静观着锤子 用它锤得越起劲 对它的关系也就越原始 它也就越发昭然作为它所示的东西来照面 作为用具来照面 用锤子来锤才能了解锤子是否成熟 是否上手 在使用操作中揭示出来的用具的存在方式 我们称为上手ZooH&Eight 而这才是用具的自在 对摆在眼前的东西的静观 无论多么敏锐 都不能揭示上手的东西 理论考察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 另一方面 使用和操作不是盲目的 它有自己的眼光 这种眼光引导着操作 顺应于特定的用具 及其在用具整体中的形形色色的指引 我们把这种方式的看称为巡视 实践活动并非在茫然无视的意义上 是非理论的 并因为自己盲目而需要运用理论知识 实践和理论的区别 也不仅仅在于一个是行动 而另一个是考察 行动员有他自己的眼光 考察员也是一种操劳 理论活动是非巡视方式的观看 不过他并不因此就是无规则的 他在方法中为自己造就规范 我们不可把上手性仅仅理解为某种看法 好像我们由于从某种角度来看待存在者 从而给原本现成的世界材料涂上了主观色彩 按照这种理解 存在者在操劳活动中 就必须首先作为现成事物照面 作为现成事物得到结实 然而 这却不是存在 这却怎样首先得到结实的现象实情 在世的此在 只有通过对上手事物的操劳活动 才能推进到对现成事物的分析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 认识是一种派生的在世样式 上手的东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 即使在巡视中他也不形成专题 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 他在上手之际仿佛抽身而去 为的恰恰是能本真的上手 日常操劳也非首先单留于工具本身 有待制作的弓箭才是操劳原本所设的东西 因而也就是上手的东西 弓箭承担着直引整体性 用具是在这个整体性中来照面的 锤子 抱子 针等等是用来制作某种弓箭的 而这个弓箭也具有用具器物的存在方式 针线是用来制作鞋子帽子的 鞋子帽子是用来穿戴的 用具 器物的和所用 总随着用具器物一同来照面了 然而 用具器物不仅有其用途 它们是用某些东西做成的 它们同时指向质料 指向毛皮 线 钉子 等等 毛皮由生皮制成 生皮来自野兽牲畜 锤子 钳子 针则指向矿石 石头 木头 于是用具 器物也指向那些不用制造 却也上到手头的存在者 自然通过用具器物共同得到揭示 这是处在自然产品的光照中的自然 而不是某个现成事物或某种自然力 森林是一片林长 山是采石场 河流是水利 风是扬帆之风 如果无视自然的上手性质 而仅仅把它规定为现成事物 那个像我们袭来的澎湃争勇的自然 那个以千姿百态设惑我们的自然 就永远深藏不漏 植物学的研究对象不包括暗箱输影 地理学不肯定湖泊怎样起征波汗 用具 器物不仅指向它的和所用 极其质料的和所来 在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中 它们还指向常用者 衣裳要一定做人量体剪裁 它在制作过程中也一道在此 即使在批量生产中也不是没有这种指引 只不过产品现在是指向随便哪些人 指向平均 用具器物是为人而上手的 常用者和消费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也随着他们一起照面 而这个世界同时就是我们的世界 用具器物就在这个公众世界中上到手头 而我们周围的自然 也随着这个公众世界得到揭示 小路 大街 桥梁 房舍 漠不在一定的方向上对自然有所揭示 在顶棚的月台考虑到了风雨 公共照明设备考虑到了暗夜 看表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利用了太阳的位置 在使用这些寻常设施之际 周围自然共同上到手头 在任何操劳活动中 用具器物连带指引到的室内存在者 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可揭示的 我们已经表明了 在世界内首先被揭示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是上手状态 然而这可曾使我们略许增议了对世界现象的理解呢 上手状态 这种存在方式 能否引导我们展示出世界现象 来呢 第十六节 现成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和世界性 世界本身不是一种室内存在者 也不是室内存在者的总和 但它从根本上规定着室内存在者 唯当有个世界 室内存在者才能来照面 但怎么就有世界 死在的实际存在是通过在世组建起来的 并且它从本质上对在世界之中存在有所理解 那么 死在不就包含着某种对世界的理解吗 室内存在者在操劳活动中照面 而随着存在者在世界之内这一基本性质 世界先于现象学就已显现出来了 操劳所及的室内存在者的世界性 随着此在的在世 总以某种方式向此在提示出来了 我们在阐释室内存在者之际 总已经预先设定了世界 在操劳活动中 此在可能会碰到不合用的用具器物 工具坏了 材料不适用 不合用是怎样得到揭示的 不是靠观看某些属性 而是通过使用 通过使用碰到的障碍 在发生障碍的时候 用具不上手 从而用具本身变得触目了 用具不趁手 它只不过摆在那里罢了 只不过看上去是件用具 但用具在上手的时候 也具有同样的外观 就看上去具有如此这般的外观而言 用具在上手之际也曾始终是现成的 不过 现成状态还不是单纯物性 不合用的用具 仍不是随便摆在哪里都行的物体 不能用的东西并非没有任何上手性质 用具的损坏还不就是物体的属性变化 用具承报出不合用 是为了得到修整加工 重新退回到操劳活动之中 操劳不仅会碰上不能用的东西 它有时根本就短缺某种东西 这些东西不仅不成熟 而且根本不上手 由于这种短缺 已经上手的东西也变得没有用武之地 仿佛失去了上手的性质 成为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 短缺以这种方式揭示出上手事物的现成存在 此外 某种东西不上手 不一定由于不合用或短缺 而是由于它阻拦操劳活动 不愿从事的事情 无暇顾及的事情 在进行其他事情之前却不得不处理的事情 也都是不上手的东西 在操劳活动中 照面的存在者在这些情况下 也都呈现出现成摆在那里的性质 用具不合用而变得触目 材料短缺而引致窘迫 不得不处理知识令人腻味 这些都是操劳活动中的可能性 而这些可能性 在上手的东西那里 呈现出了现成存在 但在这些情况里 现成存在仍然和用具的上手状态联系在一起 用具还未演示为单纯的物 我们已经指出了上手事物前来照面的各种辨识 然而 我们似乎还停留在室内存在者那里 并不曾接近世界现象 我们可曾前进了一步 准备好了把世界现象收入眼帘呢 用具器物的存在结构是由指引来规定的 但在顺畅的操劳过程中 指引现象却不曾受到注意 当操劳活动进入触目 雄破 密尾这些样式之中 指引构架就受到扰乱 这种扰乱恰恰使得指引突出醒目了 使得巡视明确注意到用具的何所用 随着用具对之合用 或不合用的各个工件的互相联络 整个工厂 操劳活动一向逗留于其间的所在 也映入眼帘 而世界就随着用具器物的这一整体呈暴出来 在用具器物的指引变得触目之际 从室内存在者身上 呈暴出了周围世界的和世界性 这样承报出来的并不是种种上手事物中的一种 更不是由上手事物演化出来的某种现成事物 如果巡视始终局限于存在者 巡视就对知识而不见 但它却向来已经对巡视展开了 唯一世界总已经先行展开了 巡视才可能通达室内的事物 所以世界就是此 在作为存在者 向来已在其中的何所在 是此在无论怎样转身而去 但纵到海角天涯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 何所向 巡视虽以不断事件用具联络的整体 却为对知明确注意 世界不来承报 不表明世界不曾在此 世界不来承报 倒是用具在它的自在中来照明的条件 世界一旦在触目 窘迫 逆味这些样式中承报出来 上手事物就异化于世界 在自己身上映现出 仅仅现成的存在 而在操劳顺利进行 巡视则消融于当下的用具 用具指引联络的整体性对巡视不成其为专题 当然 它更不曾成为非巡视性质的专题研究的课题 上手事物 就在这种不触目的自在中 组建起它的现象结构 不触目 不窘迫 不逆味这些耻夺性术语 其实标示出了一种正面的现象 这些不宜指上手事物的守身自在 然而传统存在论 却首先把自在归给现成事物 即可以专题把握的东西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人们的确经常强调存在的自在性 其实却只是在强调存在者的自在性 但若事物真在这种存在者层次上是自在的 那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把握或专题把握了 把自在归给可以专题把握的东西 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的分析则表明 只有依据于世界现象 才能从存在论上把握是内存在者的自在存在 才能让自在者化在存在论上有点分量 本节对上手事物做出了初步分析 这一分析还颇浅境粗略 但我们已经提出了指引现象 并表明指引现象在某种意义上 对世界之为世界具有组建作用 为了把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与问题清理出来 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结构分析 因为只有在这种结构的见价网络中 我们才可能深入地理解我们所追问的问题 第十七节 指引与标志 上一节通过对用具的存在结构的阐释 提出了世界现象 今后 随着我们对在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理解得越来越深远 一以剖析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 地基也会愈加宽广 愈加牢靠 本节将在一次从上手事物的存在出发 不过 这次的意图是更细密地把握指引现象本身 我们为此选择对标志这种用具进行存在论分析 这不仅因为形形色色的标志 有助于在多重意义下揭明指引现象 而且一物为另一物的标志 这种关系可以被表述为一种普遍的关系 从而标志的结构就可以为描述 一般存在者提供一条指导线索 然而标志首先不是一个关系项 而是一种用具 它的用处在于显示 我们所说的标志包括路标 介石 横标 灯 旗帜 等等 人们当然可以把标志规定为指引的一个种属 指引的其他种类则包括象征 表达 含义 等等 反过来指引又是关系的一个种属 一切指引都是关系 但并非一切关系都是指引 关系却不是作为这些种属的类来起作用的 关系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 我们总可以把任何事态形式化 从中多取出关系这样一种形式规定来 我们不难依照标志的种种不同显示方式 把标志分成正后 预警 遗迹 提示 等等 我们也可以把充当标志的东西区分为残留物 纪念碑 文件 物证 等等 我们不难找出这些现象的形式上的关系性质 而今的确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寻这样一种关系为主导线索 使一切存在者都服从于某种阐释 把它们都装在不费吹灰之力就编成了的形式 内容表里 这类阐释是不会出错的 因为它根本什么都没说 真要想探究指引 标志乃至含义这类现象 靠把它们标化为关系终将一无所获 甚至我们最终还要显示 由于其形式上普遍的性质 关系本身在存在论上还源于某种指引呢 我们对标志的分析意在深入指引现象 因而不能也无需讨论形形色色的各种标志 我们选择机动车上的红色指向标 作为标志的范本 在本书后面的分析中 它还将从其他角度发挥范本作用 车子每次开到十字路口 司机都要调整指向标的位置 以便显示车要往哪个方向开 这种标志是一种用具 它不仅对司机是上手的存在者 而且更是为了路上的行人而设的用具 以便他们根据指向标所示的方向 调整自己的走向 作为交通和交通管理的用具 整体中的一种用具 指向标的效用是指引 但需的注意 显示的指引效用 并不标明这种用具的存在结构 反倒应该说这种效用来自用具的存在结构 组件用具之为用具的指引现象 是效用所暗含的指引 锤子有效用 但它不是标志 它的指引在于它的效用本身指向它的何所用 指向它对之有效用的东西 指向标的效用恰好就是指引 这对用具的建构本身来说是偶然的 指向标 只不过恰恰在实际存在上 具体体现了一般用具效用的何所用 既然指引在存在论上应是标志的基础 那么指引本身就不可被理解为标志 指引不是某种上手事物 在实际存在上的规定性 而是上手状态的存在论规定性 不过 虽然就用具建构来说 显示这一指引 从原则上有别于效用的一般指引 但不容否认 显示同一般的指引现象 又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联系 标志是一种具有优越用途的用具 要理解这一优越性的根据与意义 我们必须本然地了解标志是怎样上手的 即了解我们是怎样同标志打交道的 我们在路口看到车头的指向标 或者会站住 或者选择特定的方向闪避 选择方向本质的属于此在的在世 此在总已定了方向 总已走在图中 暂停只是在某个方向上走在图中的极限情况 指向标就是通过此在的空间 兴致起作用的 我们对标志的掌握 不在于把它当作摆在那里的物体来注视它 如果我们只是举目看向指向标所显示的方向 观看那个地带之内现成存在的东西 标志就仍然没有来照面 在操劳巡视之际 我们追随标志的显示 把周围世界带进明确的概观 以便在周围世界之内选取方向 标志不是一种同另一物具有显示关系的物 它是一种用具 这种用具把某种用具整体明确的收入巡视的概观 随上手事物的这种联络 周围世界承报出来 而此在 就在这个世界中取得并确保一定的方向 与此相似 在预警标志那里 要紧的也不是某种已经现成的东西 和某种将要现成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而是使我们对正在到来的东西有所准备 借注意记 巡视则可通达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提示则显示出人们的何所在 标志首先总是显示着人们生活的何所在 操劳活动的何所欲 设置标志的任务原本就在于 让周围世界随时能够通过这种上手事物 向巡视承报出来 前面说到 室内存在者源具有自在不张的性质 因此 与周围世界打交道 就需要一种用具 来让上手事物变得触目 所以 在制作标志的时候 必须先考虑到它是否触目 标志的触目性质 恰恰表明了日常生活中 上手事物 通常是不触目的 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制作标志 也可以把一种已经上手的东西用作标志 后一种情况具有一种更加原始的意义 例如 人们把南风当作雨的标志 南风的这种预兆 效能 却不是附加在已经现成存在的南风之上的 价值 气象学也许可以把南风当作 只不过具有某种确定的地理方向的气流 但在日常操劳活动中 南风却绝非首先现成存在 而后才偶尔承担起预兆的功能 吴宁说 恰恰是农人在操劳之际的巡视 才刚揭示出南风的存在 在这里 设置标志 不仅使此在可以在操劳活动中 利用某种用具 整体以及一般周围世界 它甚至还能起到最原始的揭示作用 室内存在者在这里 唯由于取用为标志 才成为可通达的上手事物 不过 人们会反对说 一样东西被取作标志 那么人们必定发现它已经在那里了 它早先已经是可通达的了 诚然 但问题在于 这种存在者先前是如何得到揭示的 是作为纯粹的物 还是作为未经理解的用具 在后一种情况下 人们还一直不知道怎样对待这种东西 因而对巡视来说 这种上手事物先前还一直引错未章 在这里 上手事物的用具 性质还不曾通过巡视得到揭示 但即使在这里 仍不可以把这种未经揭示的用具性质 产视为单纯物性 仿佛单纯物性是先行给定的 原始此在大量使用偶像与魔法之类的标志 人们有时以此来说明 标志在日常操劳活动中 对理解世界本身所起的优越作用 然而 更进一步的审查将表明 以标志为线索来解释偶像与魔法 根本不足以把握 在原始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上手存在 对原始人来说 标志本身其实就是所指的东西 而不仅在替代的意义上代表所指的东西 这种共生 并不是说先前孤立的诸相达到了统一 而是说标志还不曾摆脱所标志的东西 共生并非由于作为标志的事物 已经取得了某种客观性 而是由于完全缺乏客观化 但这又等于说 标志根本没有作为一种用具得到揭示 但若标志在这里上不具有用具的存在方式 那么还该把它称作上手事物吗 也许连用具与上手存在的存在论 也根本阐释不了原始世界 悟性存在论当然更不值一提了 但若存在之理解 确实对原始 此在于原始世界具有组件作用 那么就更紧迫的 需要把世界之为世界的形式上的观念清理出来 依据于这种观念 即使世界之为世界的现象发生形变 所有存在论的命题却仍然能够具有意义 本节的标志阐释只是为了标划出指引 而提供现象上的支点而已 标志与指引的关系有三重 一标志的显示作用是一种具体的效用 从而根基于一般用具结构 根基于指引 二标志的显示作用从属于用具整体 从属于指引联络 三通过标志 周围世界明确地对巡视成为可通达的 标志提示出上手状态 指引整体性与世界之为世界的存在论结构 因而是一种具有优越地位的用具 第十八节 因缘与意运 世界之为世界 上手的东西在世界之内来照面 因此 在一切上手的东西那里 世界总已在此 任何东西只要照面 世界总已先行展开了 这个先行展开说的是什么 对世界之为世界的询问又面临哪些疑难 室内存在者最先作为用具来照面 标志的显示 锤子的锤 这些不是它们的属性 属性这个名称通常被用作物的规定性 所以 这个名称不是用于上手事物 用具首先在于合适不合适 既然现成存在 是上手事物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 属性就必然维系在合适不合适上 合适不合适是就效用而言的 我们曾把效用理解为指引 指引不是某一用具的特殊效用 而是能够用适合性来规定用具器物的条件 上手事物具有指引结构 这就是说 它与其本身就具有受指引的性质 存在者被指引向某种东西 与这种东西结下因缘 而它就是在这种因缘关联中得到揭示的 因缘乃是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向来就有因缘 因缘的和所缘 就是效用的和所用 锤子同锤打有缘 锤打同修固有缘 修固又同防风避雨之所有缘 防风避雨之所是为此在能必居其下 每一因缘都是从因缘整体中呈现出来的 所以 因缘整体先于单个的用具 但因缘整体本身 归根到底 要回到一个不再有因有缘的和 所用之上 这个首要的和所用本身无所用 它在本质上就为存在本身之故而存在 因缘结构导向此在本身 导向最根本的为何之故 世界的先行开展 说的就是把存在者向着它的因缘整体开放出来 就其存在开放存在者 如它所示的那样开放存在者 如其所示 这在实际存在上说的是 不改变它 对它无所作为 但这在存在论上说的却正好相反 让上手事物作为上手事物开放 就其何所用开放出来 无论这种存在者 从实际存在上看 是不是保持原样 要让上手事物在实际操劳中照灭 我们恰恰要加工它 改善它 粉碎它 正是在这些过程中 上手事物才得了却其因缘 才是它本身 才存在 让存在者存在 就是室内 首先上到手头的东西的先行开放的意义 让它是 让它存在 却不等于说才刚把它带入存在 或把它制作出来 而是说就其上手状态 把一项已经存在的东西揭示出来 从而让它作为具有上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来照面 把某种东西向其因缘开放 是一种先天的完成时 它描述着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只要向操劳活动显现出来的是某种存在者 也就是说 只要这种东西是就其存在得到揭示的 那么 它向来就已经是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 而不是现成的世界材料 只有因缘整体以先行揭示 才可能揭示上手事物是什么 所以 在上到手头来照面的东西之中 上手东西的世界性已经先行揭示出来了 上到手头的东西只有通过向 开放才只能作为室内存在者得以通达 而这时 它向之开放的东西 本身也必定以某种方式开展出来了 室内存在者向之开放的那种东西 必定先行展开了 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死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理解 如果死在的存在就是在世 那么对世界的理解 就是死在对存在的理解的本质内涵 存在者向之开放的那种东西的先行开展不是别的 恰是对世界之理解 而这个世界就是死在作为存在者 总已经对之有所作为的世界 世界的存在方式 不同于在世界之内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我们确定今后把揭示 这个术语用于一切非此在世的存在者 所以 凡说到世界 我们将使用展开 而不使用揭示 死在在因缘整体中理解上手事物 从而向来 已经对上手事物的何所因何所缘有所理解 而这些理解 归根到底要归宿于对为何之故的理解 即对它自身有所理解 死在为能存在之故而存在 死在为了能存在之故而有所作为 有所利用 从而先行标示出了上手事物的何所用 标示出了上手事物的因缘联络 只要死在存在 它就总已经让存在者作为上到手头的东西来照面 存在者向之照面的何所向 就是死在在其中理解自身的何所在 而死在在其中理解自身的何所在 就是世界现象 死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向的结构 就是构成世界之为世界的东西 死在理解自身 就是把自己理解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 死在向来熟悉它自我理解之所在 这种熟悉对死在具有组件作用 并参与构成死在的存在之理解 死在可以明确地把握 组件的世界之为世界的诸关联 使之成为一项专门的任务 不过 对世界的熟悉不一定要求理论上的透视 而理论上的透视则要求这种对世界的熟悉 只有依据这种熟悉 死在才可能对自己存在的诸种可能性 乃至对一般存在的意义做出原始的阐释 死在的自我理解 把他所熟悉的诸种关联保持在自己面前 以使自己在其中得到指引 我们把这些关联之间的相互指引理解 为赋予意义 未能存在之故赋予有所利用以意义 有所利用赋予效用以意义 效用赋予何所因何所缘以意义 死在在这些意义之中 来理解自己在世界之中的存在 组建的世界之为世界的诸关联 互相勾连而为以意义整体 各个关联就在这个意义整体中 如其所适地存在 我们把这个意义的关联整体称为意义 它就是构成了世界的结构的东西 是构成了此在的和所在的结构的东西 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已经把自己指派向一个具有意义的世界了 展开了的意义是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建构 此在熟悉意义 这是存在者之所以能得到揭示的实际存在上的条件 存在者总是在某种意义中来照明的 要么具有某种意义 要么与某种意义相乖背而起疑 要么脱离了某种意义而荒唐无稽 意义是此在能够通过理解获得意义 以及通过言谈表达含义的存在论条件 而含义又是语言和言词的基础 然而我们若把上手事物的存在乃至世界之位 世界本身规定为一种指引联络 室内存在者的实体性 岂不就消解在一种关系系统中了 既然关系总是由思想建立起来的 室内存在者的存在岂不就消解在纯思中了 人们自可以从形式上 把指引联络描述为一个关系系统 不过 这类形式上的描述会米平真正的现象内容 像因缘和所用 为何之故这类关系 就其现象内容来说 天然就拒绝被弄成数学上的一种函数 它们也绝不是什么想出来的东西 而是操劳巡视向来活动在其中的关联 上手事物根本不会在这种关系系统中挥发掉 恰恰到由于世界之为世界 这种存在者才能作为自在的实体得到揭示 唯当此在能在操劳活动中 让室内存在者来照面 才有可能进一步通达仅止现成的东西 为基于现成存在 我们才可能用数学上的函数概念 来规定存在者的属性 函数概念只不过是形式化了的实体概念 为了阐释这些存在方式的谱系 我们在前词的探索中曾一再强调 存在论问题的结构与相度的三层区别 一上手存在 即首先来照面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二现成存在 即对上手事物独立进行揭示的活动 所规定的那种存在者的存在 三世界之为世界 即是内存在者 之所以能得到揭示的实际存在上的条件 最后这一项是在世的一种规定 是此在的一种生存论规定 前两项则是范畴 它们观设的存在者不具有此在世的存在 在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阐释之前 我们将先分析一下一种极端相反的世界观念 以便与它对照而更鲜明地展露 我们对世界之为世界的特有阐释 逼迪卡尔对世界的阐释 传统存在论常识 从某种室内存在者入手来阐释世界 结果却是世界现象根本不再映入眼帘 迪卡尔的存在论 也许是这种入手方式的最极端的例子了 我们将以它为例 来说明这种世界阐释是建立在何种根本 未经讨论的存在论前提之上呢 为此 我们就不仅要简短地描述这种存在论的基本特征 而且将结问这种存在论的前提 第十九节 世界之被规定为广袤物 迪卡尔把四肢同肉身或物质实体加以区别 这种区别后来演变为自然与精神的区别 无论怎样演变 这一对立的存在 论基础 以及这两个对立环节 本身都始终没有得到澄清 没有得到澄清的最切近 根源就在迪卡尔所作的区别之中 它以何种存在之理解 来规定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呢 自在的存在者的存在 称为substantia 这个术语一会儿意志实体的存在 即实体性 一会儿则意志实体本身 出现这种两异性不是偶然的 在奥密克戎与普希隆 西格玛 约塔 阿尔法这一希腊概念中就已有这种两异性 要从存在论上规定物质体就要求解说实体和实体性 迪卡尔认为 我们通过某些属性认识实体 每一实体都有一种独特的属性 这种属性构成了它的本性和本质 其余的属性都依附于这一属性 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是什么呢 长 宽 高三个方向上的广袤 为什么广袤具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因为物体的任何别的属性都是由广袤决定的 物质实体的其他一切规定性 尤其是隔边配置 形象 运动 都只有作为广袤的样式才能得到理解 而反过来 没有形象和运动的广袤却仍然可以理解 迪卡尔通过这种方式 证明了为什么应当用广袤 来规定世界的实体性 形象是广袤的一种样式 一个物体的广袤总量可以保持不变 而变换这一广袤在各个不同像度上的配置 呈现出不同的形象 例如它可以较长而较窄 也可以较短而较宽 运动也是广袤的一种样式 因为只要掌握了物体位置的变化 即使不问是它移动的力量 我们就能够把握运动 要认识运动 我们必须从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即从广袤来理解运动 也就是说 必须把运动理解为单纯位移 物体即使没有硬度 重量 颜色这类规定性 它也仍然是它所示的那样 这些规定性并不构成物质实体的本真存在 如果它们存在 也不过是广袤的不同样式 迪卡尔以硬度为例来加以说明 因为说到硬度 则我们凭感官对它所知道的 不外置一层 即坚硬物体的各部分在与我们的手接触时 就抵抗手的运动 但是 如果我们的手每次朝向它们运动时 一切物体都随着我们的手 以相同的速度向后退去 我们便永不会感到硬度 可是 只有傻瓜才会以为 这样后退的物体 因此就会失掉其所以为物体的本性 因此 物体的本性并不在于硬度 可见 广袤是在一切变化中始终保持如故的东西 是物体身上真正存在的东西 所以 实体的实体性有广袤加以规定 第二十节 世界之为广袤的存在论基础 有广袤规定的存在观念就是实体性 笛卡尔断言 实体就是无需其他存在者即能存在的存在者 充分满足实体观念的 就是完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的东西 这种存在者是完善者 我们只能设想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 那就是上帝 一切别的事物都是受造物 它们之所以能存在 必须借助于上帝的力量 即需要制作和维持 然而 在受造物范围内部 在世界范围内部 有些存在者至少无需人的制作维持就能存在 这样的实体有两类 丝质与广袤物 这两种是有限的实体 而上帝是无限的实体 然而 无论受造物还是造物者 都存在着 都是存在着 于是 我们要规定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 首先 就需要澄清以上三种实体 所共有的存在的意义 可是 有限的实体和无限的实体之间 有着无限的区别 因此 存在的意义包含着无限的区别 于是 笛卡尔说 把实体一词在同一意义下 应用于上帝和受造物是不恰当的 在这里 笛卡尔接触到了中世纪 存在论多次讨论的问题 存在的含义 以何种方式意味着上述的各种存在者 既然在上帝和世界这两种存在者的存在之间 有着无限的差别 存在 这个词就不可能在同一意义下 抑制这两种存在者 但存在又不是一个形同实意的名号 因为在两种场合下 理解到的都是存在 既非意义相同又非明同实意 于是 经验哲学家把存在的含义 理解为类比的含义 这种看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雏形 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地进行存在论研究这一方面 笛卡尔远远落在经验哲学家后面 他简直就是回避问题 仅仅认为把上帝和受造物都称作 实体是有疑问的 似乎就可以避而不谈 实体性这一观念究竟包含何种存在之意义 以及实体的种种含义 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至于存在本身说的是什么 则中世纪存在论也像古代存在论一样 不曾追问下去 人们依据未经澄清的存在之意义来讨论实体问题 而存在的意义本身又由实体性来加以说明 无怪乎他们的讨论得不到丝毫进展 而这一意义始终未经澄清 乃是因为人们把它当作不言而喻的 笛卡尔不仅避而不问关于实体性的存在论问题 还明确强调 实体之作为实体的存在本来就是无法通达的 我们所以能发现实体 并非因为它存在着 因为仅仅存在自身是不会触动我们的 存在本身不触动我们 所以它不会被觉知 康德的存在不是真实的谓词 这种说法只不过重申了笛卡尔的命题 这样一来 人们就从原则上放弃了提出 纯粹的存在问题的可能性 而要道去寻求实体的诸种规定性 因为存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 所以存在就由各类存在者的属性来加以表达了 但又不是由某些随随便便的属性来表达 所寻找的属性应该满足未经名言 却以设为前提的存在与实体性的意义 就物质实体来说 首要的属性就是广袤 于是 世界何以被规定为广袤物的存在 论基础就很清楚了 这一存在论规定 实际上是由存在者的属性来支撑的 这又造成了substantia这个术语的两一性 一会儿用来指实体 一会儿又用来指实体性 在这种含义的细微区别后面隐藏着的却是 未曾掌握根本性的存在问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 就要以正确的方式追踪这些同义词 这可不是无所事实的咬文嚼字 我们必须冒险深入事情本身 才能清理出各种奥妙 第21节 用解释学方法讨论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 我们要从批判的角度追问 笛卡尔的世界存在论 究竟寻找不寻找世界现象 如果不 那么他对室内存在者的规定 是否至少能使我们看得到他的和世界性 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笛卡尔物质实体 或自然道只有通过 首先从室内上到手头的存在者 才能得到揭示 他对存在者的阐释 及这一阐释的存在论基础 却跳过了切近照明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乃至他虽然截然区分了上帝 我和世界 却完全无助于提出 并促进关于世界的存在论问题 而是恰恰跳过了世界现象 在第14节讲解世界之威 世界这一问题的时候 我们曾提示 获得通达世界现象的适当道路是极重要的 什么是笛卡尔选定的通达方式呢 他把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连同世界的存在都规定为广袤 而通达这种存在的唯一真实通路是智性认识 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 什么东西的存在方式适合于数学认识 什么东西就在本真的意义下存在 这种存在者的存在 即广袤 是始终不变的 数学所认识的就是这种以不变应万变者 笛卡尔不是让室内存在者 自己提供出自己的存在方式 而是把某种存在观念派定到世界头上 他始终把存在理解为现成存在 然而既为指出这种存在观念的来源 又为证明采用这种存在观念的道理何在 所以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笛卡尔 似乎偶然倚重于某一门科学 即规定着世界存在论的数学 而在于他依循 现成持存这一存在观念来制定方向 而这种存在方式 是特别适合由数学认识来把捉的 这样一来 笛卡尔就明确地把哲学从传统存在论 扭转为近代数学 物理极其超越基础了 笛卡尔无需忽 提出如何适当地通达室内存在者这个问题 传统存在论早把掌握存在者的方式决定好了 开始于静观这种直观方式而完成于理性思维 笛卡尔就依据这条线索 来批判另一种直观方式 即同知性认识相对的感觉 按照笛卡尔的表述 首先给予感官的是有色 有味 有硬软 有冷暖 有阴调的辣块般的物 而这种东西 以及一般有感官给予的东西 在存在论上无关红纸 感官根本不让我们就其存在来认识存在者 而只不过报道出外部世界内的物体 是否有异或有害于育于肉身的人这种东西 物体的本性不在于硬度 重量 颜色这些刺激我们感官的属性 而旨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 宽 高三维广袤的存在物 我们在第19节额要介绍了笛卡尔对硬度 经验与阻力经验所作的阐释 现在我们将通过对这一阐释的批判来表明 要把显现在感性里的东西 就其本身的存在方式提供出来 乃至于规定这种存在方式本身 笛卡尔是何等无能为力 笛卡尔把硬度理解为阻力 但阻力像硬度一样 几乎没有在现象意义上被理解为 就其本身被经验到的东西 和可以在这种经验中加以规定的东西 阻力无非是 物从现有位置上退缩 也就是说不发生位移 一个物体具有阻力就等于说 它相对于另一移动者的物体 停留在某一确定的位置上 或其移动速度低于那另一个移动的物体 这种阐释取消了感性觉知 从而也就使我们不可能规定 在感性觉之中照面的存在者 笛卡尔把感性觉知翻译为 他所知的唯一方式 即两个现成广袤物的共同存在 而且这种共同存在本身也是由广袤来描述的 广袤主要是描述现成状态的范畴 因而 共同存在就是共同现成存在 笛卡尔用两个物体的不同速度来解释硬度 而完全忽视的硬度是在触碰行为中显现的 若所谈的存在者不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 或至少生物的存在方式 就根本显示不出硬度 笛卡尔依赖于某种特定的存在观念 来描述通达室内存在者的方式 而这种存在观念 本身却是从室内存在者的某一属性多取的 笛卡尔所持的存在观念 说明了他为什么以上述方式规定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为什么会把室内存在者同一般世界混为一谈 不仅如此 这一存在观念还妨碍他恰当地看待此在的行为举止 看不到一切感觉和知性 原本都是在世的可能样式 结果 笛卡尔倒把此在的存在像广袤物的存在一样 理解为实体性 然而 这番批判讨论 不是把某种完全处在笛卡尔事业之外的任务 塞到他名下 然后再指责他不曾解决这一任务吗 如果他根本不知世界现象 那他怎么会把某种存在者同世界混为一谈呢 在原则性论争的原地里 不可仅仅拘泥于文本提出的问题 还必须以提出问题的实质倾向来判定方向 通过思质与物质的讨论 笛卡尔不仅想要提出我与世界的问题 而且他还要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在他的沉思路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人们也许会这样为笛卡尔辩解 他尽管跳过了世界问题 但毕竟提供了物质自然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论 而现实的其他层次 都是在物质自然这一基础层次上建立起来的 通过广袤的量变 物体便具有了种种性质 而在这些性质之上 又有了美、丑、适当、不当、有用、无用等不可量化的价值 自然物也就被补足为使用物等等了 如此分层递进 既稳当又容易 然而 且不谈世界这一特殊问题 沿着这条道路果真能达到室内事物的存在吗 物质的物性 不是未曾严明地假设了一种存在吗 那就是现成存在 事后 为这种存在配上价值术语 并不能得到什么补充 因为价值仍然是属于现成性的一个范畴 有价值的事物 这一提法 已经把现成的物质实体设定为基础层次了 限于现象学的经验已经在意想为实体的存在者身上 觉察到了某种不可能凭借物性充分理解的东西 所以单纯物性才需要补充 落彩把价值获其有效性把握为赞许的一种样式 而这些东西的存在究竟说的是什么 价值是怎样附着在实体上的 这些疑问只能表明 问题从原则上已经提歪了 干嘛要先把使用物包掉了皮 然后再修补上呢 修补工作又以什么为蓝本呢 要获取这种蓝本 岂不仍然需要把室内首先来照面的存在者的整体现象收入眼帘吗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 就积极地从这种现象整体开展我们的分析工作呢 迪卡尔把自然物性当作首先可以通达的室内存在者 又把世界问题等同于自然物性的问题 这样就把问题收得更狭隘了 他意想出一种最严格的认识方式 并坚持认为对存在者的这种认识 也就是通达其存在的唯一可能的通道 然而 广袤这种属性根本无法说明实体的存在 我们同时还应看到 对这种物性存在论的种种补充 仍然活动在迪卡尔式的教条基础之上 根本不能把捉使用物的上手存在 我们在第十四节已经提示过 跳过世界及首先照面的存在者不是偶然的 不是仅仅虚加弥补的疏忽 而是只根在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之中的 所以至关重要的始终是分析此在的主要存在结构 从而获得介意理解一般存在的概念的事业 我们从业余理解了的存在概念出发 将能够原始地理解上手状态与现成状态这些存在方式 到那时 我们才能够更充分地思考以下这些问题 一 为什么我们的存在 论传统 从一开始就跳过了世界现象 巴门尼德是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这种情况一再重演 二 为什么是内存在者跳进来 代替了被跳过去的世界现象 而成为存在论课题 三 为什么首先在自然中发现是内存在者 四 当人们觉察到这种世界存在论 必须加以补充的时候 为什么要借助价值现象来补充 通过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才能对世界问题的提法有积极的理解 才能说明为什么这一提法始终缺辱 而我们对如今仍颇流行的迪卡尔式的世界 存在论所作的批判 也才能充分研制成立 迪卡尔把广袤是做世界的基本存在论规定 但我们上面的考察应以摆明 广袤这种属性 并不曾提供建议理解世界现象的基地 不过广袤参与组建空间性 而空间性又对世界具有组建作用 就这一点而言 迪卡尔把广袤提出来 作为室内存在者的一切规定性的前提 有其现象上的道理 并为理解某种先天事物做了准备 康德则更深入地确定了这种先天事物的内容 所以我们虽然不像迪卡尔那样把广袤同空间性错认为一回事 对迪卡尔的世界存在论的讨论 却仍然有助于我们从正面解说世界的空间性 以及此在本身的空间性 当然 紧紧回溯到广袤这一规定性 并不就能理解 世界即是内存在者的原始空间性 更不说理解此在本身的空间性了 C是内存在者的空间性与此在的空间性 我们在第十二阶层把在之内与在之中加以区别 在之内说的是一个具有广袤的存在者 被另一种具有广袤的存在者还为 而这两者都现成摆在空间之内 此在的在世界之中 却不是以这种方式摆在空间容器之内 这不是拒绝承认此在具有空间性 而是要标示出此在特有的空间性 有待规定的则是 在世界之中的这种空间性质 在何种意义上参与组间世界 特别有待表明的是 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 本身的空间性质根于世界之为世界 而不是反过来 仿佛世界到现成存在在空间中 然而 只要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同样也在空间之中 那么 这种存在者的空间性 就同世界具有某种存在论联系 探索此在的空间性与世界的空间规定 这项工作要从分析室内存在者的空间性出发 第二十二节 场所与位置 空间参与组间世界 所以我们在描述上手事物的时候 已经涉及它的空间性 不过 我们尚未规定空间在何种意义上 参与组间世界 尚未展示空间性如何 包括在上手事物的存在结构中 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上手的东西是切近来照面的存在者 也就是在近处的存在者 上手这话已经提示出近 用具器物具有切近的性质 只不过这种切近不能由现成距离来衡量 而是由操作使用的巡视来了解的 操劳的巡视 同时又是着眼于通达用具的方向 来确定其远近的 用具并非随便摆在哪个空间点上 而是在相互配置的整体中有其位置 即使它们四下堆着 也不同于单纯摆在随便什么空间地点 工具联络是各个位置互为方向 这些方向又从联络整体得到规定 每一用具器物各一起合所用而各属其所 因此 用具的合所用是它们各属其所的条件 其合所用把它指派到它的合所在 我们把这些指向的整体称为场所 场所不仅标识用具的指向 也标识着用具处在某种环位之中 位置的方向与远近 都是在某个场所里面得到规定的 所以我们必须先监视场所 才能确定各个位置 依场所确定用具器物的形形色色的位置 这就构成了室内存在者的周围性质 显明了从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事物 环绕我们周围的情况 空间性说的绝不是先有三个维度 表示出种种可能的空间点 然后有现成物体摆到这些空间点上来 空间的维性还掩藏在上手事物的空间性中 上面说的是房顶那里 下面说的是地板那里 前面说的是门那边 一切和处都是由日常操劳的步伐和途径来揭示的 由巡视来解释的 而不是以空间测量的办法来确定的 场所是就位置之间的联系说的 位置是就存在者有其场所说的 场所在各个位置中向来已经上到手头 上手事物的位置是向着操劳活动提供出来的 并向着其他上手事物制定方向 太阳的光和热为人所利用 而太阳随着这种利用的不断变化而有其位置 日出 日午 日落 午夜 太阳不断变化但又横长上到手头 它的位置变成了突出的指针 指示出我们地上生活的各种位置所处的场所 房子有向阳面与防封面 各个房间及房间里的家具摆设 就依照这两面来配置 教堂与墓地分别面向日出和日落 那是生与死的场所 此在在操劳活动中 总已先行揭示出了对它具有决定性牵连的场所 场所虽然是位置的条件 但它通常是熟悉而不出目的 往往当我们不曾在其位置上碰到某种东西的时候 位置的场所本身才首次成为明确可以通达的 操劳巡视 首先把空间理解为用具整体的空间性 整个空间作为用具整体的位置 向来就属于存在者本身 这里还谈不上纯粹空间 空间分裂在诸位置中 但既然具有空间性的事物是一个因缘整体 空间也就通过这种因缘整体而有自身的统一 空间的空间性向来属于世界自身 并非周围世界摆在一个事先给定的空间里 而是周围世界特有的世界性质 在其意运中展现出整体的因缘联络 因缘联络归根到底是为了此在的存在之故 只因为此在在世并因而具有空间性 所以才可能让上手事物 在其周围世界的空间中来照面 第二十三节 取原与定向 如果空间性参与组建此在的存在 那么在空间中存在 显然必得由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来解释 现成占据一个空间点 或在一个位置上上手 这两者都是室内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不能说明此在的空间性 此在在世界之中 说的则是他操劳于室内存在者 操劳的空间性具有双重性质 一重是定向 另一重是去远 去除其远而使之近 此在在操劳中 让向来存在着的东西到近处来照面 这种去除其远的活动 揭示出存在者相去之远近 此在为通过这种相去之远近 才能规定室内存在者互相之间的距离 两个空间点或两个物体之间有大大小小的距离 但说不上由远有近 因为这些存在者 哪一个都不能去除其远而使之近 半导 准备好 弄到手 这些操劳活动都具有去其远而使之近的性质 就连某些纯认识的方式也具有这种性质 此在本质上有求近的倾向 我们当今或多或少都一起被迫提高速度 而提高速度的目的都是克服相去之远 例如无线电的出现 时此在如今 在扩展和破坏日常周围世界的道路上 迈出一大步 把世界带到如此之近对此在都意味着什么 现在还无法一目了然呢 相去之远近不在于明确计算距离 我们说 到那里有一程好走 有一箭之遥 要一代烟功夫 这类估计也许不准确 也许变动不定 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有 其完全可以理解的确定性 即使官方和准的固定尺度已经属为人知 人们仍然以这种巡视的方式估计远近 说一段路要走半个钟头 并不是说要走三十分钟 而是一段绵延 而这段绵延又不是时间延伸的长度 而是通过走路这种操劳得到解释的 这些尺度不仅不是用来测量距离的 还表达出 相去之远近属于人们正操劳巡视的存在者 从而同上手事物一样 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室内性质 上手事物不是对一个免于此在的永恒 观察者现成摆在那里 而是在此在的巡视操劳的日常生活中来照明的 人们可能准确地知道客观距离 但这个知却还是盲的 它不具备 以巡视揭视的方式 接近周围世界的功能 人们只是为了向 切身相关的世界去存在 并在这一存在之中才运用那种知识 接近于远去 向来就是操劳着向某种存在者存在 一段道路甚至可能日益其长度 客观上的遥远之途其实可能颇近 而客观上近得多的路途却可能行之不易 乃至永远走不到头 此在走在它的道路上 而此在上了路 并不是为了穿越一段空间 若说对相去远近的巡视是主观的 那这样一种主观性 大概皆是这世界的实在性中最为实在者 这同主观任意的看法毫不相干 因为这类看法所看到的东西 同存在者的自在存在 完全是两码事 而操劳巡视所揭示的 恰恰是此在向来就一直存在的 真是世界的自在存在 一上来就把远近当作测定的距离 就掩盖了在世界之中的原始空间性 切近的东西根本不是离我们距离最短的东西 切近的东西一旦用雷同的尺度去计量 它倒相去的远了 此在一区其远而使之近的方式具有其空间性 因此 我们首先越过在距离上最近的东西去听去看 看与听被称为远距离感觉 而此在却主要逗留在它们之中 眼睛近在鼻梁上 然而对戴眼镜的人来说 这种用具比起对面墙上的话要相去远甚 乃至于往往不觉察它 用来远距离通话的电话筒 也有这种不出目的性质 我们走路的时候 脚就处在街道上 但比起二是不开外的熟人 街道却相去远甚 周围世界的空间首先是活动空间 巡视操劳逗留之处就是窃近之处 就是借以规定远近之处 去其远而使之近 并不意味把某种东西 移到离身体距离最小的某一空间点 接近是以首先在操劳之际来照明的东西为准的 虽然也可说此在占据一个位置 但我们必须把这种占据位置理解为 去除上手事物之源 而使它进入由巡视先行皆是的场所 此在从周围世界的那里理解自己的这里 此在就其空间性来看 首先从不在这里 而是在那里 此在从那里回返到它的这里 而这就是说 此在通过从那里上到手头的东西 来解释自己有所操劳的存在 既然操劳活动始终具有去其远而使之近的性质 上手事物就不可能没有远近 此在所能做的始终只是改变远近 而不可能跨越这种远近 此在当然可以跨越某一距离 不过 跨越距离 本身是一种去其远而使之近的操劳活动 此在随身携带着去其远使之近 而这就是此在本质上的空间性 此在以揭示空间的方式具有空间性 这就是说 以去其远而使之近的方式 对在空间中来照明的存在者有所作为 去其远而使之近同时具有定向的性质 接近总是向着一定的场所接近 去远与定向 作为在之中的组建因素 共同规定着此在的空间性 标志突出的具有指示方向的功能 这种用具使上手事物的合所来合所往 对操劳巡视 保持开放 就像此在随身携带着去其远而使之近一样 它也随身携带着定向活动 左和右这些固定的方向就源自这种定向活动 此在空间化在它的肉体中 而这种空间化也依循这些方向标明 所以用在身上的上手事物必须依左右来定向 例如手套就是这样 相反 其他用具虽然需要撑手 却不是用在身体上的 所以 锤子虽然由手来掌握使用 却无左锤右锤之说 不过需得注意 左右不是主体的主观感觉 而是像其他定向活动一样来自此在的在世 是面对总以上到手头的世界制定的方向 通过康德所说的那种 对我的两侧之区别的单纯感觉 我绝不可能在一个世界中变清方向 具有这种单纯感觉的主体是一个虚构的入手点 真实的主体 即此在 总已在一个世界之中 并在这个世界之中为自己制定方向 从康德所举的那个例子就可以看清楚这一点 假设我走进一间熟悉却昏暗的屋子 我不在的时候 这间屋子完全重新安排过了 反本来在右边的东西现在都移到了左边 我若要为自己制定方向 除非我把捉到了一件确定的对象 否则对两侧之区别的单纯感觉是毫无注意的 潘基这一对象是康德附带说道 我在记忆中有其地点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无非是 我必定从我一向欲于其中的某个熟悉的世界 为自己制定方向 某个世界的用具联络必须先移及于此在 我一向欲于某个世界 这对制定方向是其组件作用的 其作用绝不亚于对左右的感觉 此在的这种存在建构是不言而喻的 但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压低其组件作用 康德实际上也不可能无视这种基本建构 他所说的 我在记忆中有其地点 利用的正是这一建构 然而 他却从心理学来阐释这一再式建构 从而远离了适当的存在论解说 此在的整体建制即在世是制定方向的基础 而一般的定向活动 又是按照左右制定方向的基础 当然 康德并非一再专题阐释定向活动 他不过是要指出 凡制定方向都需要某种主观原则 但在这里 主观所意味的应是 先天 然而 依左右而定向的先天性 却置根于在世的先天性 这种先天性同先行局限于无世界的主体 完全是两码式 我们解说了室内上手事物的空间性 与在世的空间性 这才是我们得以清理出世界的空间性现象 得以提出空间的存在论问题 第24节 空间性与空间 此在在世随时都已揭示了一个世界 巡视在世是具有空间性的在世 只因为此在已去其远而使之近 以及以制定方向的方式具有空间性 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 才能在其空间性中来照面 用具器物在一定的方向和远近上定位 这样展开的空间上不是纯粹的三维空间 而是定位的联络 上手事物包含着位置和场所的空间因缘 基于这种空间因缘 让室内存在者来照面 就是一种 给予空间或设置空间 即向空间性开放上手的东西 设置空间的活动揭示出 先行提供出位置的整体性 从而我们能够实际上制定方向 能够移动事物 清除事物 用事物来充色等等 既然是在世的此在展开了空间 那么应该说空间在世界之中 而非世界在空间之中 但这并非说空间处在主体之中 亦非说主体把世界当作在一空间之中 而是说 从存在论上正当理解的主体 即此在本身具有空间性 因为此在以上述方式具有空间性 所以空间显现为先天的东西 先天在这里不是说空间先行 属于一个尚无世界的主体 而是后从这个主体抛射出来 而是说凡上手事物来照面之际 空间也已经作为场所来照面了 先行得到揭示的场所首先是不触目的 然而空间性也可以成为专题 成为计算和测量工作的任务 例如在盖房和丈量谱地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些专题化主要还是以巡视方式进行的 但这时空间就其本身而言 已经以某种方式映入眼帘 空间 首先就在这类专门的操劳巡视中 随着在时而被揭示 认识活动基于如此这般专题化了的空间性 才得以通达空间本身 我们可以静观空间 并通过对空间的形式 直观 揭示出纯粹空间的各种可能关系 而这样做的代价 是使空间性失去了它原本包含的意韵 对空间的静观 使周围世界的场所中立化为纯粹的维度 是原本属于用具器物的位置 沦为随便什么物件都可以占据的地点 空间性失去了因缘性质 世界失落了特有的周围性质 周围世界变成了自然世界 世界作为上手用具的整体 经历了空间化 而成为只具有广袤的现成物体的联络 具有世界性质的上手失物意世界化了 单质的自然空间 就在这种意世界化的存在者那里显现出来 总之 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阶梯 才能达到纯粹的单质的空间 但考察这些阶梯的联系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对于在世的此在 空间总是作为已经结实了的空间出现的 但空间又是某种东西的纯粹 空间性存在的条件 就此而论 空间本身首先仍然掩蔽着 空间诚然在一世界之中显示出来 但单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决定空间的存在方式 此在先天具有空间性 但空间的存在方式不同于此在的存在方式 在派生的意义上 上手事物和现成事物也具有空间性 但空间不一定和它们具有相同的存在方式 我们不能从广袤物的存在方式 来理解空间的存在方式 但它也不是这类广袤物的现象 那样的话 空间就其存在来说就同这些物体无所区别了 但更不能由此推论说 空间的存在等同于主体的存在 可以理解为仅仅主观的存在 且不谈这种主体的存在本身还疑问重重呢 空间的存在论地位直到今天还犹豫不定 这主要不是由于对空间的内容缺乏知识 而主要是由于对一般存在的诸种可能性 缺乏原则性的透视 要从存在论上理解空间问题 关键在于把空间的存在从那些偶获可用 多万却颇粗糙狭窄的存在概念解放出来 放眼看到空间性实际上如何现象 从而把空间存在的讨论 引导到一般存在问题的讨论方向上来 空间规定不是室内存在者的首要规定 也不是首要规定之一 更不是世界现象的首要规定 不可能通过周围世界的意识界化通到空间 为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 只不过 在世的词在本质上具有空间性 所以空间也参与组建世界 第四章 共在于自己存在 以及常人 前面对世界之为世界所做的分析 始终都把在世的整体现象收在眼中 不过 日常死在主要通过操劳活动在世界之中存在 所以 我们首先通过用具器物对世界进行阐释 现在我们将探讨在世的另一个组件环节 即日常生活中的死在本身 这一课题的主导问题是 日常死在是谁 这一问题将把我们引到 共同存在与共同 此在这些 此在结构 通过这些结构 我们将看到 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乃是常人 第二十五节 此在是谁 我们在第九节提出 此在就是我自己一向所示的那个存在者 这一形式上的提法 似乎已经回答了此在为谁这个问题 人们把这个存在者称作subjectdom或主体 即在形形色色的他性之下的自义者 更进一步 主体就是在变局不定的行为及体验中 保持同意的自我 人们所理解的主体或自我 其实是在一个封闭域中始终现成存在的东西 是一种比其他根据更优越的根据而已 人们现在不愿再把灵魂 意识 人格称作实体 但人格等等的存在方式却始终未经规定 这恰恰因为人们其实仍然不言而喻的 把主体理解为以实体那样的现成方式存在 然而 我们绝不可把自在的存在方式倒错为现成存在 即使再看似无关紧要之处也不行 这是生存论问题的提法不容破坏的纪律 此在向来所示者就是我 这是一个存在论规定 实际存在上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提法 我 而非他人 是这一存在者 然而 这个提法相当粗糙 我们不可误以为 他在存在论上 已经提供了理解此在的可靠指示 甚至就实际存在而言 这个提法 也不一定是合于重现日常此在的现象实情 日常此在也可能恰恰不是我自己 关于此在为谁的问题 最为自明的答案自古流行至今 从中又派生出形形色色的提法 我们必须在这种种答案和提法面前保持警惕 坚持从我们所要探讨的存在 这本身所展示的现象 来进行现象学阐释 而警方把问题提颠倒了 然而 健康的方法论 不是要求我们从明白无误的给定性着手吗 有什么东西比我的给定性更毋庸置疑呢 为了牢牢把住这个我的给定性 就得撇开一切其他连同给定的东西 不仅要撇开世界 而且要撇开其他诸我 这种给的方式是速谱的 形式上的 反省的我知知觉 而给出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 也许如此 关于这些内容的讨论 甚至还可能为形式上的意识 现象学制定框架 从而形成一项独立的现象学任务 但即使上述方式开展了此在 我们仍需问一问 它是就此在的日常生活开展出此在来吗 对自我的速谱知觉和反省 究竟是不是先天自明的 也许日常此在基于其本身的存在方式 通常就以扭曲的形式给出 自我 其通常的自我解释 是足把生存论分析引入迷途 此在也许首先和通常不是它自己 此在总是说 我就是我自己 但也许偏偏它不是自己的时候 它说的最起劲 我就是我自己 这一说法在实际存在上 竟可以是正确的 但在存在论工作中 采用这类命题则要求 在原则上有所保留 我 直渴理解 为某种东西的不具约束力的形式标记 这种东西在某些现象的存在联络中 也许会占入自身为它的对立面 但这绝不等于说 非我在本质上缺乏我性 非我是我本身的某种确定的存在方式 例如失落自我 如果我们意在从现象上充分回答日常 此在为谁的问题 那么前此提供的正面的此在阐释 就已经禁止我们从自我的形式给定性出发了 我们以再三提示 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 也从不曾给定 同样 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也并不首先给定 但又不像摄罗所说的那样 仿佛因为他人共同在此的现象是给定的东西 因而 这种现象的存在论结构也就不言而喻 无需探索了 不过 日常此在为谁不仅在存在论上是个问题 而且在实际存在上也灰暗不明 把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此在的方式 从现象上收入眼帘 并从存在论上加以适当解释 这正是我们的任务 关于此在存在的基本建构 第九节与第十二节曾做过两个形式上的提示 此在就是我 此在的本质根基于它的生存 就眼下的任务来说 后一个提示是更重要的指导线索 我只有从生存论上才能得到解释 因为此在既可以作为独立自一的此在生存 又可以在丧失自我的方式中生存 人们也许会担心 若把自我理解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之一 那就取消了自我的核心意义 滋养这种担心的仍是把此在看作现成事物的成见 然而 人的实体不是综合灵魂与肉身的精神 而是生存 第十六节 他人的共同此在 我们应当从日常此 再滞留于其中的那种存在方式来追索日常 此在为谁 此在的任何一种存在样式 都是由此在再世这种基本建国规定的 细此为止 我们只讨论过室内存在者前来照面的情况 这个限制有助于简化我们的阐释 然而 第十五节已经说到 劳动产品源是为承用者制作的 所以承用者随同室内存在者一道照面 同样 材料的制造者或供应者也随同操劳 所使用的材料一道来照面 手头的书是从某人那里买来的 或是某人赠送的 我们沿着一片园子的外沿走 而不是穿过园子 因为它是别人的园子 由这个人维护得井井有条 靠岸停泊的小船 在他的自在中 就指向用他带步的人 他人随同来照面的用具 器物不是一些现成物件 仿佛他人只是附加在这些物件上 这些用具 器物在他们由之而来 照面的世界中 对于他人 世上到手头的 而这个世界自始也总是我的世界 可见 此在的世界开放出来的不仅有用具与物体 而且有以在世方式存在的存在者 他们和此在本身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 他们在这个世界中 以在世界之内的方式来照面 他们也在此 他们共同在此 但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 却又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 然而这样一来 我们岂不照样先把我高标特例加以绝缘 然后才从这个主体过渡到他人吗 但必须注意 这里说到他人 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全体余数 而这个我则从这全部余数中误然特例 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 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 共他人在此不等于共同现成存在 这里的共同是一种此在世的共同 即共同在世 所以世界向来也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 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 在世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 他人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 说到他人 一下子就会涌上来一批 把他人解释为现成存在者的理论虚构 因此 我们必须格外强调 他人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现象实情 此在并非先针对他人把自己的主体区别开来 也非先把一个静观道的自我摆在那里 介意把他人区别开来 仿佛唯有这样做了他人才能来照面 他人是从此在操劳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来照面的 凡此在都首先从世界方面来照面 甚至包括自己的此在 恰恰当此在不在那里玩为自己的体验 当此在不在其行为举止中 总意识到一个主体中心 他的此在才自然涌现 此在首先在他所经营 所需求 所防备的东西中发现自己 甚至 我这里这个说法 也必须从生存论空间性来理解 第二十三阶层提示 我这里不是指我这物体特具的一个空间点 而需从上手的世界那里来加以理解 此在日常操劳之际就滞留于那里 红宝指出 有些语言用这儿表达我 用词表达你 用那儿表达他 并说这些语言是用地点副词来表现人称代词 表达地点的词是副词还是代词 其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 人们争论不休 但若注意到地点副词 和作为此在的我有一种关联 这种争论就丧失立足之地了 这儿 那儿与此原本都不是纯粹的地点规定 而主要是此在的规定 具有生存论空间性的含义 它们也不是代词 它们的含义发生于地点 副词与人身代名词分野之前 而这种原始含义提示 此在之解是在未经理论上的歪曲之前 是直接就此在寓于世界的情况来看待此在的 是直接就此在有所定向的具其原 使致敬的操劳来看待此在的 再说这儿 时消融于其世界的此在并不是像自身说过来 而是从自身说开去 说到一个在巡视中上到手头的东西那儿去 但这时此在还是一指自身 他人的共同 此在同样从室内存在者方面来照面 但即使他人自己的此在成为客体 他们也不是作为现成的人称物来照面 我们仍然是在他们的在世中和他们相遇 即使我们看到的他人空助力的时候 看到的仍然不是现成的人这物件 助力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 无所操劳无所巡视 心由目想而不滞留于任何事情 人人都在其共同在世的此在中照面 但此在这个术语明白表示 此在作为存在者可以与他人区别开来 可以与他人无设 然而就其存在而言 此在本质上就是共同此在 他人能够作为共同在世界中的存在者 为某一个此在开展出来 只因为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 同样 只因为自己的此在具有共在的本质结构 自己的此在才能为他人照面 此在本质上是共在 这话却不是说 我并非独自现成存在 还有我这样的他人与我并列 那样的话 此在是不是共在 就每一次都要由他人是否出现而定了 即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 不被感知 共在也从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 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 而且只能为一种共 在而不在 独在也是共同在世 是共在的一种残缺样式 此在可能独在恰是共在的证明 另一方面 有第二个人或更多的人排列在我旁边 并不能消除实际上的独在 有一大群人在侧 此在也能独在 然而 那一群人也非只是现成排在那里而已 他们即使莫同路人 他们也共同在此 以冷漠的方式共同在此 我们不能把共在理解为许多现成主体的总计 只有在某种特定的派生的共在方式中 我们才会把他人当作一些数字来计量 这种计量却没有认真和他人共在 没有真把他人算数 我们把此在的一般存在规定为操心 这一点将在本篇第六章详细阐释 现在需要讲明的是 共同此在也是从操心的现象得到解释的 我们用操心的现象来解释 此在对用具器物的作为 从而把这些总称为操劳 虽然共在也是面向在室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 但操劳这个术语不适合于共在 因为此在作为共在对之有所作为的存在者 不具有用具器物的存在方式 而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 为此我们选用操持F 而Sorge这个表达是 供给衣食 看护病人 这些都是为他人操持的实际势力 但像操劳一样 我们把操持专用为生存论结构的术语 例如 社会福利事业这种实际的操持活动 就值根于共同此在的生存论建构 之所以实际上迫切需要社会福利 正因为日常此在生存在操持的残缺样式中 各自顾各自的 互相怂恿 互相拆台 各扫门前雪 这些也都是操持的样式 这些残缺样式恰恰表明日常相处的特点 事不关己的日常相处 很容易把存在论产式引入歧途 使得人们把共在首先解释成许多主体 现成摆在一起 然而 无关紧要地摆在旁边 和冷漠相处时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其积极的样式来看 操持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 一种是戴袍 这种操持方式多半关乎对用具器物的操劳 此在把有待操劳只是从他人那里揽过来 使他人完全脱卸其事 这种做法把他人挤出原地 用自己的此在代替了他人的此在 竟至于取消了他人的操心 这种操持方式很可能把他人变成依附者 虽然这种控制也许默不作声 而被控制者也始终无所觉察 戴袍这种操持方式在广大范围内规定着 日常共在 另一种操持则与此相反 不去戴袍 而为他人自己的生存做出表率 不是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来 而是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 让他人在他自己的操心中明见自己而的自由 这种操持方式涉及的不是他人所操劳的事物 而是涉及他人的生存 涉及本真的操心 在这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之间 操持活动有多种多样的混合形态 总的说来 操持既涉及室内存在者 也涉及此在的本真存在 日常共处通常却限于共同操劳的事物 源于从事共同事物的共处多半不仅留于表面 还需小心谨慎地保持距离 古来共事的人们 常常只靠猜疑来滋养他们的共处 反之 为共同事业齐心 陆立却基于每一参与者 各自掌握了自己的此在 真是团结在一起的此在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从而让他人的此在自由涌现 操持为供他人同在所固有 亦如操劳为使用用具器物所固有一样 操持也同操劳一样 其日常样式不言自明 从而并不触目 与操劳巡视相应 操持由故使 故惜得到执也 不管不顾 无所顾惜 见死不就都是顾惜的残缺样式 第十八节层指出 用具器物只能够来照面 只能够为巡视所揭示 归根到底是为此在的存在之故 而此在本身也正是为这种存在之故而存在 这里又表明 他人的存在是共同此在 因而 此在作为共 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 即使此在不需求他人 即使他以为无需他人 或者当真离群所居 他也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 共在就是生存论上的为他人之故 他人的此在已经通过共在展开了 这种先行开展参与组建意韵 参与构成世界之为世界 因为世界之为 世界是在 为何之故中确定下来的 此在对存在的理解中包含对他人的理解 这种理解同样不是由认识得到的知识 而是一种原始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 此在的自我认识也以对共在的理解为基础 此在同他人一道 在周围世界中有所操劳 有所巡视 有所发现 而自我认识首先来自对这些活动的理解 日常操持往往以操劳于用具器物的方式出现 所以 此在也首先从操劳所及的事物来理解 操持活动和他人 再则 日常共在多以残缺的操持样式出现 所以 此在需要熟悉种种交往共识 才能认识他人和自己的共在 但若共处采取了矜持 隐秘 乔装的形式 那就还需要通过某些特殊的途径 绕到他人后面才能接近他人 了解他人 向他人公开自身或封闭自身 都以共同在世为基础 而且其本身就是共同在世的方式 同样 对他人的认识也来自与他人共同在世 我们和他人打交道 有时需要专门了解他人 琢磨他人的行止 但这种认识还不就是对他人心里的理论认识 然而 对共在的理论研究 很容易最先注意到对他人的专门认识 结果反把它当成了共在的基础和条件 移情说就主张 我们若要真正理解他人 就需要把自己的感觉移植到他人身上 直至于感同身受 移情这个名称就不很恰当 仿佛首先给定了一个穷穷竭力的自己 通过移情的桥梁作用 才通到原本封闭着的其他主体 像他人存在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现象 不可否认 对他人认识的是否贴切 有赖于各个此在自我认识的是否透彻 但透彻的自我认识 原就包含 无所为是的动见自己的此在如何与他人共在 而这种动见则只可能基于与他人共同在世 移情像一般认识一样 绝不是原始的生存论现象 并非移情产生共在 而是移情基于共在 而且 移情之所以不可或缺 其原因在于 占统之地位的乃是共在的残缺样式 共他人同在是此在对此在的存在 移情论者会说 每一此在都包含对自身存在的理解 因此包含一种此在对此在的存在 于是 对他人的存在仍是一种投射 即把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存在 投射到对他人的存在上 而他人仍是自我的一个副本 不难看出 这种讲法 假设此在在对自己有所理解 有所作为的时候 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人来理解来行动的 这个假设是站不住的 我们将在后面 特别是在第六十四节 讨论此在在何种意义上向他自己存在 本节表明 共在是在世的生存的环节之一 共同此在具有室内照明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而自己的此 在在日常操劳之际 也首先和通常消融在对他人的共在之中 那么日常此在是不是他本身 日常共在一处的究竟是谁 第二十七节 日常的自己 常人 他人随着所操劳之事来照面 他们是他们所从事的东西 此在在操劳活动中或与他人合谋 或反对他人 无论怎样 反正他总在为与他人的差距操心 或者为自己的此在落在他人后面 而要奋起直追 或者已经优越于他人还要压制他人 为这种差距而操心 使日常共处扰扰不宁 虽然这一点对共处本身会莫如深 但越是会莫如深 它就越是顽强地发挥作用 然而 无论是要缩小与他人的差距 还是要保持或扩大差距 此在恰恰是以他人为准来衡量自己 从而使自己的存在消解 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之中 如今 此在通过公共交通工具与他人交往 通过报纸等媒介与他人沟通消息 在这样的公共世界里面 此在更其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之中 此在不是自己存在 他人从他身上把存在拿去了 在日常共处中 此在处于他人的号令之下 然而 各具特点的他人却也消失不见了 每一个他人也都和其他人一样 发号施令的不是确定的他人 与此相反 每个人都属于他人之列 并巩固着他人的权利 谁代表这些他人无关紧要 要紧的 只是他人 在不知不觉 之中取走了此在的各种可能性 而形成对日常生活的统治 称之为他人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从属于他人的情形 谁日常在世 这个谁不是这个人 不是那个人 不是人本身 不是一些人 不是一切人的总数 这个谁是日常共处中 首先和通常在此的人 是个中性的东西 常人 Dashman 在这种含含糊糊的局面中 常人展开了他的独裁 常人怎样享乐 我们就怎样享乐 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 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 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 怎样判断 我们就怎样阅读 怎样判断 静止常人怎样从大众抽身 我们也就怎样抽身 常人把公众世界保持在平均状态中 而日常此在也就为平均状态操劳 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 平均状态规定了什么是本分之事 什么是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事情 平均状态看守着可能冒出头来的一品奇才 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特立独行 一切远见着实都在一夜之间 摩平为早已众所周知 一切奋斗迎来的成就都变成破手可得之事 一切秘密都失去了他的力量 常人把生存的一切可能性都规划平整 常人通过舆论获得自我解释 舆论始终正确 并调整着对世界与此在的一切看法 这当然不是因为舆论具有格外的透视能力 倒是由于舆论从不深入事情本身 由于它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毫无敏感 舆论把一切都变得半明半暗 在这种朦胧之中 事物的本质差别隐蔽不张 结果倒仿佛人人都可以通达任何事情 常人预定了一切判断与决定 已经从每一个此在身上把责任拿走了 尤其当此在轻举妄动之时 常人就用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去迎合他 这种迎合巩固了常人的顽固统治 信誓旦旦的常人到处在场 为一切担保 然而凡此在挺身出来决断之处 常人却总已经溜走了 因为一直为事情担保的 原是茶无其人 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 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 不曾有其人者造成的 上面的描述揭示出此在的常态 常态不是指持续的现成存在 而是指此在作为共在的存在方式 在日常共在中 本集此在的自我 以及他人的自我都还没有发现自身 或者是已经失去了自身 常人的存在是非自立非本真的存在 这却丝毫不减日常生活的现实性 刚刚相反 苟若我们竟要把此在时的存在称为实在 常人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实在的主体 当然 常人的实在无虚忽 像一块现成的石头那样处之凿凿 我们不能从现成性来了解常人 常人越是躲躲闪闪不可捉摸 他就越不是空无 他也不是把大量主体身上的共同品质 加以总结得出来的 一般主体 人们这样设想 是因为已经认定 凡不是个别事例 就只能是种核类 传统逻辑在我们所讨论的现象面前 无能为力 常人不是一些个别的此在 也不是漂浮在许多此在之上的类 但若想一想传统逻辑原根 基于关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 这也就数不足其了 即使依循人文科学为方向来改善与扩充传统逻辑 原则上还是费力不讨好 反倒突然增加存在论的迷乱 日常此在从常人那里汲取自我解释 存在论阐释也有首先追随这种解释的倾向 于是此在及其存在就都被理解成了现成状态 这样一来 作为此 在在世的基本环节的世界现象也被跳过去了 我们正面展示出日常在世的现象 同时也就说明了传统存在论的措施的根源 这一根源正是此在日常存在的存在建构本身 自己的此在的主体性质与他人的主体性质 都需从生存论上得到规定 从某些去存在的方式得到规定 常人作为生存论上的原始现象 是此在的积极的组件环节之一 对此 在日常状态的考察提供了对此在的基本建构的具体理解 常人这一生存的环节 又可能有种种不同的具体表现 常人统治的突出程度在历史上也变据不定 这个常人 就是日常此在为谁这一问题的答案 日常此在笑容在常人之中 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 我们把这个常人自己和本真的 以及由自己掌握的自己加以区别 我首先从常人方面被给予我自己 此在所熟悉的他自己就是这个常人 用具 器物也是在常人的限度之内 以平均方式像日常此在照面的 此在首先是常人 而且通常一直是常人 他若要开展出他的本真存在来 就还得发现自身 而这要求把他自身的伪装拆除 同时也要求把蒙在世界之上的假象扫清 本真生存并非从常态解脱出来的非常状态 而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辨识 日常共处好像近乎现成存在而始不然 至于本真的存在 就更不能被理解为现成状态了 本真生存中自己的自一性 与在形形色色的体验中 保持一个现成自我的同一性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已经阐释了操劳与操制 这两个本质环节 关于此在的在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进一步加以展示呢 从哲学人类学着眼 前此从生存论上提出来的先天的东西 还颇需要整理和补充 我们至少还可以描述操劳 极其巡视和操制极其故事的种种演化形式 我们也可以透彻解说 室内存在者的种种存在形式 但这些不是本书的目标所在 我们将从基础存在论着眼 转而专题追问在世的另一本质环节在之中 第五章 在之中之位在之中 第28节 专题分析在之中的任务 准备性的此在分析工作旨在展示 此在在世界中存在的原始统一结构 我们在前两章分别讨论了世界现象和日常 此在为谁 本章将阐释在之中inside这一环节 通过这一阐释 我们将来到此在原始存在的整体 操心 的确 对在之中这一环节的阐释 特别有助于我们逼实在是结构的整体 正因为此 本篇第二章先就草描过在之中 以便我们在后来分析在始终环节时 能够始终保持整体的眼光 无论讨论的是哪一个环节 我们都要记取 它们在生存论上是同等原始的 这一点常遭忽视 这是因为人们在方法上未经管束 事无巨细 总倾向于归结到一个简单的原根据上 我们曾经提示 生存论上的在之中 有别于某一现成事物 在另一现成事物之内 它也不是一个现成主题 与一个现成客体之间的交往 把此在理解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存在导离线 将实情近些 但这种提法仍会导向歧途 因为这样一来 就仍然设定了有两个现成的存在者 从而才有两者之间 一旦是先割裂了在之中这种现象 就别指望再用那些碎片重新和成这一现象 不仅没有泥灰 也没有可介意进行拼合的图纸 关键在于从一开始就防止割裂 保障正面的现象实情 这些本来不言而喻 不讲也罢 但认识问题的传统处理方式 却始终割裂了在之中这一现象 所以我们有必要再次做一番说明 词在向来就是它的词 词即可以解作这里又可以解作那里 必须这样规定此在在世的处所 我这里总是从操劳所及的那里来理解自身的 而这个那里则是有所操劳的向那里存在 词在本质上并有解除封闭的性质 词这个词指的就是这种本质性的开展 人之中有自然之光 这一形象的说法指的无非是 词在谁要存在着就是它的词 就是已经明长的 不是靠其他存在者照明 词在本身就是明长 就像一片临终控场 有了这片控场 存在者才可能有光线成照 才可能在会暗中掩蔽 词在从来就携带着它的词 词在就是它的展开状态 词在作为它的词存在 为它的词存在 我们将在现身与理解中看到组件 词在之 词的两种同等原始的方式 接着我们将讨论现身与理解的一些重要的具体样式 然后我们将分析现身与理解怎样由话语加以规定 除了描述展开状态的主要存在建构而外 我们还将阐释此在日常在此的方式 给此的生存论建构 第29节 现身形态 此在通过其此情此境的切身感受 向自己显现自身 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形态 这个术语 来指称这种身处其境而有所感 有所知的情形 在实际存在上 现身形态是最熟知的日常现象 感觉 情绪 情感 例如心平气 和心烦意乱 从昂扬转而为沮丧或反之 存在论一向把诸如此类的情绪 当作游离一变而无足轻重的东西 数之高阁 甚至情绪心理学的原地也是一片荒芜 然而 这些现象在存在论上并非一无所谓 而是组成了最基本的生存论环节 在对情绪进行任何心理学研究之前 就应当先从生存论存在论上 扩清其存在结构 情绪可能变来变去 但此在总具有情绪 无精打采 那无情绪也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情绪 恰恰在这种挥之不去的平淡淡懒洋洋之中 此在对他自己厌倦起来 存在作为一种负担公开出来 为什么 不知道 此在不可能知道这些 因为相对于情绪的原始开展来说 认识的各种开展方式都太短浅了 在情绪中 此在被带进他的处身之所 不识卢山面目 只原身在其中 另一方面 昂扬的情绪则能够解脱存在的负担 在这里 通过使负担解脱的情绪 存在的负担性质成为可通达的 情绪把存在带进他的此 情绪向此在开展出此在在此的存在 只要此在作为存在者存在 他就已经托付于这个存在者 他存在且不得不存在 正是在种种错以为最无关红指的情绪中 此在的存在 才能够作为赤裸裸的 他存在着战路出来 而这一存在的何所来何所往 仍留在灰暗中 在日常情况下 此在常常不向情绪让步 不追随情绪开展出来的此之在 在这种不肯取救的情绪中 此在以闪避的方式是他的此 此在的何所来何所往眼闭不入 而他存在且不得不存在 本身却愈发昭然若揭 我们称之为被抛之Orphanheit 这一存在者被抛入他的此 这个被抛近况 从生存论上标示出此在的生存实际 生存实际 指的不是有快岩石 横在那里 或诸如此类的事实 它根本不是现成状态上的事实性 生存实际所说的是 此在从来已经在世界之中 从而他能够理解到 依照自己的命运 他就同那些在他自己的世界之内 向他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 附在一起了 被抛近况只有通过现身在世 才向此在展开 而不是由静观发现的僵硬事实 此在在现身在世之际 才展现他自己的生存实际 现身把此在自己带到他自己面前 此在去救或逃避他的生存实际 而他的实际生存 就是通过这类去救和逃避展现的 此在通常不去救情绪 公开出来的负担性质 当这种负担性质 在昂扬的情绪中被解脱的时候 此在更不去去救他 日常 此在通常以逃避的方式 现身为他所示的东西 我们在讨论沉沦现象时 将更进一步分析这种逃避的生存论意义 现身同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心态大相径庭 现身没有覆去翻来内省之意 我们能够体验 能够内省 到因为此已经在现身中展开了 现身形态把此开展的更远使些 然而 自以为认识到的东西混为一谈 那样一来 我们就完全误解了情绪开展了什么 以及情绪如何开展 展开了不等于说如其本人的被认识了 情绪把此在带到他存在着面前来 即使此在却信如此展开的东西将往何处去 或通过理性追查认识到他从何处来 这个 他存在着 仍在一团不为所动的迷样气氛中 同此在面面相去 我们绝不允许用理论认识到的确定性 来描述现身形态的明白性质 因为这么做到减少了现身形态的明明白白 非理性主义同理性主义唱对台戏 理性主义看不见的东西 非理性主义也并不正式 只是把情绪现象推进 非理性事物的避难所了事 我们却不可自限于消极的划算现身 同内心反省之间的区别 而须进一步积极地动 见到现身的开展性质 现身形态远不是经由反省的 他恰恰是在此 在无所反省的尾身认情 与他所操劳所操持的事情之际 袭击此在 情绪袭来 他既不来自外部也不来自内部 他就在此在在世的整体中生起 例如在情绪沮丧的时候 此在面对自己 相视无睹 周围世界也沉入抹去了差别的灰色 操劳的巡视和操持的故事面对一片迷茫 情绪把在世作为整体展开 而非首先藏在心灵内部 事后又以不可所解的方式升腾而出 在物和人上面抹上一层情绪色彩 此在 共在和世界在现身形态中同样原始地展开 而展开状态本身本质上就是在世 现身形态参与规定是内存在者来照灭的方式 用具器物以有用、无用、可喜、可厌、可怕等等 有所牵动的方式来照灭 唯由于此之在具有能受牵动的现身形态 它才能让用具器物在这些方式中照灭 只有现身在惧怕或无所惧怕之中的存在者 才能让事物作为可怕的东西展开 只因为感官属于现身在世的存在者 所以感官才可能被触动 才可能产生感觉 从而使触动者在感触中显现出来 否则,无论压力多强大,都不会有所触动 我们原则上,必须把对世界的原本揭示归功于现身形态 纯直观,即使能深入到一种现成事物的最内在的脉络 它也绝不能揭示其可怕或可爱等等 现身形态参与组建世界的开展 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世界之为世界 按照绝对认识的尺度来衡量 现身的开展活动广泛的发生误差,造成错觉 这种说法往往忽视了错觉的积极性质 恰恰通过这种随情绪闪动的感知 上手事物才以其特有的世界性显现出来 世界之为世界没有一天一成不变 理论静观,却把世界淡化到现成事物的奇异性质中 诚然,通过平整奇异的理论规定 可以获得关于存在者的一种新的知识财富 然而,即使最纯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 亚里士多德指出,理论研究要求闲暇和愉悦 唯当平静地逗留于事物之际 他们才仅仅作为现成的东西 在其纯粹外观中向理论显现 我们指出理论认识以现身在世为基础 这和声称科学认识只是某种形式的感情表达 是两回事 此在可以凭借知识与意志成为情绪的主人 而且有时应该或必须这样做 这也许意味着,知识与意志在某些实际生存情形中 具有优先地位 但不可由此看不到情绪 是此在的原始存在方式 先与且超出一切知识与意志的开展程度 就对它自己展开了 再说,我们从来都靠一种相反的情绪 而非靠消灭一切情绪而成为情绪的主人 哲学史上不乏对情绪的考察 亚历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第二部分中 对激情做了探讨 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系统的情绪阐释 不列在心理学名下 这并非偶然 传统一向把修辞学理解 为一种教科书上的东西 与此相反 我们必须把亚历士多德的修辞学 看作日常共处的第一部系统诠释 公众意见不仅具有情绪 而且需要情绪并为自己制造情绪 演讲者必须了解种种可能的情绪 以便入乎情绪出乎情绪 以适当的方式唤起它 驾驭它 斯多格学派也曾对情绪做出阐释 这种阐释又通过教父 神学和经验神学传至近代 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益的指导线索 奥古斯丁提出只有凭借善才可获得真理 巴斯卡继承了这一思路 认为要认识神灵之物必须先爱他们 然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对一般情绪的阐释 原则上几乎不曾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进步 后来 人们干脆把情绪和感情划归到心理现象之下 通常又降格为负现象 与表象和意愿并列作为心理现象的第三等级 现象学研究的一项功绩 就是重建了一种较为自由的眼光 来对待这些现象 不仅如此 舍乐还率先接受了奥古斯丁和巴斯卡的挑战 把讨论影像观念的行为 和事关厉害的行为之间的根本联系 当然 即使在这里 一般行为现象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 仍然会暗不明 基于现身的开展作用 他对生存论分析 工作本身就具有根本的方法论含义 这项工作必须仅仅追随此在的种种与众不同的 置为调远的伸展 从此在本身听取这个存在者的启示 可以说 现象学的阐释必须让此在自己解释自己 因此 我们绝不可先用某些情绪概念 限制住此在的现身形态 而必须让此在充分现身 现象学阐释则追随其原始的开展 以便把展开的现象内容上升为概念 基本的原始现身形态是为 第四十节将阐释为的现象 有鉴于此 我们现在先来阐释与未相联系的现身样式 怕 第三十节 怕 这里谈到的害怕和会害怕不是个人气质 而是生存论性质 可以从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的眼来考察 怕这种现象 怕之所怕 害怕以及怕之所以怕 这三个方面不是偶然提出的 他们规定了一般现身形态的结构 怕之所怕就是可怕的东西 它可以是上手事物 现成事物或共同此在 可怕的事物包含有几个因素 一它在某种因缘联络中是有害的 而由于这一因缘联络 有害的东西来自一个确定的场所 三场所本身 以及从那里前来的东西 本身都是熟知的 但其中却有一段蹊跷 四有害的东西还未近在身边 但它毫光四射地临近着 威吓着 五它在近处临近 一种东西即使极度有害 甚至还不断临近前来 但若它还在远处 就不显得那么可怕 六有害的东西可能击中也可能不击中 随着它的临近 它可能 但最终也可能不久同时见词增加 它可能期而不至 也可能擦身而过 这并不减少害怕 反倒构成害怕 就害怕本身而言 是害怕让怕之所怕来牵动自己 从而把怕之所怕开放出来 并非先断定了一种未来的折磨才害怕 但害怕也并非先确定由某种现成事物 临近前来 再在其上发现某种有害的属性 害怕先就在其可怕中皆是来临者 此后当然也可能一面害怕一面观察来临者 把他的属性弄明白 必须会怕 才能看到可怕的东西 只有现身于怕或不怕之中 只有在由会怕展开的世界内 可怕的东西才能来接近 怕之所以怕 是会害怕的存在者本身 即此在 唯有未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能够害怕 害怕开展出此在的危险 开展着他对自己的担心 尽管明确程度不一 怕总占入出此在的此之在 我们之所以害怕的缘故可能是家园等等 这不构成反正 这是对此在欲于某处存在的威胁 而此在向来就从他的所欲之处存在 害怕再开展出可怕的东西 这种室内存在者的同时 开展 在之中 不过 怕主要以尺多方式开展此在 怕使人魂飞魄散 怕在开放可怕之事的同时封锁着在之中 乃至知道怕隐退了 此在才得以重变身在何方 我们也会为他人害怕 但这并不取消他人的怕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 我们为之害怕的他人自己并不见得害怕 恰恰在他不害怕的时候 在他是满勇影响威胁者的时候 我们为他害怕的最甚 为他人害怕是同他人共同献身的方式 他不一定是连带着为自己害怕 更不一定是各自为对方害怕 但细究起来 为他人害怕就是为自己害怕 怕不能同他人共在 怕他人会从自己这里扯开 害怕的人知道事情不牵动自己 但因共同此在受到牵动而已到被牵动了 以何种方式受到牵动和感受强度无关 为他人害怕时 害怕的程度可以丝毫不落于为自己害怕 可以害怕得更甚 害怕会演变为种种形式 具有威胁性质的东西突然闯来 怕就变成惊吓 引起惊吓的首先是某种熟悉的东西 若威吓者是全然不熟悉的东西 怕就变成恐怖 威吓者若即突然又全部熟悉 引起的就是惊骇 羞怯慌乱尴尬也都是怕的辨识 怕的所有辨识都是现身的可能性 都说明此在在是是会害怕的 第31节 理解 现身形态 是此之在活动于其中的生存论结构之一 现身向来有其理解 即使以压制理解的方式亦然 理解则总是带有情绪的理解 理解同现身一样原始地构成此之在 不过 认识论上的理解 以及与理解并面的分析 解释等等 从生存论上看 则都是原始理解的派生方式 作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 我们当然已经碰到了理解这一现象 无非还不曾对它进行专题讨论罢了 我们在第18节层提出 此在在是本身是展开了的 并把这一展开状态称为理解 此在为其本身之故存在 其中就包含对为其故的理解 而在对为其故的理解之中 只根于这种理解的意运是一同展开了的 这一展开状态涉及整个在世 意运就是世界本身向之展开的东西 为其故和意运是在此在中展开的 这就是说 此在是为它自己而在世的存在者 理解不是一种单纯的智力活动 理解的首要内涵是领会 包含有会和领会做某事 胜任某事能领受某事 从根本的生存上说 所要领受的不是这件事那件事 而是领受生存本身 生存向来包含领会和理解 生存就是有所领会有所理解的存在 我们把有所领会有所理解的存在规定为能在 此在不是一种现成事物 其上还附加有做这事做那事的能力 此在原是可能之在 此在从来是它所能逝者 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 它就如何存在 此在的本质性的可能 至在涉及种种操劳和操持 而在这一切之中 却总已经涉及向它本身 并为它本身之故的能在了 这种生存论上的可能 至在有别于空洞的逻辑上的可能性 它也有别于现成事物的可能性 那不过是偶获 在某个现成事物那里发生的事情罢了 这些可能性说的无非是不具备必然性的 或尚非现实的 从而必于必然与现实 所以我们会说它只不过是可能的而已 生存论上的可能性 却是此在的最原始最积极的规定性 在这里 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和必然性 存在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 此在已经现身在此 已经陷入某些可能性 作为能在的此在让这些可能性滑过去 或舍弃这些可能性 或抓住这些可能性 或抓错这些可能性 但这是说 此在委托给了它自身的能在 此之在本质上包含理解 在种种不同的可能的方式和程度上 可能之在对此在本身是透彻明晰的 此在是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 能在并非尚未现成 因此还期待什么事情发生 能在以从不现成的方式已经在此 此在对这样去存在 或那样去存在 总疑有所理解或无所理解 它知道它于何处随它本身一道存在 也就是说 随它的能在一道存在 这个知道并非生自一种内在的自我感知 对自己的何所在有所理解 这属于此之在 只因为此在作为能在对它的词有所理解 它才能够迷失自己和认错自己 只要此在向来在被抛之中理解自己 那么它向来就已经迷失自己 认错自己了 从而 此在一向是重有发现自己的可能之在 能在向来就是能在世界之中 理解始终观设到在世的整个基本建构 不仅世界是作为可能的意运展开的 而且 室内存在者也是向他们的种种可能性开放的 作为可用 可喜 可怕的事物得到结实 甚至把形形色色的现成事物拢在一起的自然 也只有根据它的可能性才能得到理解 自然之存在的问题 终归于自然之可能性的条件 这是偶然的吗 为什么我们理解了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可能条件 就理解了它的存在呢 康德看到了这一类前提 但我们还必须说明这种前提本身的道理 生存论上的理解不是一种纯智力活动 而是把在世的种种可能性开展出来的能在 因此理解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 entware-f的生存论结构 无论所要理解的是什么 理解总是突入诸种可能性之中 这正是因为理解具有筹划性质 筹划是使实际上的 能在得以具有活动空间的生存论建构 理解向着为其本身之故筹划此之在 向着实此在的当下 世界成为世界的意运筹划 此之在 这两种筹划是同样原始的 此在一向从可能性来理解自身 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对自己有所筹划 此在作为被抛的词 在被抛入有所筹划的生存方式之中 可见筹划所说的 完全不同于此 在有时 你想出一个计划来安排某些事物 何况 筹划并不把可能性作为专题来把握 专题把握恰恰取消了可能知识的可能性质 把它降低为给定的内容 筹划却让可能性作为可能性来存在 此在在筹划中 就是它的种种可能性 要是真能够把此在当作现成事物 来记录它的存在内容 那么可以说 此在不断地比它事实上所视的更多 但它从不比它实际上所视的更多 因为此在的实际性已经包含能在 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的或所不成为的 所以它才能够有所理解的对它自己说 成为你所视的 此在一向已经置身于理解的一种可能性中 理解可以是本真的理解 这种理解源于如其本人的此在 并如其本人的筹划其生存 但它也可以是非本真的理解 首先从世界方面来理解自身 不过 这个非 并不意味从它本身割断 而仅仅理解世界 世界原本就是此在在世的一个基本环节 置身于理解的这两种基本可能性之一 并不排斥另一可能性 吴宁说这两者都是此在的整体开展的辨识 无论本真的理解 还是非本真的理解 都可能是真实的 正确的 或不真实 不正确的 此在在各种生存活动中 都随身带着眼睛而有所事件 我们曾把操劳本身包含的理解称为巡视 把操持本身的理解称为故事 现在 我们把首要的观设到生存的理解称为透视 透视与通常所说的自我认识不同 不是对一个自我点的静观 也不在于搜集关于这个自我的种种知识 而是贯透在世的所有本质环节的理解 唯当此在的欲视之在即供他人之在 都对自己成为透彻明晰的 他才透视自己 反过来 此在缺乏自知 而魂恶不明 也主要不在于对自我认识的不够 自迷自欺同样来自看不清世界 巡视 故事和透视 都是对存在本身有所事件的可能性 每一种观感都可以通达存在者 然而 哲学传统 一开始就把看 定为通达存在者及其存在的首要方式 这与强调对现成事物的静观是有联系的 不过 为了同传统保持联系 我们仍然使用适合看这些概念 并且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用以概括任何通达存在者和存在的途径 我们用名场来描述此的展开状态 适合看就对应于这个名场的境界 直观和思维 则是两种远离这种原始展开的源头的衍生物 纯直观 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 原本就同现成事物 在传统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 就连现象学的 本质直观 也只根于生存论上的理解 在此在的筹划中 有着一般存在的展开状态 无论像何种可能性做筹划 都已经先行设定了存在之理解 存在首先在筹划中得到理解 而不是从存在论上得到理解 存在之理解属于此在的存在建构 这一点我们在第四节就已经提出来了 不过那时候还难免有点独断 现在则获得了更充实的意义 此在通过对存在的理解而是它的词 当然 只有从时间性上对存在做出了充分解释 才能令人满意地阐明存在之理解的生存论意义 现身和理解描述出在世的原始展开状态 此在在它的被抛进框中筹划其能在 然而 这些解说不是把此在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吗 确实如此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先让此之在的整个谜团涌现出来 哪怕只是为了在解开这个谜团的尝试中 能够以真实的方式失败 哪怕只是为了把此在实际上被抛在世 却又有所筹划 作为一个问题重新提出来 第32节 理解与解释 理解面向可能性 展开的可能性反冲到此在之中 从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在 理解在其可能性中成形 就是解释 解释是成形的理解 在解释中 理解并没有变成什么别的东西 而是成为它自身 解释之根于理解 它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 按照日常此在分析的进程 我们将从对世界的理解 一级就非本真的理解着 手来论述解释现象 不过 我们是从非本真理解的真实样式 来进行论述的 此在操劳于用具器物 是为了用它们做制作呢 在巡视中上到手头的东西 就从它的为了做某事之用得到理解 巡视问 这个东西是什么 巡视的回答是 它是为了做某事用的 此在在操劳活动中理解用具器物的意韵 理解自己同它们能够有何种因缘 上手事物具有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的结构 理解 通过明确占有这个作为结构 LSTRUK2R而成为解释 此在并非首先经验到现成事物 然后才把一种意义或一种价值 贴到这一赤裸裸的物体上面 把它作为门户 作为房屋来看待 用具器物一向就在因缘之中来照面 解释无非是把这一因缘整理出来而已 作为结构组件的解释 在操劳活动中 解释把上手的东西看作为桌 门 车 桥 这不是贴标签式的单纯命名 原始的命名 把伤到手头的东西认作为某种东西 被命名的东西也就作为那种东西得到理解 对得到理解的东西 我们总可以明确地提出它作为什么存在 作为结构使理解明确成形 然而 速谱之却不正 由于没有这个作为结构 才是速谱的吗 不然 单纯地看就已经有所理解 有所解释 用具器物正是在他们的指引关联中被看见的 作为结构并非在专门命题中刚刚出现 它只是刚刚被盗出 必须先有可能被盗出的东西 才能盗出 对存在者有所作为的 速谱的看原始必具有解释结构 仅仅凝视眼前的东西 反倒是一种经过了变形的看 这样的看托却了指引联络 无所理解 的确不再说得上作为结构 但它并不比速谱的看更原始 倒是从速谱的看派生出来的 不过 因缘整体本身却无法得到专题解释 它在任何解释中都隐退到不突出的理解中去 并恰恰因此才成为解释的最根本的基础 成为解释必然先行具有的理解和意图 解释总是从这些先行具有的理解和意图 获得自己的着眼点 以某种特定的眼光 把已经有所理解 却还未具明确形式的东西整理出来 这个着眼点就是解释先行具有的实践 解释由这一着眼点引导 行进在先行具有的理解之中 把所要解释的内容上升为概念 解释 可以从有待解释的存在者自身汲取概念方式 也可以把这个存在者 破入一些不适当的或空洞的概念 乃至破入一些 与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相反的概念 但无论哪种情况 解释总已经断然的或有所保留的 采用了某种先行掌握的概念方式 解释通过先行具有 先行实践与先行掌握进行 解释从来不是无前提的 经典著说固然处处要有点可激 然而最先的可激之点 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 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 任何解释工作之处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 如何解释这个先呢 如果我们从形式上说成先天 事情是否就了结了 为什么这个结构为理解所固有 为此在的这一基础存在 论环解所固有 被解释的东西本身所固有的作为结构 对这个先结构有何种关系 作为结构显然不能拆成片段 那又怎么来解释这个结构呢 我们要不要把诸如此类的现象当作 终极性质接受下来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 为什么 也许理解的先结构以及解释的作为结构 显示出它同筹划现象 有某种生存论存在论联系 而筹划则又反过头来指向 此在原始的存在建构 前此的准备工作早已不够用来回答这些追问了 在回答这些追问之前 我们必须先探索一下 那个能够作为理解的 先结构和作为解释的 作为结构映入眼帘的东西 是不是本来已经提供出一种统一的现象 虽然哲学讨论已经大量利用着这种现象 然而却不愿赋予这种用得如此普遍的东西 以相应的存在论解释的原始性 操劳在世 一循一运的指引联络来理解和筹划存在者 所以我们说 存在者具有意义 不过 严格地说 我们理解的不是意义 而是存在者和存在 我们说某个存在者可以理解 就是说 这个存在者可以向某种特定的方向得到筹划 而先行具有 先行实践与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和所向 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和所向 一循筹划的和所向 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理解 存在者作为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东西 得到理解和解释 而意义标示出勾连种种环节的形式构架 所以 意义必须被理解为存在 者得以开展的生存 论形式构架 意义是此在的一种生存的性质 而不是室内存在者的属性 依附在存在者上面 或躲在存在者后面 或漂游在存在者之间的什么地方 只有此在的生活能充满意义 而这是说 此在让存在者充分地在其意愿中照面 并以这种方式充分地开展自己的在世 意义为属于此在 所以 为此在才能够有意义或没有意义 这等于说 此在自己的存在 以及随着这个存在意道展开的存在者 能够在理解中被占有 或者 对无理解保持其名顽不灵 这么说来 所有非此在世的存在者 都必须被理解为无意义的存在者 在这里 无意义不是一种估价 而是一个存在论规定 只有无意义的东西能够违背意义 从而显得荒诞 突发的自然灾害压顶而来 却不是在意义的指引联络中来照明的 所以它虽然强烈地危害此在 却仍然是无意义的 荒诞的 如果说我们追问存在的意义 这不探索却并不会因此更有深意 它也并不会因此去寻思任何藏在存在后面的东西 只要存在进入此在的理解 追问存在的意义就是追问存在本身 绝不能够把存在的意义同存在者对立起来 或同承担着存在者的根据的存在对立起来 根据只有作为意义才是可以通达的 虽然根据本身没有意义 可以说是无惧深渊 理解作为此在在世的开展 一向涉及在世的整体 在对世界的每一理解中 生存都一道得到理解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其次 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一指出的先结构中 对理解有所注意的任何解释 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理解 人们其实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即使只是通过语文学解释 这一类派生方是注意到的 语文学解释是一门科学 要求对根据作出严格论证 而不得把它本应该为之提供根据的东西 设为前提 然而 如果解释一项 就不得不从已经理解了的东西那里汲取养料 甚至根本上就依赖于对人和世界的一般理解 那么 解释怎样既严守其科学性 而又避免循环论证呢 由于这一两难 历史解释 这项事业 就一直被放逐在严格认识的范围之外 历史学家似乎只能依靠其专业的人文意义 来弥补这一缺憾 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竟能避免这种循环论证 创造出一种 独立于考察者的立足点的历史学来 就像人们心目中的自然科学那样 然而 把这一循环看作恶性循环 找寻避免它的门径 或及时 只把它当作无可避免的不完善 性接受下来 这些都是对理解的彻头彻尾的误解 问题不在于拿理解和解释 去比照一种理想的认识方式 所谓理想的认识只是理解的一种变体 是某一系统认识的形式化的要求 这一系统本身 则依器于一系列不言而喻的 在先的领会和理解 理想的认识 把它所理解到的事情形式化 为现成事物 然而 脱离了意运和意义的单纯的现成事物 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在单纯形式化的认识方式中出现了循环 从某一点开始 沿着某种逻辑 轨道滑了一圈 又回到起点 那当然是一种没有根基 从而也不会有收获的恶性循环 原始理解的循环 则在于生存论固有的先结构 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 而是依照适当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 理解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 从而也属于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 就理解的生存论意义说 理解就是此在本身的能在 所以 历史学认识的前提 在原则上超越于精密科学的严格性观念 数学并不比历史学更严格 只不过数学的生存论基础比较狭窄罢了 在生存论理解的循环中 包藏着最原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当然 要实现这种可能性 解释工作必须从事情本身出发 来清理它先行具有的东西 从而保障课题的科学性 而不可让先行具有的某种实践 脱离了视制本身的联系 冒出来 成为偶发的奇想 也不可把流俗 之间硬套到先行具有的视制内容上 第三十三节 判断和命题 一切解释都置根于理解 解释依据意义 把有待解释知识分解为互相勾连的环节 把分解开来的环节连接在一起形成判断 是解释活动的一种衍生样式 如果判断依循意义来连接用以解释的各环节 判断及其道处的命题本身也就具有意义 然而 却不能因此把意义定义 为随着判断出现的东西 本节对判断和命题的分析含有多重意图 首先 我们可以接命题来说明作为结构的成型样式 从而也将能更鲜明地把握 作为结构所属的理解和解释 其次 在古代存在论的决定性开端处 人们就把蓝布达奥密克戎 伽玛奥密克戎 接他理解为判断 作为规定本真存在者的唯一指导线索 所以 对判断的分析 对于基础存在论的讨论 还具有一种特殊地位 最后 人们自古以来就把判断当作真理的首要处所 对判断的分析 将为我们下一步讨论真理问题做好准备 如今占统治地位的命题理论或判断理论 所注重的是通行有效 自落财以来 通行有效竟被当作无可追本溯源的原现象 通行 首先指现实性的形式同判断的内容相吻合 因为相对于可变的判断心理过程 判断内容是不变的 通行的 其次 通行又只判断了客观有效性 第三 如果判断就它本身而言 就 无时间性的 具有通行有效的意义 其意义又对存在者通行有效 那么 它也就对任何理性的判断者都通行有效 这时通行说的是普遍的约束性 这三种含义不仅本身未经透视 而且它们互相之间还不断迷混 方法上的谨慎要求 我们别选择这些五光实色的概念 来做解释的线索 我们并不首先把意义概念局限于判断内容 而是把意义概念理解为夜景标明的存在 论现象 为了澄清判断现象 我们首先需指出判断 命题的三种含义 这三种含义互相联系 并在其统一中界定了判断 命题的整个结构 一判断首先意味着展示 让人从存在者本身来看存在者 这把锤子太重了这一判断所揭示的不是意义 而是上手的存在者 即使这一存在 这不再伸手可得 或目力所及的近处 展示的仍然是这个存在者 而不是这个存在者的某种表象 不是单纯表象 更不是判断者的心理活动 二判断也等于说是数位 数语对足语有所陈述 而足语由数语得到规定 这时判断成为分立的两项之间的联系 即锤子和太重的联系 这一联系必须有所展示才成其为判断 所以 足语和数语都是从展示生长出来的 判断的第二种含义基于第一种含义 并非判断才开始揭示 它倒是对展示做出限制 限制于锤子本身 以便使锤子在明确的规定性中显现出来 面对已经揭示的东西极太重了锤子 规定活动先退回一步 判断现在只涉及锤子本身 因此 被判断的东西就其内涵而言变得比较狭窄了 三判断作为命题还意味着传达 这一含义首先来自第一种含义 让人共同看展示出来的东西 它也直接同第二种含义相联系 让人共同看以规定方式展示出来的东西 传达所传播的 是向着展示出来的存在者的共同存在 这种共同存在之根与此在的共同在世 通过传达 他仍不必到伸手可得 目利所及的近处去获得被展示 被规定的存在者 却仍然能够把命题传开去 疯传开来的判断 却可能把展示出来的东西重有掩蔽起来 不过 即使这种捕风捉影的判断 仍然意指存在者本身 而非疯传某种流行的意义 捕风捉影仍然是向着听到的东西存在 是在世的一种辨识 判断的这三种含义和唯一种整体现象 而构成解释的一种样式 既然它是解释的一种样式 解释的本质结构必然要在判断中重现 判断是根据已经在理解中展开的东西 和巡视所揭示的东西进行展示的 而这些就是判断先行具有的东西 它以进行规定的方式 把已经展开的东西展示出来 再则 判断在进行规定的时候 已经具有遮掩的方向了 这就是判断的先行实践 在原始的展示中 术语仿佛还暗暗数在存在者本身之中 而在先行实践中 这种术语松脱出来 判断通过命题和传达 使它所展示的东西在含义上分幻勾连 分幻勾连是通过某种概念方式进行的 例如 锤子是重的 重属于锤子 锤子具有重这种性质 可见 判断已经包含一种先行掌握 但这种先行掌握多半并不显眼 因为语言本身 已经包含着某种成型的概念方式 判断是解释的派生样式 它是怎么派生出来的 可以把逻辑教科书中 最简单的命题看作判断的极端例子 并以此来做说明 逻辑把锤子使重的 这样的句子看作典型的判断 其实 逻辑在做任何分析之前就已经不管不顾 把这个句子设定为逻辑句子了 把锤子这物具有重这一性质 设定为这个句子的意义了 在操劳巡视中原没有这样的命题 即使用理论判断来翻译操劳 巡视对这个句子的解释 他说的也该是 这把锤子太重了 太重了 换一把 之类 原始的解释不在命题中 却可以通过一眼不发 人开不合用的工具进行 不可从没有言辞推出没有解释 即使行诸言辞的解释 也还不必是明确定义的命题 保持在先行具有中的存在者 例如锤子 首先上手作为工具 它在命题中变成了对象 而操劳活动的 用什么 则变成了命题的 关于什么 先行实践从一个明确的角度 静观这一存在者 现成状态的揭示就是上手状态的遮盖 静观无视用具器物的上手性质 使它作为现成事物显现出来 以便就其属性来规定它 解释的作为结构经历了一种变异 不再伸展到因缘联络之中 而成为整齐化意的物体 和整齐化意的属性之间的联系 只有通过这种整齐化意的联系 才可能用一些命题来证明另一些命题 我们把巡视理解的原始作为结构 称为存在论解释学的作为 以别于判断和命题的作为 当然 在操劳巡视的解释和理论命题 这两个极端中间 有着形形色色的中间阶段 讲述周围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描写用具器物 报道时事 记录事实 讲解形式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语句都听作理论命题 而不从本质上扭曲它们的意义 它们像理论命题一样 其意义从根本上来自操劳巡视的解释 罗格斯用单词和语序道出自身 而单词和语序 似乎首先像物一样现成 摆在面前 人们寻找罗格斯的结构 首先找到的是若干词汇的共同现成的存在 是什么把这些词汇统一在一起 柏拉图认识到 罗格斯总是某种东西的罗格斯 这种东西在罗格斯里公开出来 正是通过这种东西 各语词和乘一个语词整体 亚里士多德的眼光更为彻底 他指出 任何罗格斯都既是综合又是分解 而非要么是所谓肯定判断 要么是否定判断 吴宁说 无论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它都同样原始的是和乘与分离 诚然 亚里士多德不曾进一步追问 罗格斯究竟具有何种结构 从而允许我们并要求我们 把一切判断都描述为综合与分解 综合的形式结构与分析的形式结构 或更确切地说 这两种结构的统一 只设得原始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这一现象 按照这一结构 我们向着某种东西来理解某种东西 随同某种东西一起来理解某种东西 这一过程既是把所要理解的东西分开 又同时是将其合在一起 罗格斯通过计分环又勾连的方式 使存在者公开出来 存在论问题 一向对罗格斯的产式产生深入的影响 反过来 判断 概念又通过其引人注目的反冲 对存在论问题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由于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 这一现象还始终遮盖着 亚里士多德分析 罗格斯时的现象学开端就难免碎裂 成为外在的判断理论 判断活动即是表象与概念的连结和分割 罗基斯蒂更进一步 把判断当成了一种计算的对象 然而 形式上的关系 对罗格斯结构的分析不能提供任何注意 那么 细词这个名称所指的现象 归根到底也同形式上的关系毫不相干 其实 是或在始终是存在论阐释的课题 只有在特定的存在论事业上 我们才能决定 究竟能不能进一步分析综合与分解 进一步分析一般判断中的关系 在最终梳理清楚存在问题的时候 参照第一部第三篇 我们还将重新遇到这个罗格斯范围之内 特有的存在现象 第三十四节 话语和语言 上一节已经谈到罗格斯的概念 这个概念 我们叫做话语RAID 在生存论上 话语同现身形态和领会理解是同样原始的 话语把可理解的整体分成环节并勾连在一起 而甚至在解释之前 可理解的东西已经是分换勾连的了 从而 话语已经是解释的根据 我们曾把通过解释加以分换勾连的东西 称作意义 SING 而解释加以分换勾连的东西 更原始的在话语中已经分换勾连 我们现在把在话语中得到分换勾连的东西 称作含义整体 含义整体可以分解为种种含义 含义来自可加以分换勾连的含义整体 所以具有意义 此在现身在世而有所理解 这样的理解作为话语道出自身 于是含义整体达呼言词 言词生于含义而包含含义 并非先有言词 再为它们配备含义 把话语道说出来继承为语言 语言在此在的展开状态中有其根源 其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即是话语 语言是言词的整体 由于言词有它尘世的存在 所以言词整体就像上手事物那样 又可以被拆碎成现成的言词 话语就是生存论上的语言 话语对此在在世具有构成作用 前文对判断和命题所做的分析已经指出 必须在广泛的存在 论意义上理解传达这一现象 传达活动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 例如某些意见与愿望 从这一主体内部输送到那一主体内部 供在本质上 已经在共同情感和共同理解中公开了 只不过它在话语中 才以明确的行诸言词的方式被分享 在世包含有共在 而共在一项活动在某种操劳共处之中 赞许、贺责、请求、警、告、协商、说情 这些都是通过话语的共处 说书的话语是话语之所云 但话语不只是说书而已 话语是关于某种事情的话语 虽然通常不是关于这种事情的专题讨论 命令、愿望、说情也各自有机关于什么 话语不仅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 而且它通过这种东西道出自在本身 自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 这并非因为它首先是包裹起来的内部 而是因为此在本来就在世 就已经在外 此在的在世包括其现身情态 包括其情感 情感通过声调、异扬、缓急 言谈话语的方式把自身公布出来 而这样公布自身可以成为诗的话语的目的 如简所述 我们可以在话语中间别关于什么 所云本身 传达和公布这三个组件因素 这三个因素不是仅仅凭借经验联在一起的 而是之根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生存论环节 在实际说话的时候 某一环节有时缺如 或未经注意 或常常不在字面上得到表达 这只说明人们采用了话语的某种特定方式 而话语之为话语 必然一向处在上述诸结构的整体性中 然而 现存的语言思想 通常依循上述的某一环节来制定方向 把表达 象征形式 传达 朴素 生命的形式化之类的观念 确定为语言的本质 即使我们用调和的方法 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 恐怕欲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 仍无所必义 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 在得分析工作的基础上 先把话语的生存论结构整体清理出来 聆听和沉默都属于话语的道说 聆听把话语同理解的联系摆得清清楚楚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 否则我们就没理解 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 因为听的确对话语具有构成作用 语言上的发音基于话语 声学上的收音则基于听 人们在心理学中首先把听规定为接收响动 其实我们从不首先听到一团响动 我们首先听到林林行车 听到摩托车和汽车 听到行进的兵团 呼啸的北风 独独的啄木鸟 琵琶作响的火焰 要听到纯响动 反倒需要非常复杂的记忆训练 这是一种现象上的证据 证明此在一向已经寓于室内事物 而绝非首先寓于感知 仿佛这团纷乱的感知先须整顿成型 以便提供一块跳板 主体就从这块跳板起跳 才好最终到达一个世界 词在本质上有所理解 它首先寓于被理解的东西 听他人说话之际 我们首先理解的也是话语之所云 而非首先听到说出的声音 甚至他人说的不清楚 或说的是一种一族语言 我们首先听到的还是尚不理解的语词 而非各式各样的因素 此在作为供在对他人是敞开的 听就是这种敞开之在 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一个朋友 当此在听这个朋友的声音之际 这个听还敞开此在对其最本己的能在 此在听 因为他理解 言语听皆直根于理解 理解既不来自喋喋不休 也不来自东打听西打听 仅仅东听西听到说明理解的缺失 虽然恰恰是这种无所理解的人 最可能到处伸长耳朵 听 唯有所理解者能聆听 此在有所理解 从而才能听 才能听话 才能听命于他人和他自己 且因听命而属于他人和他自己 供在是在互相听中形成的 这即包括听话 追随 同道等等 也包括不听话 反感 抗拒 等等 当然 我们在听话语所及的东西之际 也自然而然听到说出这种东西的方式 即所谓表达方式 但这也只在于我们先行理解着话语之所云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依照话题所及的东西 来估计人们如何说出这种东西 同样 对答也首先直接出自 对话语所及的东西的理解 共在先已分有了话语所及的东西 像聆听一样 沉默也是话语的一种本质的可能性 比起口落悬河的人来 在交谈中 沉默的人 可能根本真的有助于交谈者形成理解 滔滔不绝丝毫也不保证理解的更扩大 相反 乱无边际的轻谈起着遮蔽作用 所谈之事似乎公开在眼前 其实却进入所所碎碎不可理解之中 要揭露闲言并消除闲言 沉默往往是最佳之方 沉默却不叫阴雅 雅巴反倒有一种说的倾向 雅巴不仅不曾证明他能够沉默 他甚至全无证明这种事情的可能 像雅巴一样 天生寡言的人也不表明他在沉默或他能沉默 从不发话的人也就不可能在特定的时刻沉默 为了能沉默 此在必须有东西可说 也就是说 此在必须具有真实而丰富的内容可供展开 沉默这种话语样式如此 原始地表达出什么是可理解的 可以说真实的能听和透彻的共处都原始于他 话语对于此之在极情感与理解具有构成作用 希腊人的日常活动主要在于交谈 尽管希腊人极其重视看 但他们终究把人定义为话语的动物 后人把这一定义解释为理性的动物 这一解释虽然不全错 却遮盖了这一定义所从出的现象基地 希腊语里没有哪个词相应于我们所说的语言 他们首先从说话来理解语言现象 但哲学却首先把罗格斯看作命题 看作命题的逻辑 从这种逻辑中又产生出各种语法范畴 这些范畴的基本成分传入后世的语言科学 并且至今还从原则上提供尺度 倘若我们反过来 从生存论上了解话语现象的原始性和广度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语言科学移植到存在论上 更原始的基础之上 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 仅仅把流传下来的东西 加点改善和补充是不够的 把近多近辟的各种语言找到一起加以比较 也不会自动产生出恰当的意义理论 红宝在一种哲学事业之内使语言成为问题 但把他的事业接受下来仍然不够 语言意义学说之根与此在的存在论 它的容枯细于这种存在论的命运 我们眼下所做的 不过是要指出语言现象处在此在的存在建构之内 归根到底 哲学研究 中德下决心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 那是用具的存在方式 亦或是此在的存在方式 亦或二者都不是 语言有兴衰 甚至语言会是死语言 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 含义首先和通常是尘世的含义 甚至往往主要是空间性的含义 这是偶然的吗 为了追问事情本身 哲学研究将不得不放弃语言哲学 将不得不把自己带到在概念上 液晶澄清的问题 提法面前来 逼日常的此之在与此在的沉沦 在回溯在世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结构之际 我们不曾专题阐释此在的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那里 第一步是要分析属于常人的理解和解释 从而我们就能够知道 此在作为常人展开了哪些存在方式 我们将逐一考察话语 故事与解释的日常样式 即闲言 好奇 两可 这些样式将公开出日常此在的本质倾向 即沉沦 第三十五节 闲言 闲言这个词 在这里不应用于卫卑等的含义之下 作为术语 它意味着一种正面的现象 这种现象 组建着日常此在的理解方式和解释方式 话语说出来就是语言 而语言已经包含了某种理解与解释 说出过的东西分成环节 成为含义之间的联络 在这些环节及其联络之中保存着对世界 对他人和对此在自己的理解 这种理解涉及传统是怎样揭示事物的 也涉及要重新解释事物时 我们都有哪些可能的概念及视野 成型的解释方式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 像语言本身一样根本不是现成的东西 但若说出过的话语不是现成的东西 那么它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呢 它的日常存在样式又是什么呢 语言包含了某种理解 这种理解是平均的理解 话语就凭着这种平均的可理解性 达户远方而为人理解 听到话语的人 却可能对话语原始所及的是什么 不慎寥寥 听到的只是话语本身 谁说的意思都差不多 那是因为人们始终平均的理解所说的事情 人们并不曾分享对所谈及的事情的原始联系 在日常共处中 要紧的只是把话语说来说去 只要有人说过 只要是明言警句 似乎就一定真是不期合乎视力 话语也许从未获得过对所谈及的事物的原始联系 也许先前获得过而后来丧失了 话语本身却越传越广 越传越权威 事情是这样 因为有人说是这样 开始就立足不稳 经过鹦鹉学蛇 人云亦云 就变成全然的闲言 全然失去了根基 闲言还不限于口头上鹦鹉学蛇 他还通过笔墨之下的陈词滥调传播开来 人们阅读时不求甚解 他们依靠平均的理解 从不能够断定什么是原始创造 原始争得的东西 什么是学蛇而得的东西 更有甚者平均理解也不要求这种区别 因为他本来就什么都懂 谁都可以大谈特谈 对什么都可以大谈特谈 对于闲言的莫无差别的理解来说 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深深所弊的 闲言无需先与所谈的事情建立切身联系 就什么都懂了 要尝试真实的理解失智 就可能误入歧途 更其困惑 而人们沉浸在闲言里 就免于因尝试真实理解而遭受失败的危险了 话语原始此在 介意展开自身的途径 可一旦变成闲言 就所避了在世 掩盖了事物 我们自然而然认为话语有所说 其对事物有所揭示 可闲言停留在话语本身 而从不费心回溯到所谈及的事物 这里无需忽有意欺骗 闲言以扭曲的方式开展在世 从而起到封闭作用 更有甚者 闲言也是一种话语 这种话语包含着平均的理解 人们虽然未能理解真实的事物 却仍自以为达到了某种理解 这就加深了封闭 由于这种自以为是 人们就把所有负有心意的结问和分析 都数之高格 事物通过平均的理解得到解释 形成自明而自信的公众讲法 许多东西我们最先都是通过公众讲法得知的 不少东西从不曾超出公众讲法 没有哪个此在出生在自由的国土 天然看到自在的世界 此在是在公众讲法中生长起来的 公众讲法 甚至已经决定了 此在借以同世界发生牵连的基本样式 决定了我们会有何种情绪 规定着我们看什么 怎样看 一切真实的理解解释和传达 一切重新揭示和重新具有 都是在公众讲法中出自公众讲法 针对公众讲法获得的 然而 闲言并不是一种现成状态 闲言持续 不断地把此在同源使真实的存在切开 从而切除了此在的根基 让它滞留在漂浮不定之中 此在以这种去除根基的方式开展自身 开展世界 只因为此在有所开展 它才有可能以这种去除根基的方式存在 此在并不因为去除了根基而不存在 它倒因此才是最日常最顽固的实在 第36节 好奇 在对理解进行分析之时 我们立刻会碰到看这一现象 日常的看有一种特别的倾向 我们称之为好奇 不过第一 好奇不局限于用眼睛看 它也出现在其他感知方式中 第二 我们是在生存论的广泛意义上来阐释好奇的 而不局限于阐释狭义的认识活动 巴门尼德说过一句话 人们通常把它异作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意的 但若竹子从其原始含义来理解 这句话说的是 一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琐事 就是在纯直观中显现的东西 而只有这种看揭示者是或存在 原始的真相乃在纯直观中 较后的希腊哲学家 明确地把巴门尼德的这一命题接受下来 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的论文集 其首篇论文开篇就说 求知乃人的本性 按照原始含义来翻译就是 人从本质上就有看之欲求 亚里士多德就从这里看到了 研究存在者及其存在的科学是怎样发生的 后期只好产生出一种快乐 而早在希腊哲学中 人们就从看的快乐来理解认识活动 这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巴门尼德的论题相伙流传 始终是西方哲学的基础 直到黑格尔也为基于这一论题 才可能提出他的辩证法 看的优先地位 首先是奥古斯丁在阐释欲望时注意到的 他说 看本是眼睛的专职 但我们用其他感官进行认识的时候 我们也说看 我们用眼睛 而且只能用眼睛看到光亮 我们不能说 听听这东西有多亮或摸摸这东西和等耀眼 但对声音 气味 味道 硬度都能通用看字 例如看 这声音多响亮 或看 这东西多硬 一般的感觉经验都名为沐浴 这是因为其他的感官在进行认识的时候 也拥有类似于看的功能 眼睛有某种认识上优先性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突出单纯直观的倾向 在好奇现象这里 可以理解到此在的何种生存的建构 此在首先操劳于世界 操劳是由寻思的 是引导的 寻思所关心的是用具的使用 机会的适当 等等 在暂停工作或完成了工作的时候 操劳休息下来 但这时候寻思并未消失 他只不过不再束缚于用具 变成了无拘无束的等闲寻思 等闲寻思不再有用具上到手头 于是 他离开窃近的事物 而趋向于遥远陌生的世界 这时候的看似 只就其外观来看 此在一任自己由世界的外观所收觉 他在这种存在样式中摆脱对窃近事物的依存 不过 看总具有带进前来的性质 此在寻找远方的事物 只是为了在其外观中把他带进前来 等闲的看就是好奇 他忙于东看西看 却不是为了理解他看见的事物 而只是为了看看而看 他贪心悟奇 只是为了从这一星期重新跳到另一星期上去 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世界 好奇无所逗留 所以我们必须把好奇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惊奇 与闲暇区别开来 存在者的存在是我们惊奇 叹为观止 于是我们寻求闲暇 以便逗留 做一番考察 好奇却从不肯逗留 他通过存在者的花样翻新寻求激动 好奇什么都要知道而什么都不要理解 到处都在而无一处真在 在好奇这种在世方式中 日常此在不断地被连根拔起 由此可见 闲言和好奇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什么对好奇封闭着 没有什么是闲言不曾理解了的 他们自担自保 满以为自己过得真实而生动呢 然而 从这种自以为事中 却显现出此在日常开展自身的第三种方式 第三十七节 两可 在日常相处中来照面的那类东西 是人人都可点儿通达的 关于他们 人人都可以随便说些什么 既然如此 人们很快就无法断定 什么东西在真实的理解中展开了 而什么东西却不曾 万事不过魔能两可 不仅摆在眼前的事情 人人都知道都议论 而且将要发生的事情 人人都已经会大发议论了 别人料到的 人人也都先已料到了 这种捕风捉影来自到听途说 因为谁要是认真捕捉一事的踪迹 他是不会声张的 唯当可以对将要发生的事情 不负责任地预料一番 人们对他才有兴趣 人们才供在群集 查宗访计 一旦预料知识投入实行 两可就兴趣所然 甚至立刻反过来扼杀这种兴趣 因为一旦实施 此在就被迫回他自身 闲言和好奇便是其大事 剩下的只有施加报复 其方事是一如反掌的断定 这是人们也一样做得成的 因为人们的确一道料到了这事 公众解释事情的这种两可态度 把好奇的预料假冲为真正发生的事情 倒把实施 与行动说成姗姗来迟 与无足轻重之事 此在于此总是两可的 在那里 仿佛万事都已经靠闲言决断好了 在那里 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 推动这事情发展 在那里 日日万事丛生 其实本无一事 投身于实行的 此在坚默无语的行动 取偿真实的挫折 这时闲言早又来到另一件事情上 来到最新的事情上 在公众看来 终于投入实施的事情总以为是太晚 它本质上比闲言来得缓慢 无似闲言那般节奏迅速 闲言与好奇 让真实的创新再来到公众意见面前之际 已变得陈旧 不过 本来唯当好奇消退之时 真实的创新才能自由地展开建设性的事业 摩棱梁可不仅升级世界 而且同样升级与他人的共处 乃至此在自己 此在首先是从人们听说他 谈论他 知悉他的方面在此 每个人从一开头就亏测他人 亏测他人如何举止 亏测他人将应答些什么 在常人之中 共处是一种紧张的 梁可的相互亏测 一种互相偷听 在相互赞成的面具下 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 还需注意 梁可并非来自故意伪装 也不是个别的此在引发的 此在被抛入世界 他就已经以梁可的方式共处 但这种梁可在公众场合 恰恰是掩盖着的 所以 若要用常人的认可 来验证我们对这类现象的解说 那只会是一种误解 我们已提供出闲言 好奇与梁可这些现象 并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现在应从生存论存在论上来把握这种联系 以便理解日常存在的基本方式 沉沦 第38节 沉沦与被抛 闲言 好奇和梁可是此在日常介意在此 介意开展其在世的方式 这些方式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 我们称之为此在之沉沦 这个名称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 它是说 此在首先与通常欲于他所操劳的世界 混迹于他人 消融于常人的公众意见之中 此在首先总已从他自身脱落 从本真的能是自己脱落 我们曾谈到此在的非本真状态 沉沦则对这种状态做出更细致的规定 但非本真却不意味此在根本失落了他的存在 此在在非本真状态中仍然在世 而且完全被世界和常人绝获 此在不是他自己 然而这却是此在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这种不是必须被理解 为此在最切近 最通常的琐事 我们关于沉沦及其诸样式的讨论 同日常此在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文化哲学的指去大相径庭 我们的阐释工作的意图是纯存在论的 沉沦是此在存在论上的结构 如果我们把沉沦当作此 在作为存在者而沾染的某种坏品质 也许可能在人类文化的进步阶段被消除掉 那么我们就误解了这种结构 然而是何种结构显示出沉沦这个动词的动态呢 刚刚讨论过的此在日常 在此的那些现象中 已经透映出沉沦的运动方式 闲言与在闲言中的出来的公众解释事情的讲法 是由日常共处组建起来的 闲言并不躲藏在普遍中 因为普遍在本质上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 日常闲言的无非是各个此在 但若此在 宁愿振日闲言碎语 而让自己失落在常人之中 那么这就说明沉沦在世本来就有诱惑力 好奇巨细无疑地开展出一切来 此在什么都见过了 两可不求甚解 此在却什么都懂得了 这些东西培育着自以为是 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 一切大门都敞开着 常人自以为生活的完满而又真实 根本无需互献身在世 并从原始现象那里获得理解 这种自以为是传播着苟安的情绪 沉沦的诸方式不仅有诱惑力 而且把此在牢牢地保持在他的沉沦之中 沉沦既自我诱惑又自我麻痹 其诱惑作用的苟安加深了沉沦 但这种苟安却不是寂静无为 常人从自己的根基脱落 漂浮无惧 常人即使读不出户 也要涉足最陌生的文化 以为知道了这些文化 或把这些文化和自己的文化 加以综合 此在就全面地理解了自己 多方探究的好奇却始终不曾问疑问 他所要理解的究竟是什么 理解是能在 是让此在能是他自己 所以唯有在最本己的此在中 才有理解 日常此在却只知拿自己同其他一切相比较 从而趋向异化 这种异化杜绝了本真的能在 哪怕只是本真的面对失败的能在 在异化中 最本己的能在对此在隐而不露 陈勒在世不仅具有诱惑力 不仅苟且偷安 而且不断异化者 但此在不断异化 却并不是要真正关心遥远而陌生的文化 他关心的时不过是常人自己 所以 异化驱使此在进行近乎几度的自我解剖 便是一切可能的解释 产生出属不清的性格论与类型论来 乃至来不及对种种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异化不仅不曾把此在从常人自身解脱出来 反而更深地把此在拘求在非本真的生活之中 诱惑 苟安 异化 拘求 这些现象都是沉沦特有的动态 我们把这些动态组成的运动方式称为跌落 此在跌落到无根基状态中去 而且是在这种无根基状态之中跌落 此在从它本身跌入它本身中 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 公众讲法看不见这种跌落 反把这一跌解释为上升到具体实在的生活之中 跌落这种运动不断把此在从本真性拽开 拽入常人的视野而假冲本真性 从而形成跌落运动的漩涡 漩涡把此在抛来抛去 此在被抛制 并非此在先好好担在那里而后被抛制起来 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 只要此在是其所事 它总已被抛而卷入非本真生存的漩涡之中了 实际生存恰恰是在被抛近矿中显现出来的 此在像什么沉沦 它像之沉沦的 就是属于它的实际在世的那个世界 然而 此在并非一个绝缘的主体 一个自我点 有时脱离这一自我点而去沉沦于世界 那样的话 世界就被理解成了一个课题 沉沦也成了室内事物的现成存在方式 然而 此在不是现成的东西 我们这里也根本不谈此 在与现成事物的现成关系 此在在世 无论如何 不是一个主体 与一个课题 共同现成存在 而且我们现在通过沉沦现象已经说明 就连把此在在世 误解为某种现成存在的这种异想 本身也是由沉沦的存在方式产生的 我们若坚持从生存论上理解此在 始终把此在的存在理解为在世 那就显而易见 在沉沦中 主要的事情不是别的 正是未能在世 能有所理解的现身在世 即使是以非本真状态的方式亦然 反过来说 本真生存并非漂浮在日常生活上空 它只是通过某种改变而对日常生活有所掌握 从而 沉沦所谈的也不是人性之堕落 从存在者状态上 无法断定人是否原初处在一种纯洁状态中 而后沦落了 沉溺于罪恶了 而在存在论上 我们也没有做出这种阐释的任何线索 沉沦是存在论上的运动概念 限于种种关于堕落与纯洁的提法 信仰或世界观一言不乏则疑 但凡它说到此在说到在世 那么 无论所说的是什么 只要它要自命为概念的理解 就都势必要归结到各种生存论结构上来 这一章的主导问题是此之在 此在的展开状态的存在论建构是由现身 理解与话语组建起来的 展开状态的日常存在方式则由闲言 好奇于两可描述出来 此在的生存论结构 整体的主要特征到这里都得到了剖析 从而我们获得了把此在的存在 概括为操心的现象基地 第六章 操心 此在的存在 第39节 此在结构的整体性问题 本书第12节已经提出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整体结构 但在最初进行一般性描绘的时候 整体的现象学眼光难免有些空洞 前面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具体阐释 应已消除了那种空洞 这几章在此 在在世的结构整体的基础上 一一阐释了这一结构的组件环节 当然 现象上的多样性 颇容易障蔽整体本身的统一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应得如何从生存论存在论上规定 液晶展示的结构 整体的整体性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准备性的 此在基础分析智力解答的问题 此在实际生存着 实际生存是怎样和生存论结构统一起来的 或实际生存怎样归属于生存论结构 此在在其被抛中向它自身展开 但此在向来就是它的种种可能性本身 它在这些可能性中并从这些可能性出发来理解自己 把自己筹划到这些可能性上去 此在向来为它自己之故而存在 但这个自己首先和通常是非本真的 是常人自己 把这些情况概括起来 我们可以把此在的日常存在规定位 以沉沦方式开展着的 以被抛方式筹划着的 为最本己的能在而愈是存在和供他人存在 我们能够成功地把握 此在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吗 我们能够同时把握整体性 而又使这一整体的猪结构 在同等的原始性中得到理解吗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有一条道路通向统一的 此在之在 从否定的方面看 把猪因素和现在一处肯定达不到这种整体性 我们不是按照图纸来建筑一座楼房 我们追问的问题 本质上有别于追问现成存在的问题 对周围世界的日常经验 始终都是面向室内存在者的 无法为我们提供追问所需的原始现象 同样 种种内心体验也提供不出充分的线索 此在之在 也不能从某种关于人的观念演绎出来 我们若要通达此在的整体存在 就需得充分透视这一整体 直至找见一种原始统一的单一现象 我们是否也有一条通道 在实际存在上及存在论上 可以通往此在的原始统一 若有 它又是此在从它本身出发所要求的唯一合适的通道吗 对自身存在的领会和理解 本质的属于此在的存在 而此在以现身在世的方式来理解 那么 有没有一种有所理解的现身形态 使此在在最原始处向它自己展开呢 这种现身形态就是为 畏畏鲜明地把握此在原始存在的整体性提供了现象基地 通过为这种现象 我们得以把此在自在把握为操心 操心不同于意志 愿望 嗜好与追求 操心也不是从这些东西排生出来 这些东西倒惦击在操心之中 传统曾给人下过种种定义 其中有些曾得到验证 我们现在把这些都撇在一边 而把此在阐释为操心 人们难免会觉得我们牵强附会 提出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 平庸的理智只会从熟知的东西着眼 我们从存在论上认识到的东西对它陌生刻意 这原无足为怪 不过 我们并非没有先于存在论的证据 我们将表明 此在刚刚开始理解自己的时候 就早已把自己解释为操心了 我们清理出操心这种现象 并不限于生存论上的人类学这种特殊任务 而是为了提出基础存在论的问题 及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回过头来 更重肯地把握住那些同主导问题 联系的最紧密的现象 我们曾经讨论过两种主要的存在方式 上手状态和现成状态 传统存在论主要是通过这些来理解存在的 所谓实在性 现实性莫不如是 此在之存在则始终未或经规定 所以我们必须讨论操心与上手状态 现成状态 实在性的联系 重新审视实在概念 与此相联系 我们将讨论实在论和违心论 在认识论问题上的提法 这些提法源是一循实在概念来制定方向的 存在者不依赖于我们 借以揭示他的经验和认识而存在 但存在或是却为通过此在才存在 无论存在者是他自身或不是他自身 这个是或不是都属于此在的理解 所以存在可以未被明确理解 但他绝不是完全未被理解 在存在论的提法中 自古以来是与真存在于真理 即使未被视为仪式 也始终相提并论 这就表明了存在于领会和理解的必然联系 从而 为了充分地准备存在问题 就需澄清真理现象 以下五节就将逐一讨论上述课题 第四十节 所追问的是此在的整体存在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从此在的日常生活出发 从沉沦出发 沉沦表明此在逃避他自己 在这一逃避中 此在恰恰没有把自身带到他本身面前 那么这不恰恰证明沉沦现象最不适合 用来追问此在的整体存在吗 然而 我们在这里必须提防 把实际生存上的描述 与生存论上的阐释混为一谈 或者忽视了在前者中 对后者起积极作用的现象基础 从实际生存上看来 沉沦封锁了此在自己的存在 然而 这种封锁状态只是展开状态的尺多 只有当此在在气开展中面对他自己 他才可能在他自己面前逃避 在逃避中 此在可能根本没有经验到他所逃避的 更别说对他加以把握了 然而 逃避之为逃避 所逃避者一定就在此 就已展开 生存状态上的这一实情 使我们有可能在生存论上把握此在所逃避者 据此看来 从沉沦现象出发进行存在论分析 并非注定了没有希望 正相反 我们在这里恰恰最不受虚强的自我解释的摆布 我们知道 此在是在有所理解的现身形态中展开的 有所理解的现身形态 应能为生存论提供出关于 此在本身作为存在者的消息 我们的产世工作 本来就追踪着此在自己的开展 与此在的现身形态同行 从生存论上进一步解说 此在自己已经在实际生存中开展出来的东西 从方法上说 我们挑选的现身形态越是原始 逼向此在之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们再先断定为能起这样的作用 为得别具一格的原始性何在 此在如何通过为这种现象 把它带到它本身面前 从而使我们能够从现象学上规定 此在本身的存在 这些虽然还都不清楚 但对未进行分析 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准备 我们在第三十节曾经分析过怕 二者显然有现象上的瓜葛 乃至人们通常根本不区分怕何为 下面的解说就要与怕对照 来展露为奥斯的这种现象 此在沉沦于常人就是在他本身面前逃避 但我们在某种东西面前退缩 转身放弃他 并不一定都是逃避 基于怕而在有威胁性的东西面前退缩 才是逃避 我们在讨论怕这种现象的时候已经说明 怕之所怕总是一个室内事物 它是有害的 从一定场所来的 在近处临近的 这个事物虽然临近着 但最终不一定出现 在沉沦中 此在转身放弃它本身 它所放弃的东西虽一定具有威胁性质 但它不是室内事物 并不可怕 它原是此在本身 是自己就具有能退缩这一存在方式的存在者 所以沉沦的背弃根本不是因怕室内事物而逃 所谓转身放弃 倒恰恰是要转回到室内事物中去 是要消融于其中 沉沦之背弃倒起因余味 而为幼才是怕成为可能 此在逃避它自身 而此在的基本建构就是在世 为之所谓者就是在世本身 而怕之所怕者却是室内事物 我们怕有害的事物 但一种事物 只会在实际生存的某个特定方面 对我们是有害的 而为之所谓者却不来自任何特定的联系 为之所谓是完全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 不仅在于我们根本不曾判定是什么造成了威胁 而且在于无论什么室内事物都一无所谓 为之所谓者不是这个那个室内存在者 也不是他们的整体 事物的相互联系整个现磨了 一切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都一言不发 世界全无意运 因而为也不从某个角度来看威胁者 威胁者并非来自某个方面 某个场所 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 为之所谓也非一步步临近而来 临近者可能出现也可能最终不出现 而为之所谓却已经在此 他就在此 以致他破人窒息 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 为不知其所谓者是什么 室内事物一无所谓 这告诉我们 为之所谓就是世界本身 全无所谓全无意运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在场 反倒意味着 室内事物原无所谓 乃至即使它们全无所谓 世界之为世界仍然独独地涌扑而来 为原始的直接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 我们并非先行考虑了一番 把室内事物撇开而指思世界 然后在世界面前产生出未来 为是原始的现身形态 为他才原始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 当未已平息 人们会说 本来也没什么 这话其实就在实际存在的层次上说中了 那本来是的什么 日常话语谈的总是上手事物 而为之所谓者却不是任何上手事物 无上手事物之无就之根于某种最原始的什么 即之根于世界 为之所谓就是世界本身 而世界之为世界 乃是上手事物之能够上手的条件 然而 从存在论上来看 世界属于在世界之中存在 亦即属于此在的存在 因而 为之所谓者就是在世本身 为不仅有所谓 其为现身形态同时也有所谓而为 威胁者本不确定 所以 为所谓而为者 不是此在的一种确定的存在方式 为所谓而为者 就是在世本身 在为中 室内事物整体呈现了 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 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 所以为 使此在不能再从 世界 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理解自身 为把此在抛回此在所谓而为者那里 即抛回本真的能在世那里 为时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 使他从最本己处领会自身理解自身 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 为所谓而为者把此在开展为个别化的存在 为在此在中公开出最本己的能在 公开出选择与掌握自己的自由 为把此在带到他的自由存在之前 带到他的本真生存之前 不过 我们已经说过 本真生存不是脱离世界的生存 自由总是沉浸在某种事业之中的自由 为之所谓与为之所谓而为都是在世 这种一二二二一的情况 甚至扩展到身为本身 因为身为作为现身形态 原是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这里 开展活动与展开的东西 在生存论上是一二二二一的 这就证明 为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现身形态 为是此在个别化并开展出来成为Solus Eps帷我 但这种生存论的 帷我主义并不是把一个绝缘的主体 放到一个无世界的无关痛痒的虚空之中 而是在最根本处把此在带入他的世界 带入其本己的在世 关于这一点 日常的此在解释又是最少先入之间的旁证 人们说 一旦身为 人就茫然失所 茫然说出了未知所谓的不确定 失所说出了无何有之相 但茫然失所同时也说出了此在悲景的一家 此在作为常人 苟安自信地沉溺于他所熟悉的存在者 把沉沦当作在家 而未却将此在从其沉沦中抽了回来 日常熟悉的世界呈现了 此在今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世 所谓茫然失所 指的无非是这种不在家的存在方式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沉沦所逃避的是什么了 不是逃避室内存在者 而恰恰是要逃避到他们那里去 逃避到他可以苟安于其中的事物那里去 逃避到熟悉的公众意见那里去 沉沦的此在在那里安家 逃到那个家里就是逃避自己的不在家 逃避其茫然失所 然而此在在世 原有茫然失所的性质 这种茫然失所紧随着此在 即使不曾名言 也实际威胁着他安家于常人的苟安状态 这种威胁可以和日常此在的苟安无求 并行不备 为可以在无关痛痒的境况中生起 也不必须身处黑暗 虽然人在黑暗中大概比较容易茫然失所 在黑暗中 我们一无所见的实情格外突出 然而世界恰恰还在此 而且更咄咄逼人的在此 为展开了我们茫然失所的实情 但此在在实际生畏之际 不见得在存在论意义上理解了茫然失所 此在日常用以理解茫然失所的方式 倒是让这种现象变得模模糊糊 以便逃避这种现身情态 日日的逃避 常常的逃避反倒显示 茫然失所原始而基本的属于此在 在熟悉的室内事物中安家 是茫然失所的一种样式 而非凡之 从生存论存在论来看 不再加到是更为原始的现象 只因为慰暗中总已规定了在世 所以此在才能害怕 怕是沉沦于世界而不自知其沉沦的 非本真的慰 实际上茫然失所的情绪 即使在实际生存上也多半未被理解 而且在沉沦与公众意见占主导地位的时候 含有真正的慰 慰往往还有生理学方面的条件 然而我们必须首先从存在论上来理解位 而不可禁止从存在者层次上的起因与发展来理解 只因为此在在它存在的根基处有所谓 所以才可能从生理学上解说位 不过 实际生存中本真之位故意罕见 但更罕见的是 从生存论存在论来阐释为这种现象的建构与功能 这部分是由于人们一般的忽略了对此 在进行生存论分析 而特别是由于忽视了现身现象 基督教神学 曾在存在者层次上 注意到位与怕的现象 甚至在很窄匣的限度内 对之做过存在论上的讨论 虽然对位和怕始终不曾稍加区别 这种情形 总是发生在人对上帝的存在的人类学问题 在了上风的时候 或像信仰 罪过 爱 回等现象决定了问题的提法的时候 奥古斯丁在其著书性的著作与通信中 多处讨论到无瑕的怕与奴性的怕 他在关于80个不同的问题 中的问题第33 第34和第35还曾讨论过一般的怕 路德也在谈到忏悔与愧疚的时候讨论过怕 此外他还在对创世纪的注视中做过讨论 对位的现象做出最深入分析的是科尔凯郭尔 这一分析是在对原罪问题座 心理学解说是进行的 为此可以参考慰这个概念 任何现身形态 都会开展出在世的所有组件环节 世界 在之中 自己 然而慰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开展方式 因为慰造就个别性 让慈在毫不假托是内存在者而显现自身 慈在总是我的慈在 虽然它首先和通常附着于是内存在者 那么 慰的生存论产事 应以为我们准备好了现象上的基地来回答 慈在的整体存在这一主导问题了 第四十一节 慈在之存在 操心 要从存在论上掌握结构整体 我们必须首先问 慰能够从现象上原始地给出慈在的整体吗 我们可以先从形式上列出慰的全部内容 慈慰作为现身形态是在世的一种方式 慰之所慰是被抛的在世 慰之所慰而慰是能在世 据此 为了整个现象 就把慈在显示为实际生存在世的存在 包括生存 实际性与沉沦 这些生存论规定并不是组合在一起的部件 而是由一种原始的联系编织在一起的 这种联系构成结构整体的整体性 慈在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的存在者 它是什么 要由它自己去世 慈在一能够去世自己的方式筹划自身 慈在之所是乃是它本身的一种可能性 能够自由地使它自己 能够自由地成为本真的或非本真的 这些都在为的原始现象中具体呈现出来 能够最真切地成为自己 从存在论上却是说 慈在在其存在中已经先行于它自身 慈在总已经超出自身 慈在并非与世界无关就能先行于自身 先行于自身是在世的一种特点 但在世的另一个特点是 慈在总已经被抛入一个世界了 这一点也具体显现在未中 从而 慈在已经在时而先行于自身 生存领先于自己 但生存总是实际的生存 慈在不仅一般无差别的是被抛的能在世 而且总也已经消融在所操劳的世界中了 沉沦的慈在寓于世界 在茫然失所面前逃避 这也或明或暗透露出来了 所以 已经在时而先行于自身 是和沉沦连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 我们应把此在的存在论结构 整体从形式上规定为 先行于自身 而已经在时 寓于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这与存在满足了操心Sorge这个名称的含义 我们只在纯粹存在 论生存论意义上使用操心这个名称 此在为生计忧虑 为子女忙碌 这种实际生存中的操心 和我们所说的操心 完全不是一码式 只因为此在在存在论上就是操心 诸如忙碌忧虑之类的东西 以及反过来像无忧无虑和欢快这样的东西 在实际存在上才是可能的 因为在是本质上就是操心 所以我们才一直把和用具打交道理解为操劳 把与他人共在理解为操持 操心是操劳操持之中的基本结构 操心并不是与沉沦脱节的生存论结构 而是把它包括在统一之中的 因此操心也不是首先专止孤立的我照料我自己的心 自己操心这种用语是同于反复 操心不会特别用来指对自己的行为 因为我们已经从存在论上 把自己理解为先行于自身的存在了 操心的其他两个环节 已经在世和寓于室内存在者 总是随着先行于自身的存在一起被设定了 先于自身的存在 就是通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 这种存在是由自由规定的 因此此在也就可能非本真的存在 实际上此在首先和通常正是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着 他把自己的筹划交付给常人处理了 因而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中 这个自身总是指常人自身 即使在非本真状态中 此在仍然先行于自身 仍然为他的存在而存在 在此在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况之中都有操心 因此操心处在任何实际行为与实际状况之前 因此我们用操心来标示此在的整体存在 并非主张实践优先于理论 纯粹直观也是一种活动 一样需要操心 就像政治行动或休息消遣一样 理论与实践都是操心的此在的存在方式 操心从存在论上规定着此在的整体存在 欲望、愿望等等 都必须由操心来说明 而不是反之 愿望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来必然之根于死在 即之根于操心 而不单纯是出现在意识流 或其他什么流中的体验 此在在世 就和室内存在者有关联 操心总是操劳与操持 愿望也是面向存在者的 它是向着有待于操劳或操持的可能的存在 者作筹划 此在始终是可能之在 然而 常人的此在自始就已经把自由挑选的各种可能性 弥平为日常可获制的东西 这就是可能事物的可能性之变淡了 从而此在可得而安定地担逆于现实事物 它不是去意求各种积极的可能性 而是把日常可获制的东西拿来代替真实的可能性 并通过这种策略产生出有某种事情在发生的假象 常人不肯努力去实现真实的可能性 因为这种努力也包含着真实失败的可能性 相反 常人单于对这些可能性想如飞飞 这就是所谓单纯愿望 愿望仍是一种能在 仍然先行于自身 不过 它是本真筹划的一种辨识 愿望充塞之处 堵塞了对各种实际可能性的理解 能够认真去尝试的可能性所需的条件 若和我们可以愿望的东西相比 当然永远稀缺不足 然而 没有要操心之事 就不会有所愿望 愿望在存在论上也以操心为前提 只不过单纯愿望封闭了本真的操心 只剩下对过去的可能性缅怀不移 所以 常人在不断追逐单纯愿望的同时 又特别喜欢沉沉于往事 由愿望和沉沉组建起来的操心 同时也是已经寓于世界的存在 这种非本真的寓意志在就是上瘾 上瘾也包含先行于自身的指向 但这种指向不过是身不由己被引头拉了过去 引头挤走了此在的生命力 此在不再生机饱满的精密世界 他被世界的吸盘吸住 不是他活个世界 倒是世界活他了 此在沉迷于引头的时候 看上去万事皆消 只要过瘾就行 其实操心的整个结构都还在 只是改变了样式 一切筹划都转而为过瘾服务了 即使生命冲动也不足以说明操心 固然 生命冲动与上瘾不同 它的动力来自此在自身 然而 即使这种不惜任何代价的指向 仍不是本真的先行于自身 在所谓纯粹冲动中 此在还不能够自由地操心 其实 此在从来不是单纯的冲动 仿佛生命冲动从本质上控制着此在 此在作为操心 总是由在世的完整结构规定的 只不过这一完整结构会作为某种便是出现 操心的现象本质上是不可割裂的原始整体 不可以还原为某种特殊的行动或心态 上瘾与冲动都置根于此在的被抛 生命冲动是消灭不了的 对室内事物的引头是铲除不掉的 但因为二者在存在论上都置根于操心 所以 二者都可以通过本真的操心 而转变为本真的实际生存样式 操心在存在论上比上述诸现象更早 虽然在一定界限之内 无需具备完整的存在 论事业也可以适当地看到这些现象 本书限于基础存在论的研究 既不打算成为具细无疑的此在存在论 更不打算成为一部具体的人类学 就本书的目的而论 只消指出这些现象 在生存论上如何置根于操心也就够了 操心是生存论上的基本现象 这却不是说它是一种简单的现象 更不能把它还原到某种实际存在上的基本元素 我们最终还会表明 一般存在也和此在的整体存在一样 不是简单的 操心的规定是 先行于自身 而已经再是寓于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这就摆明了 这个现象分成环节具有结构 但这岂不提示 我们还需要找出一种更原始的现象 而它必须能够从存在论上 把操心的多重环节的统一结构承担起来 我们将在第二篇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在这之前 还有两件事情要做 其一是提出一项先于存在论的证据 表明我们从存在论上提出的新东西 在历史上其实甚为古老 其次是回顾这一章做过的阐释 借助我们已经获得的见地 重新审视实在问题和真理问题 第四十二节 前存在论的操心观念 即使我们不把操心 仅仅从实际存在上理解为担心忧虑 而是坚持从存在论上来理解 把此在之存在概括为操心 仍然和人的传统定义相去甚远 难免显得生辟 所以现在我们来援引一项先于存在论的证据 这虽然只是历史方面的旁证 但这项证据的有利支出在于 这里出现的此在自我解释是原始的 不掺杂理论因素 而且 此在之存在从根本上就是历史的 所以历史上的说法具有特殊的分量 下面引用的是一则古老的预言 笔者是在布尔达赫的福士德 与操心一文中发现的下面这个故事的 他还告诉我们 哥德从赫尔德那里把它吸收过来 加工后用于他的福士德第二部 从前有一次 女神操心横渡一条小河 在岸边看见一片焦土 她若有所思 从中取出一块焦泥 动手把它塑造 她正琢磨着自己造出来的玩意儿 朱毕特神走了过来 操心 便请求朱毕特为这块成形的焦泥赋予灵魂 朱毕特欣然从命 可是事后两位天神争执起来 各自要用自己的名字 来为这块成形的焦泥命名 这边还争执不下 又冒出了土地神泰鲁斯 争说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因为是他从自己身上贡献出了你呸 他们争论不休 请农神来做裁判 农神的评判看来十分公正 你 朱毕特 既然你提供了灵魂 你该在他死时得到他的灵魂 既然你 土地 给了他身躯 你就理该得到他的身体 而操心最先造出了这东西 那么 只要他活着 他就归操心所有 至于他的名称 就叫红偶人吧 因为他是由Humas泥土造的 这则寓言说得很明白 人只要活着 人只要在此 就隶属于操心 特别重要的还在于 预言接受了人是躯体 弥土 和精神的复合这一熟知的看法 而同时仍给予操心以优先地位 操心最先造出了他 人的存在源于操心 只要他活着 他就归操心所有 人生在世 离不开操心 由他的源头统治着 人的名称来自他的肉胚 人的存在却是由他的源头 及操心来规定的 对此做出裁决的 则是斯世间四季的农神 这一本之规定一开头 就从人生在世的时间兴着言 来规定人的存在方式 这则预言表明 我们的生存论阐释 绝不是一种虚构 而是一种存在建构 而这种建构 自有种种初级的草图 历史上使用的操心 Kura 当然还不是一个存在论概念 但他的确透露出 自在的某些基本结构 布尔达赫就提醒我们 注意操心具有双重意义 一重是担心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而未雨绸缪 另一重则是十分投入 被牢牢地吸住 人筹划自己的种种可能性 通过这些筹划 而成为他所能适者 这就叫人的完善 人的完善是操心的牢机 但操心也同样原始地 意味着人被抛制到世界之中 被世界牢牢吸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被抛的筹划这一双重结构 所以 塞涅卡写道 树 兽 人 神这四类有生之物 为后两类负有理性 而这后两类的区别 则在于神不死而人有死 于是在这两类中 神的善由其本性完成 而人的善则由操心完成 我们从存在论上提出操心 意在指明根本的存在建构 而不仅在于说明操心 在实际生存中十分普遍 在人的行为态度中 总能找出某种担忧 某种投入 存在论意义上的操心 是人在实际生存中 之所以可能担忧 可能投入的条件 操心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的 广阔的 乃至无论我们在实际存在层次上 认为人必定不断为生计操心 还是一叶偏舟 无牵无挂 反正所有这些世界观世的 此在解释 莫不活动 在操心 这一概念 以先行提供的基地之上 不过 我们提出操心 不是要为人类学设置 存在论基础 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基础存在论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通过操心这个概念 获得了此在存在的统一现象 我们就可以把前词只能粗略加以提示的一些问题 引向更集中更深入的理解了 第四十三节 此在 世界 实在 必须对存在有所领会有所理解 才可能追问存在的意义 而对存在的理解属于此在 我们对这个存在者的解说 愈适当 愈原始 我们就愈可靠地走向最终 解决基础存在论问题这一目标 我们以再三表明 世界随着此在再世一同展开 在世界展开之际 室内存在者的存在也总以某种方式得到理解 然而 前存在论的存在之理解 尚未在存在论上形成适当的概念 还不曾把他自己的种种不同的存在样式解说清楚 由于此在的沉沦 他首先把对自己的理解 挫折到对世界的理解之中 就存在论来谈 情况也是一样 他跳过了首先上到手头的东西 而把存在者理解为现成事物 于是存在被理解为实在 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成了实体性 而他还退回到这种实体性来理解此在 认为此在也像别的存在者一样是现成的 在存在论问题的提法中 实在概念具有特殊的优越地位 从而此在的存在一般是内事物的存在 以及一般存在 所有这些问题的提法都被迫向歧途 他处处从实在这眼 以实在为准生来规定存在的其余样式 从反面来看这些存在样式离开实在有多远 所以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分析的方向 证明实在只是种种存在方式中的一种 而且它在存在论上根源于此在 世界和上手事物 从而我们需的彻底讨论实在问题 讨论该问题的条件及界限 得能否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人们一向用来把握实在的主要方式是直观认识 是一种意识活动 所以首当其冲的问题似乎就是 实在事物是否独立于意识而存在 或反过来 意识是否能超越自身而通达实在事物 要回答这类问题 我们先就要问 实在对之独立的那个东西 应当被超越的那个东西到底是怎样存在的 同时我们也就不得不问 意识或认识是不是通达实在事物的本来方式 前面的生存论分析中已经表明 认识是通达实在事物的一种派生途径 实在事物 本质上只有作为室内存在者才是可通达的 而室内存在者随着 此在在世的基本建构一道展开 此在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总已经在世 而已经在世界之中的此在怎么会问出 有没有一个世界 这样的问题来 然而 除在世的此在 又有谁会提出这个问题 不过 人们这里所说的 世界 也许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世界 甚至不是一般的室内存在者 而是具有实在这一存在方式的室内存在者 即仅仅现成的事物 室内存在者总已随着世界的开展得到揭示 但他不一定作为实在之物得到揭示 在这种意义上 倒的确可以问 有没有一个实在世界 但像这样把实在事物与世界混为一谈 是足造成混乱 因为只有世界已经展开 才可能揭示实在事物 正因为此 只有世界已经展开 才谈得上实在事物仍然隐蔽不张 人们不曾事先澄清世界现象 却在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上纠缠不休 康德把始终没有人为我们之外的物的词 在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 这件事称为哲学和一般人类理性的耻辱 他本人提供了这样一个证明 并把它作为下面这条定理的根据 对我自己的此在的纯粹的 但为经验所规定的意识 证明了在我之外的空间中的对象的此在 首先应当注意 康德所说的此在 无非是指现成存在 既指意识的现成存在 又指物的现成存在 对我的此在的意识 就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对我的现成存在的意识 康德为我之外的物的 此在提供的证明大致如下 我的现成存在 即观念的现成存在 不断变异 但变异和持久不可分割的属于时间 变异已经把某种持久的现成事物设为前提 而这种持久的东西不可能在我们里面 所以 只要有在我之内的变异 就一刀设置了一个在我之外的持久事物 这个证明不是因果推论 所以也就没有因果推论的不利之处 乍一看 康德似乎放弃了笛卡尔的入手点 不再把独立地摆在那里的主体 作为因果系列的开端 而是从时间性出发给出了一个存在论证明 但这只是假象 康德要求为在我之外的物提供证明 这就已经表明 它是从主体 从我之内提出问题的 而且实际的证明过程 也正是从在我之内的变异出发的 因为承担着这一证明的时间 只在我之内 被惊验到 在我之内的时间提供了基地 使证明得以跳到我之外去 可况 充其量康德也不过证明 编译的存在者和持久的存在者 共同现成存在 主体和客体共同现成存在 然而 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共同现成存在 仍然完全不同于此在在世 康德把在我之内 和在我之外的区别以及联系设为前提 这原本不错 然而他没有指出 若一时间为线索来谈变异的东西和持久的东西的 共同现成存在 所得的结果也是合于 在我之内和在我之外的联系 谈到在我之内 也就一道设置了在我之外 如果康德看到了这一点 他就不会认为 我之外的物上未证明 且必得证明了 若认为外部世界无需论证 而必须纯凭信仰接受下来 那也一样是本末倒置 这里仍然有一种以孤立主体 作为开端的构想 在作怪 信仰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无论对还是不对 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 无论充分还是不充分 诸如此类的尝试都不曾充分透视自己的根基 都把一个最初没有世界的 或对自己 是否有一个世界没有把握的主体设为前提 而这个主体 到头来还必须担保自己有一个世界 于是在一个世界中从一开始就被归于看法 意测 信仰 而所有这些 其本身都已经是在世的一种衍生样式 哲学的耻辱 不在于我们至今尚未提供这个证明 而在于人们一而在 再而三的期待和尝试这样的证明 这是因为设置了一个无世界的主体之类的东西 从而就需要证明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独立于它 外在于它 有所欠缺的并不是这些证明 而是这个进行证明和渴望证明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 能否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 倒不是在求解过程中会碰上某些解不开的死结 而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作为主角的存在者 在其存在的根基础为抗这类证明 向来就属于它的东西 却被认为事后有必要证明是属于它的 有待证明的并非外部世界是否现成 以及如何现成 而是为什么本来就在世界之中的 此在会有一种倾向 先在认识论上把外部世界葬入虚无 然后才来对它加以证明 原因就在于此在的沉沦 沉沦的此在通常从现成性来理解存在 当此在进而成为反省的 批判的 它就会发现在那个东西才是确切现成的 然而这个孤立的主体无论如何都显得那样不充分 于是 此在还要努力去证明 或信仰外部世界也同样现成存在 可是 在世的原始现象已经毁掉了 只有依靠残留下来的孤立主体 去和世界拼接了 各类实在论和维心论以及二者的混种 构成了各式各样 解决实在问题的尝试 所有这些尝试都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东西 但若以为把这些东西累积起来 就能获得对实在问题的解答 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需要的是一种彻底的眼光 看到这些不同的认识论流派 并非只在认识论方面迷了路 而是耽搁了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从而在根本上 就没有获得适当提出问题的基地 即使事后对主体概念和意识概念 加以现象学的改善 我们也还是不能获得这一基地 我们说 室内存在者一向已经随着此在在世展开了 这一命题似乎同外部世界现成存在 这一实在论命题相符 但是 实在论认为 世界的实在性 是需要证明且可以证明的 而这两点恰恰是我们所否认的 而且 实在论试图在实际存在上 用实在事物之间的实在相互作用 来解释实在性 由此 就更可以看清实在论和生存论之间的区别 唯心论的结论颇逆乎情理 不可持续 尽管如此 涉弱唯心论 不把自己误解为 心理学的唯心论的话 它在原则上还是比实在论优越 存在和实在只在意识之中 这一命题其实透露出一种理解 即存在不能由存在者来解释 单就此点而论 只有唯心论才有可能正确地提出哲学问题 这样 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样是唯心论者 然而 如果唯心论 意味着把一切存在者都引回到主体或意识 却始终不规定主体与意识的存在方式 最多指消极底主张它们是非物质的 那么 这种唯心论 在方法上就恰如最粗糙的实在论一样幼稚了 只要唯心论没有阐明这种对存在的理解 以何种方式属于此在的存在建构 它对实在的阐释就还是空泛的 的确 实在只有在存在之理解中才是可能的 然而这并不取消对意识的存在的追问 对思织本身的存在的追问 唯心论认为 意识本身的存在是无需也无法质疑的 其实 只因为存在是在意识之中 这就是说 只因为存在可以在此在中得到理解 所以此在才能够理解独立性 自在 实在这类存在方式 才能够把它们形成概念 只因为这样 巡视才能通达独立的存在者 把实在论和唯心论加以混 和可以得出一种看法 主体只相对于客体才是主体 反之亦然 然而 这只是纯粹形式主义的提法 在这里 相关关系的各环节和这种相关关系本身一样 都仍然无所规定 我们必须先把此在在世的基本建构展示出来 在这一基地上 我们自然可以来清理上述那种相关关系 只不过 这种形式化的关系在存在论上 其实是些无关红纸的关系 对实在问题的单纯认识论 解答有其不曾到处的前提 对这些前提所做的讨论表明 我们必须把实在问题当作存在论问题 收回到此 在的存在论分析中来 必实在作为存在论问题 即使欠缺明确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 人们也曾能够在某种限度内 对实在事物的实在性进行某种现象学描述 上面提到迪尔泰的论文 那里就有过这种尝试 实在的东西在冲动和意志中被惊艳到 他把实在性理解为阻力 对阻力现象的分析是这篇论文中积极的东西 也是描述性心理学这一想法最好的具体证实 但迪尔泰仍然是从认识论上提出实在问题的 这种提法妨碍了阻力分析发挥其正当作用 迪尔泰的现象性原理 使得他不能进一步对意识的存在进行阐释 从而他所谓的生命在存在论上 就和其他存在者并无本质区别 新进舍勒吸收了迪尔泰关于实在的阐释 发挥出一种唯一之论的此在理论 他像迪尔泰一样强调 实在从不首先在思维中被给予 而且他还特别指出 认知本身也不是判断活动 而是一种存在的关系 然而他的理论也像迪尔泰的理论一样 缺乏存在论上的规定性 而且生命的存在 论基础分析 也不能事后才插到建筑底下去 欲望和意志之所以能够撞上阻力 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寓于世界的因缘整体性 只有一具世界的展开状态 才可能获得阻力经验 阻力经验 实际上只规定的是内存在者的结实广度 和阶实方向 世界并非由这种广度和方向合成的 倒是必须有一个展开了的世界 这二者才能合成 而且 阻力也不是自行出现的 必须有一种存在者会操心 从而具有欲望和意志 才会有撞上阻碍者这样的事 所以 若用阻碍来规定实在 需得注意两点 其一 这种规定只涉及实在的种种性质之一 其二 阻碍必须以已经展开的世界为前提 阻力揭示出来的外部世界只是室内存在者 而绝不是世界 一切外部世界问题 仍必须回到此 在在世这一生存论基本现象上来 首要的事情是 在一世界之中 这个在必须被理解为面向种种存在的可能性 而非像迪卡尔理解的那样 在种种现成事物之中有一个我 这个我作为无世界的私质和这些事物一道现成存在 C.实在与操心 实在源可以用来标识室内存在者的一般存在方式 但在传统上 它通常指物的现成存在 然而现成存在的东西不都是物 自然是室内存在者 但它既不是用具 也不是单纯的物 无论人们如何解释自然的存在方式 反正这一点是清楚的 在室内存在者的诸种存在样式中 实在并不具有优先地位 这种存在方式更不能用来说明世界和此在 依照存在论上的顺序 实在根源于操心 根源于此在的存在 这却并不意味着 此在不再生存的时候 实在之物就消失了 当然 只有当此在生存着 只有在或不在可能得到理解 才说得上在 才给得出S.G.I.B.T.在 才有 S.G.I.B.T.在 到此在不生存的时候 独立性也就不在 自在也就不在 那时 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既不是可理解的 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那时 室内存在者就既不是可揭示的 也不能避而不入 那时就既不能说存在者存在 也不能说存在者不存在 现在却有对存在的理解 从而也有对实在和自在的理解 所以现在当然可以说 那时存在者还得继续存在下去 存在 而非存在者 依赖于存在之理解 实在 而非实在之物 依赖于操心 所以 我们不能寻视在观念为线索来阐释 此在或具体对意识 生命之类进行实际分析 我们必须把人的实质理解为生存 把生存的整体性理解为操心 不过 把操心同时在加以划分 却不意味着生存论分析的终结 这只不过是把盘根错节的问题 变为追问存在的问题 因为只有对存在有所理解 才能理解存在者 而为当此在这样的存在者生存 才有可能对存在有所理解 第44节 此在 展开 真理 哲学自古把真理与存在相提并论 巴门尼德首次就其存在来揭示存在者 同时就把存在同听取着存在的理解同一起来 巴门尼德的这句名言通常被一座存在 与认识同一 亚里士多德强调说 在他之前的责任 是由事实本身所引导而不得不进行追问的 他还特别说到 巴门尼德不得不追随那个 依其自身显示出来的东西 他又说 他们为真理本身所迫而进行研究 可见 真理和事实 或自己显示着的东西 原是一世 亚里士多德把这种研究活动称为哲学 或爱真理爱智慧的活动 哲学本身被规定为真理的科学 然而同时 他又把哲学称作就存在者的存在 来考察存在者的科学 如果真理的确原始的同存在联系着 那么 我们就必须在基础存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 探讨真理现象 其实 前文的分析早已接触到真理现象了 只不过我们不曾明确使用真理这个名称 我们把此在规定为存在之理解 真理同这一规定有何种联系 能够从这一规定看到为什么存在必然同真理为五 而真理又必然同存在为五吗 通过这些问题 我们将使真理问题成为明确的课题 并非只是把前文各处说过的东西同览到一处 我们的探索又新发端序 A符合论 传统上谈到真理 有三个主要的命题 一真理的处所是判断和命题 二真理的本质在于判断同它的对象相符合 三 这两点都是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首唱的 亚里士多德说 灵魂的体验或表象是物的消似 他并不是在为真理下定义 不过 后世形成了认识与对象消似或符合这一公式 受到他这个说法的影响 直到十九世纪 新康德派才主张 这种真理定义是落后幼稚的实在论 而且宣称他和康德的哥白尼是转折无法相容 其实 物伦塔诺在这之前已经注意到 康德也确信这一真理概念 甚至认为对此无需讨论 康德曾说 把真理解释为认识同他的对象的符合 在这里是被公认的合备设定的 符合是一种关系 但关系并不都是符合 一个符号的指向是一种关系 但不是符号同辈指示的东西的符合 六和十六件十相符合 这是说 他们就多少这一方面而言是相同的 符合是从某个方面而言的 认识和对象能在哪方面符合 二者原非同类 不能相同 那么 二者也许相似 然而 仅仅相似可不够 因为据说认识应当如事情所示的那样认识他 再说 原非同类的东西怎么能相似 可见 仅仅从关系来理解符合是不够的 也许我们不该超出主体之外 而老守住内在的真理意识 真理属于认识 属于判断 判断则可以分解为实在的心理过程 和判断的观念内容 真或不真是就后者而言的 心理过程则现成存在着 或不现成存在着 因此 是观念上的判断内容处于符合关系中 是它和判断所及的实在事物相符合 然而 符合本身是实在的还是观念上的 一或二者都不是 但判断内容的确的和对象有一种关系 而且它和判断过程也得有关系 而且后一种关系一定更内在呢 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不能合理地提出问题 乃至这个问题两千多年来不曾进展分号 是不是在这首之初 就不该在存在论上为加澄清 就把实在的过程和观念的内容分割开来 心理主义就去不接受这种分割 然而 心理主义完全没有澄清思维过程 中的思维具有何种存在方式 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个问题 从而 它就无从真正解释 判断里怎么会有两样东西 两个层次 符合论十分空洞 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可是人们谈到符合 谈得总是认识的符合 而关于认识的说法又五花八门 于是连本有的一点道理也埋没了 退回到判断过程和判断内容的区分 并不能把符合问题的讨论推向前进 关键之点还在于认清认识本身的存在方式 认识何时未真 当认识和对象相符合的时候 当认识得到证明的时候 从而 从真理现象着眼 符合就和证明有联系 某人被对墙说 墙上的像挂歪了 这一判断怎样证明自己 说话人转身看到墙上的像挟挂着 这证明了什么 是他认识到的东西同墙上的像相符合吗 但什么是他认识到的东西 如果他下判断之际 不是看着这张像 而是紧紧表象着这张像 那他是同什么发生关系呢 同表象吗 当然不是 他不是和表象的心理过程发生关系 但也不是和墙上的像的意想发生关系 仅仅表象着进行判断 仍然是和墙上的像发生关系 判断所指的就是这张实在的像 而不在意指任何其他东西 判断是向着存在着的物 本身的一种存在 而什么东西由眼见得到证明 那就是判断曾指的东西 即存在者本身 如此而已 证实了的是 向着存在者的存在 即判断 揭示了他向之存在的存在者 判断有所揭示 这一点得到证明 所以 在进行证明的时候 认识始终同存在者本身相关 证实仿佛就在这个存在者本身上面发生 意指的存在者 如他与其自身所示的那样显示出来 这里根本没有拿表象来进行比较 既不在表象之间进行比较 也不在表象同时在事物之间进行比较 证明涉及的不是认识和对象的符合 更不是心里的东西同物里的东西的符合 然而也不是意识内容相互之间的符合 证实意味着 存在者在自我同一性中显示 证实是依据存在者的显示进行的 这之所以可能 只因为认识活动 本来就是向着存在者进行揭示的存在 真理是 就存在者本身展示存在者 真理这种展示活动是一种存在方式 这种存在方式又依据于此在的在世 此在在世是认识的基础 也是真理的基础 必真理的原始现象和传统真理概念的源起 我们说真 真理 真相 是真的 真在 无非是说有所揭示 从这个说法入手 也许能把符合论清除掉 不过 这样来定义真理太任意了吧 采用这种与传统相去甚远的定义 即使能避免符合论的某些弱点 但一下子葬送掉优良的老传统 不是太可惜了吗 其实我们这个貌似任意的定义 不过是回到古代哲学的最古老传统 希腊人把通过罗格斯莱杰什来展示 叫做阿尔法兰布达 爱塔西塔 伊普希隆与普希隆 伊普希隆约塔 把存在者从回避状态中取出来 而让人在其无避状态中来看 本节开始处引用了极端亚里士多德 表明他把阿尔法兰布达 爱塔西塔 伊普希隆约塔 阿尔法 真理同 事情本身 同现象相提并论 赫拉克利特是明确讨论罗格斯的第一人 我们今天所说的真理现象 他是在被揭示状态的意义上来说的 他说 罗格斯道出存在者如何行事 但是对于无所理解的人 存在者却停留在回避状态中 这些人遗忘 这就是说 对于他们 存在者又成回回避状态中取了 引经据点 罪意滑入文字悬谈 在另一方面 保护最基本词汇的力量 免受平庸理解之害 这归根到底就是哲学的事业 平庸理解把这些词汇 你平为不可理解的东西 从这种不可理解 又生发出种种伪问题来 用真理这个词来翻译阿尔法 兰布达艾塔 希塔伊普希隆 约塔阿尔法 尤其从理论上对这个词进行概念规定 在很大程度 就会遮蔽希腊人在把思想转变为哲学之前 就已经理解到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把真和真理定义为有所揭示 无非是对希腊人原始的理解到的东西 进行必要的阐释罢了 我们的定义并非摆脱传统 倒是把传统据为己有 而要真正据为己有 我们还需说明 对真理现象的原始理解 怎么就演变成为真理的符合论了 把真理定义为进行揭示的存在方式 原不是单纯的字面解释 因为我们本来就把自在的某些行为举止 称为真实的 真实的行为举止的基础 应当在一种更原始的意义上被称为真的 揭示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 即此在的展开状态 才是最原始的真理现象 因为有所开展属于此在的存在方式 而此在有所开展 存在者才能得到揭示 原本进行揭示的 原本就真的 乃是此在 此在在时而揭示出事内存在者 这只在第二位意义上才是真的 只要此在有所开展 有所揭示 它本质上就是真的 此在存在在真理中 这一命题具有存在论意义 说的是此在的展开状态 属于它的生存论结构 而不是说在实际存在上 此在一向都在全真境界之中 结合前文对此在基本建构的讨论 此在在真理中 这一原理的生存论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操心概括着此在存在的结构整体 其本身及其个环节 则都有展开状态规定 操心同时包括 寓于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室内存在者的揭示 同此在的展开 是同样原始的 二此在的存在建构 包含有被抛 被抛近况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构成环节 此在总是在某一世界中 在室内存在者的某一范围内展开 三此在的存在建构 包含有筹划 此在可以从世界和他人方面来理解自己 但它也可以从自己的最本己处来理解自己 这就是本真的展开状态 其中就有最原始的真理现象 最原始一集最本真的展开状态 乃是生存的真理 只有同此在的本真状态联系起来 存在的真理 才能获得生存论存在论上的规定性 四此在的存在建构包含有沉沦 在沉沦中 理解改道而向世界方面去了 显言 好奇 两可使得被揭示的事物处于伪装和封闭之中 存在者并非完全会避 而是虽被揭示同时又被伪装 虽然呈现却是作为假象呈现 曾经揭示的 又成回会避之中 此在本质上沉沦着 所以 此在存在在不真中 不真亦如沉沦 在这里所具有的是其存在论意义 而非任何实际存在上的贬义 就其完整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来说 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同样原始的也是说 此在在不真中 不过 只因为此在是展开的 它才也是封闭的 只因为室内存在者一向已随着此在 是得到揭示的 它才可能被遮蔽被伪装 因而 即使某种事物已经得到揭示 我们要明确理解它 仍必须和假象和伪装抗争 一再重新确保其揭示状态 我们从来不是从完全的毁避进行新的揭示 一切新揭示都针对假象式的揭示进行 存在者看上去好像如此这般 这就是说 存在者已经以某种方式揭开了 然而还伪装着 引导巴门尼德的真理 女神把她带到两条道路前面 一条是揭示之路 一条是会避之路 这不过意味着 此在一向已在真理和不珍重罢了 真理总要正而后的 实际的揭示状态总仿佛是一种截夺 希腊人说到真理的时候 用了阿尔法兰布达 艾塔西塔 伊普希隆约塔 阿尔法去弊 就是个剥夺性质的词 带着阿尔法去除这个剥夺性质的词头 希腊人先于存在论已经理解到 在不真中造就了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规定 再是由真理和不真规定 这一宁题的基础 就是我们所说的被抛的筹划者一再是建构 在最原始的意义上 真理乃是此在的展开状态 然而传统的真理学说 怎么就会把真理阐释成了符合呢 仅仅指出符合论的困境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追溯符合论由来的谱系 说明此在本身的展开方式怎样 一来 就使得符合这一衍生的开展方式 首先映入眼帘 并指导着对真理问题的理论解释 操劳活动一向有所揭示 而此在在操劳之际又同时通过话语有所道说 此在在判断和陈述中 道出了存在者如何得到揭示 存在者如何得到揭示 这保存在命题中 判断一旦道出 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就成为室内存在者 他就可以接受下来 可以传说下去 可以人云亦云 即使在人云亦云之际 此在也不只是面向命题 而是面向命题所谈的存在者本身 不过 此在这时免于重新进行原始揭示 他无需忽借助原始经验 就把自己带到存在者面前 道听不说是常人的存在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不是借亲身揭示来占有被揭示状态的 于是若要缺切占有存在者的揭示状态 就需要证明命题的确有所揭示 保存在命题中的揭示状态 本来是某种存在者的揭示 那么 证明就在于重建命题同存在者的联系 但命题本身现在是某种室内事物 它与所揭示的存在者的联系 也就表现得像是现成联系 某某东西的被揭示状态变成了现成的一致性 只要我们把两个关系向理解 为仅仅现成的东西 那么 这种联系就表现为两个现成事物的现成符合 真理于是成为室内现成存在者之间的符合 这就是传统真理概念的存在论谱系 然而 按照生存论存在论谱系来说是最后的东西 在实际存在上却被当作最先最近的 这又是词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必然造成的 词在首先从室内存在者方面来理解自己 被揭示状态本来是通过揭示活动获得的 但对于听取命题的词在 它却首先摆在命题里面 希腊人最初对真理进行思考的时候 已经有时从被揭示状态这种现成存在 来理解揭示活动了 当他们把这种理解形成科学的时候 真理乃是现成符合 这一认识就取得了统治地位 不过 在那时候 那种真理理论 还没有完全遮蔽对真理的活生生的原始领会 这一点在亚历士多德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亚历士多德并没有提倡过 真理的原始处所是判断 他无宁是说 罗格斯是此在的存在方式 罗格斯能够揭示 然而他也能够遮蔽 这种双重的可能性是罗格斯的 真在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里的罗格斯并不是后世所称的判断 判断并非真理的本来处所 相反 判断作为有所揭示的在世方式 只跟与此在的开展 这么说 最原始的真理倒是判断的出所 判断可能真可能假 可能皆是可能蒙蔽 而最原始的真理 即是这些可能性的存在论条件 真理属于此在的基本建构 是一种生存论环节 于是问题就是 真理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须以有真理为前提呢 C真理的存在方式及真理之为前提 展开状态属于此在的存在 从而 唯当此在存在 才有真理 唯当此在存在 存在者才是被揭示的 唯当此在存在 牛顿定律 矛盾律才在 无论什么真理才在 此在根本不在之前 任何真理都不曾在 此在根本不在之后 任何真理都将不在 因为那时 真理就不能作为揭示活动或被揭示状态来在 永恒真理是一种空幻的主张 得不到足够的合法性 来使哲学家们共同信仰它 在牛顿定律被揭示之前 他们不是真的 但他们也不是假的 这些定律通过牛顿成为真的 这并不意味 这些定律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以前不曾在 而是说 凭借这些定律 自在的存在者对于此在成为可通达的 存在者得到揭示 他恰恰就显示为他从前已曾式的存在者 所以揭示出来的才是真理 从实际存在上来说 真理只可能在主体中 真理本质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 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关联 然而 这绝不意味着真理是主观任意的 因为揭示活动恰恰是要取出判断的任意性 把此在带到存在者本身前面 真理的普遍有效性 也仅仅由于此在能够开放自在的存在者 所谓开放自在的存在者 就是把关于他的一切可能判断 以及把关于他的一切可能展示 都细于一处 细于他本身 可是 为什么一定要有真理 此在已对存在有所领会 有所理解的方式存在 从生存论上说 此在已真或不真的方式生存 已有真理的方式生存 我们必须有真理 这不是说 在我们之外有一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总想掌握它 而是说 围在真或不真中 才有生存 可说是真理掌握着我们 并非在我们之上有种种价值 其中有一种是真 那样的话 我们倒可以追求真理 也可以不追求真理 我们生存在真理中 只要我们生存 我们就已经以真或不真为前提了 就此而论 不是我们把真理设为前提 倒是唯有真理才有我们 我们也才能够把某种东西设为前提 我们才能够以设定前提的方式存在 什么叫以某事为前提 这说的是把某种东西理解 为另一存在者的存在之根据 即在存在者的存在之联系中理解存在者 这种理解只有通过再次再的开展才是可能的 以真为前提 就是把真理解为此再为其故而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真设为前提 而且必须把我们也设为前提 此再所固有的这一设定前提 无关乎非此再世的存在者 而只关乎此再本身 真理具有此再本身的存在方式 我们必须造出真理前提 因为它随着我们的存在已经是造好的 作为此再的展开状态 真理必须在 这属于此再被抛入世界的实情 此再何曾自有决定过 它愿意进入此再或不愿意进入此再 本来就根本不可能洞见到 为什么存在者会是被揭示的 为什么真理和此再必须存在 怀疑论否认真理存在 或真理可以得到认识 从形式上说 这种反驳无非在于指出 只要进行判断就已经把真理设为前提了 这类反驳都停留在半岛上 因为这里仍然设有诚清 为什么事情必然这样 况且怀疑论也没有看到 只要此再存在 即使没有任何人在进行判断 真理也已经被设为前提了 无法反驳怀疑论者 亦如无法证明真理存在 如果真有否认真理的怀疑论者存在 那也就无需忽反驳它 只要它存在 它真实的自我理解源就属于它的存在 那它就只能通过自杀来存在 从而抹掉了此再 也抹掉了真理 因为此再本身先就不可能获得证明 所以也就不可能来证明真理的必然性 就像无法证明有永恒真理一样 也无法证明真的曾有过任何一个怀疑论者 不管怀疑论者都反驳些什么 它却相信有怀疑论者 只有过分天真的人 还不知道怀疑论者是相信这一点的 才会尝试用形式辩证法反驳怀疑论 真理是否存在 是否必须以有真理为前提 人们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像在提出认识问题时一样 其实一招手就假设了一个理想主体 为之纯我或一般意识 而这背后的动机则在于要求哲学把先天性 而不是把经验事实作为自己的课题 这个要求有些道理 不过其存在论基础上十分含混 再则 这个理想主体可能跳过了此在的实际状态 只是一个理想化了的幻象 实际的主体或此在 同样原始地在真和不真之中 这不恰恰是主体的先天规定吗 而假设一个理想化的主体 却不能保证此在具有基于事实的先天性 主张永恒真理 把此在的基于现象的理想性 同一个理想化的绝对主体混为一谈 这些都是哲学范围内 长久以来人为彻底肃清的基督教神学残余 唯当真理在 才说得上谁是谁 才有实和存在 而非才有存在者 而唯当此在在 真理才在 是与真 存在与真理 同样原始 然而 要具体而微的阐释是与真的联系 我们就必须先澄清存在的意义 我们是否已为此做好了准备 通过准备性的此在分析 我们已表明 此在的基本建构是在世 由此 我们把此在的存在方式 与其他种种存在方式 如上手状态 现成状态 实在性等等区别开来 并把此在的结构整体性规定为操心 在世的诸本质结构集中在展开状态中 而我们也扩清了理解 活动本身的存在方式 有了这些准备工作 我们一定能够把包含在 操心中的存在之理解 变成概念 也就是说 一定能够把存在的意义解说清楚 然而 随着操心开展出来的 真是此在的最原始的 生存论存在论建构吗 至今的探索 究竟可曾把此在作为一个整体收入眼帘 第二篇 此在与时间性 第四十五节 原始阐释此在的任务 我们发现 我们所寻求的是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答案 为此 必须把建议理解一般存在的事也开放出来 存在之理解属于此在 所以首先虚原始的把此在阐释清楚 但某种存在论阐释具有原始性 这究竟说的是什么 存在论探索是解释的一种方式 解释是某种理解的整理 一切解释都先已经看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 我们把这些前提的整体称为解释学处境 解释工作 需要从对有待开展的对象的基本经验方面 先行澄清和保障这些前提的整体 存在论阐释 应当就课题所设的存在者所特有的存在建构 来剖析这种存在者 从而把这种存在者带入阐释 工作先行具有的东西之中 这一过程 需要由对有关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的 先行事件的道引导 先行具有和先行事件 于是也就标示出存在结构 得以升入其中的概念方式 这就是先行掌握或先行概念 但存在论阐释不仅要保障解释学处境 它还必须保障带入了先行具有之中的 是课题所设的存在者的整体 这样才可能追问 并回答这个存在者的统一性的意义问题 从而保障基础存在论所要求的原始性 前子的分析是否已经获取了这种原始性呢 生存即是能在 能在作为向来是我的能在 自由面对本真生存 或非本真生存 以及生存的无差别样式 我们曾从日常生活入手 只限于分析无差别的或非本真的生存 如果我们的生存观念 不把本真生存的结构包括进来 我们的阐释就缺欠整体性和原始性 前子的生存论分析不能声称自己具备原始性 它所先行具有的 一直只是此在的非本真存在和不完整的存在 生存论分析若要具备整体性 就必须把此在自始至终包括进来 日常生活恰恰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 作为能在 此在能是某种东西 但这同时也表明它上不是某种东西 此在本质上就抗拒从整体上对它加一把桌 那么 要原始地阐释此在的整体存在 岂非注定会失败呢 要把此在作为整体置入 阐释工作的先行具有之中 却首先要求 把能否整体把桌这一存在者当作问题提出来 在此在的生存本身之中 就由某种它所能是 所僵视的东西亏欠着 终结本身就是一种亏欠 在世的终结就是死亡 死亡界定着此在的整体性 然而死亡却不是一个现成的终点 从生存论上说 死亡是一种生存的可能性 死亡只存在于像死亡存在之中 只有通过生存论的死亡概念 才能有效地讨论此在的整体生存 但此在也能本真的整体生存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从实际的本真生存活动的可能性之言 而不能从存在论上来度赚出一种本真性来 良知提供出本真生存的证明 这种生存上的可能性 通过向死亡存在而明确展现出来 我们将通过死亡与良知 展示出本真的能整体存在 从而落实生存论的分析工作的原始性 这样 我们就能立足在可靠的基地上来 对此在的存在意义 进行原始阐释了 此在存在的意义是时间性 我们不仅要从生存论上对时间性进行分析 而且要究其时间意义 反过头来剖析先前已经初步提供出来的 死在诸结构 这不仅意在具体验证我们的时间性分析 而且时间性现象本身也将变得更加透彻明晰 于是我们将能理解 为什么此在是历史性的 为什么它能够建立历史学 时间性是此在存在的意义 而此在的整体存在是操心 所以操心需用时间 并从而需要计时 时间性通过计时所计的时间最切近的现象 日常的时间理解 就从这种时间现象生长出来 并发展成传统的时间概念 时间被当作时间之内的状态 而室内存在者就在这种时间之中照面 我们从这种时间寻本溯源 将表明时间性的本质在于到时或时机 时机奠定了存在之理解 在时间的视野上 我们将完成对一般存在的意义所作的探讨 第一章 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 像死存在 第46节 能否从存在论上把捉此在的整体存在 上一节提到 此在本身的存在建构 似乎就使得我们不能从根本上通达此在的 整体存在 此在一向先行于自身 他直至其中都对自己的可能性有所作为 即使无所蹊跡的 此在也不曾摆脱生存的可能性 不抱幻想 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 倒让此在更本己的先行于其身 操心这一整体存在无以表明 在此在中始终有某种东西亏欠着 尚未成为现实 从而 此在本质上是未封闭的 一旦此在全然不再有任何亏欠 他也就不再在此了 他就被死亡终止了 此在从不曾达到他的整圈 营获这种整圈就是在世的全盘损失 我们无法从本体上经验到此在的整体 从而就无法从存在论上规定这个整体 这不是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不够完满 而是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本身使然 这么说来 从存在论上 把握此在存在的整体性 岂不就是一项无望的事业吗 先行于自身无可置疑是操心的本质环节 但我们由此所做的推论 却可能只是单纯形式上的推论 在上面的推论里 我们就有意无意地把此在假设为现成的东西 而在它前头 又由某种尚未现成的东西持续地向前移动 我们要问 在用到死亡这个词的时候 它具有的是一种生物学含义 还是生存论存在论含义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分析某种一直旋置未定的生存现象 描画出此在事的想终结存在 从而获得生存论上的死亡概念 第47节 他人的死亡 自己的死亡对每一个此在始终密而不宣 但恰恰因此 他人的死亡愈发出人心弦 此在本质上供他人同在 他可以从他人的死亡获得某种死亡经验 死亡的这种客观给定性 必定是我们能够从存在论上 对此在的整体性做出某种解说 从林中的他人 死在那里真的能发现此在的整体性吗 他人去世起非同样是丧尸其在世吗 但若从根本上加以理解 死人的不在在世却还是一种存在 他的身体还现成存在 在他人死去之际 可以惊艳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 从此在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在此在 此在的终结就是现成事物的端式 但这样阐释却错失了一种现象实情 残留下来的身体并非只是一个物体 我们是从生命极其丧失来理解尸体的 甚至病理学家在解剖尸体之际所依循的 仍然是生命观念 而且死者的遗族还通过葬礼 夜幕等活动始终和死者联系着 他们挨到思念 以这些方式单留于他 这种单留不是寓于用居器物的操劳活动 而是共死者同在 具有此在与他人共在的存在方式 然而 在这种特殊的共在之中 死者本身实际上不再在此 因此 这样共死者同在 仍然经历不到死者本真的临终到头 守在临终者身旁 遗留下来的人们经验到某种丧失 都并非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 以上思路始终设想 我们可以用其他此在来代替自己的 此在来讨论死亡这一课题 设想在自己的此 在身上始终经厌不到的东西 可以靠陌生的此在通达 一个此在又另一此在代理 这是共同在世的一种常见方式 不仅在公众生活中是这样 而且是设十分特殊的领域 也有可能 但这类代理总是在某种事情上的代理 固然 日常此在首先和通常从 他所从事的事情方面来理解自己 人从事什么 人就是什么 就此而论 代理还不仅仅是可能的 他甚至就是共处的要素 一个此在在某些限度内能够 是 甚至不得不 是 另一个此在 然而 当我们讨论死亡的时候 这里谈到的代理就完全无济于事了 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 固然有人能够为他人赴死 但这仍然是在某种确定的事业上 为他人牺牲自己 为他人赴死不曾把他人的死取走分后 死不是一个事件 而是一种需从生存论上加以理解的独特现象 每一此在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 死亡依其本质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 这一点更其突出了生存向来我属的性质 于是 想从现象上适当地通达此 在整体存在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 但这些思考的结果却并不只是消极的 我们已经确定 死亡是一种生存论现象 要对死亡进行分析 我们必须把死亡现象带向纯生存论的概念 然而 恰恰是在这里 现成性或生命 这类下层存在方式会不知不觉地挤上前来 霍乱死亡现象的最初提法 以及对这一现象的阐释 为避免这类扰乱 我们就必须充分规定终结与整体性这些现象 第48节 亏欠 终结与整体性 在本书的框架之内 我们只能初步讨论一下终结与整体性 而不可能讨论这两种现象的所有演变 这些演变是非形式化的 分属于各个领域 由各种课题所设的特定存在者的存在决定 对本书来说 重要的是那些能够导向 对此在进行存在论规定的演变样式 为此 我们必须看到 首先挤上前来的终结概念与整体性概念 在存在论上完全不适合于此在 我们必须把这些概念放 回到它们特有的领域中去 从而 我们才能从此在本身获取 它临终到头的生存论意义 并显示这种终结如何组建此在的整体存在 前面讨论死亡时已经整理出了三个论题 一只要此在生存着 它就包含有一种他上不是而僵尸的东西 一种亏欠的东西 二临终到头就不再是此在 三临终到头是不能代理的 此在始终是不完整的 这种不完整性直到死亡才消失 但是 只要此在存在 它上不是的东西就属于此在自己 我们用亏欠这个词来标识 虽然属于一个存在者但仍缺入的东西 有待收取的债务是一种亏欠 债务余额尚未上到手头 但它与已经上到手头的款项 具有相同的存在方式 而已经上手的款项 也并不因为债务收齐或没收齐 而改变它自己的存在方式 显然 这种亏欠无法规定死亡 死亡属于此在 而此在根本不是上手事物 此在并非等到把什么都收齐了才存在 恰恰相反 到那时它就不再存在了 此在上不是的东西恰恰就属于它 不到隐满的月亮也有一脚亏欠着 它虽有所亏欠 其实却是个整体 这种亏欠 却仍然完全不能说明死亡对此在的关系 且不说月亮即使在满月时仍有一面隐藏着 而且这里根本就只涉及知觉 而此在上不是的东西却并非我们尚未知觉到 而是它可能存在或不存在 此在根本上就尚未成为现实 此在生成为它上不是的东西 它就是它上不是的东西本身 不成熟的果子也逐渐生成为它所是的东西 果实自己成熟 否则 任何附加到果实上的事物都无法消除其不成熟 此在的不完整 同果实的不成熟 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却又具有本质的区别 成熟之为终结同死亡之为终结不是一回事 随着成熟 果实也就完成了 它穷尽了它特有的种种可能性 然而 死亡不是到从此在那里取走了这些可能性吗 到那时 此在虽未完成 却也结束了 它多半就在半完成中结束了 要么就是在崩溃或皮结中结束了 另一方面 此在也不见得要随着死亡才成熟 它甚至还可能在终结之前就熟过头了 以上种种亏欠都无法用来描述死亡 在死亡中 此在并未完成 也非简简单单的消失 更不曾变得完整可自利用 相反 只要此在存在 它就已经是他上不是的东西 在同样的意义上 只有此在存在 它已经是它的终结 从存在论上说 死亡并不一直一个现成过程的终结 而是一直此在向终结存在 死亡是 此在刚一存在 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刚一降生 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 只有这样理解死亡 我们才可能充分解说此在的整体性 到此 我们已经表明 此在上不是的东西 不是一种亏欠 死亡也不能被理解为存在到头 我们必须倒转过来 依循此在的存在建构来制定方向 才能扩清此在相知存在的和所向 第49节 生存论死亡分析的独特任务 死亡在最广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 我们可以把此在的存在方式 即在世界中存在 看作生命的一种形式 然而从存在论上说 我们必须首先扩清此在在世的存在方式 才能通过某些削减来理解单纯生命 我们必须把此在的死 同仅仅具有生命的东西的死区化开来 当然 我们也可以把此在和动物植物放到一起 仅仅从生命角度来考察此在 从这种角度来研究死亡的种类 原因 等等 然而 即使生物学生理学的死亡研究 也要求我们获得或少先行澄清 究竟什么叫生命 什么叫死亡 而只有借助此在的存在论 才能把这些概念先行扩清 此在的存在论列于生命的存在论之先 而在此在存在论之内 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则又列于此 在基本建构的分析之后 我们用死或死亡 来标示此在像其死亡存在的存在方式 死在也在生理意义上死亡 我们称之为亡故 亡故仍然是由此在的存在论建构参与规定的 死在只有再死的时候 才能够亡故 如果坚持从这一次序来理解死亡现象 那么 医学上生物学上对亡故的研究 也会获得一些在存在论上颇有意义的成果 更进一步 甚至单就医学而论 疾病与死亡 可能也应该从根本上被理解为生存论现象 死亡的生存论阐释 也限于关于死亡的人种学 心理学等等方面的研究 死亡过程的心理学 与其说提供了死的消息 倒不如说提供了垂死者的生的消息 这种消息反倒告诉我们 此在在临死之际 可能对生活乃至其中的琐事饶多兴趣 远不一定呈现在死亡体验之中 在原始人以魔术与偶像崇拜对待死亡的态度中 对死亡的看法首先照亮的也是此在之理解 另一方面 向终结存在的存在论分析 也并不预告 我们在实际生存中 会对死亡持何种态度 或未教化性情告诉我们应去某种态度 我们不决定实际生存的此案 同样也不决定人死后有没有一种彼岸的存在 或灵魂是否不朽 不过 我们把死亡现象作为存在的可能性 来加以阐释 就这一点而论 我们的死亡分析纯然是此案的 也只有首先全盘从生存论上理解了死亡 才可能获得可靠的方法 把死后如何这个问题问得有意义 有道理 这类问题究竟是否可以表述为一个理论问题 在这里还悬而未决 死亡的存在论阐释 应当明确地意识到什么 是这种阐释不能追问的 此案的存在论的死亡阐释 陷于任何一种实际存在上的彼岸的思辨 最后 还有死亡的形而上学提出来的诸种问题 死亡如何以及何时来到世间 死亡这种折磨与苦难具有何种意义 要回答这类问题 首先就必须从存在论上澄清死亡概念 折磨现象 以及一般否定现象 从方法上说 生存论的死亡分析必须放在首位 死亡的存在论结构丰富错综 相形之下 生物学 心理学 神学等等对于死亡的研究空洞无误 我们本来就不能把此在当作现成事物来研究 更何况死亡是此在的特具一格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在生存论的死亡分析中 会连带听到生存上的像死亡存在 这种情况源基于一切存在论探索的本质 所以生存论的概念规定就必须格外当心 不要与生存上的情形相混 生存论问题的提法 唯一整理出 此在向终结存在的存在 论结构为标的 第五十节 死亡所显现的生存论结构 必须从此在的基本建构来阐释死亡现象 此在的基本建构是操心 操心包括生存 实际性与沉沦三个本质环节 现在我们就必须表明 这三个环节如何通过死亡现象占录出来 我们不能把此在理解成一种现成事物 死亡也不是尚未现成的东西 不是渐渐减小的亏欠或悬欠 它无宁说是一种玄灵 终结玄灵与此在 然而 有很多东西可能玄灵此在 玄灵与前的可能是现成事物如一场暴雨 或上手事物如防射的改建 或共同在此如一位朋友的来访 那么 玄灵还没有标出死亡的与众不同之处 死亡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死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生存可能性 此在并非漠不关心地滑向死亡 它每时都对自己的死亡有所作为 死在生存论上等于说 向死生存或向死存在 Sign some toad 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在此的可能性 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 玄灵于它自身之前时 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 此在在这种可能性中解除了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 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质 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 同时就是最极端的可能性 此在无法超越死亡这种极端的可能性 死亡是最本己的 无所关联的 最极端的 而无法超过的可能性 这三点把死亡标识为与众不同的玄灵 这种与众不同的玄灵之所以可能 在于此在对它自身是展开的 而其展开的方式则是先行于自身 操心先行于自身 这一环节在向死亡存在中 有其最原始的具体化 这种与众不同的可能性却不是偶然出现的 只要此在生存着 它就已经被抛入其中 死亡属于在世 对此 此在通常没有明确的知 更没有理论的知 而在位中 被抛进死亡这一情形先明站路了 不可把为死与怕死混为一谈 为死不是个别人碰巧具有的软弱情绪 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形态 它昭示出此在生存着被抛向其终结的情况 被抛向死亡 这与纯粹的消失 完结或死亡体验都不是一回事 像终结存在本质的属于此在的被抛 此在平时对这一点之后 无知 只不过说明 此在在实际生存中 怎样向终结存在 不知其将死 只能说明此在以逃避的方式向死存在 只要此在生存着 它就实际上死着 但首先和通常是以沉沦的方式死着 此在呈现在种种事物之中 借此掩蔽最本己的向死存在 宗照所述 可见生存 实际性 沉沦构建起了生存论的死亡概念 死只根于操心 但若相死存在本质的属于此在之存在 那么它必定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展示出来 虽然首先是以非本真的方式 我们已经从生存论上 把相死存在规定为向最本己的 无所关联的和超不过的能在 这一提法貌似空洞 但我们将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看到 这一提法是具备具体内容的 第五十一节 日常的相死存在 在相死存在中 此在对他自己这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 日常的自己却是常人 在公众解释事情的讲法中道出自身 公众意见把死亡看作不断发生的事件 这人死了 哪人死了 人人都熟知死亡事件 因此死亡也就没有触目之处 说到死也多半有所保留 咄咄闪闪 人们像是说 人终有一死 但自己还没碰上 在这位说法里 死被理解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 对某一个自己尚未现成 因此也还不构成威胁 有人死了 仿佛是死亡碰上了常人 这个常人乃是无此人 而每一个自在都可以借这种说法使自己信服 不恰恰是我 死虽然碰上常人 但并不本己地归属于任何人 死亡被说成是偶然的现实 从而恰恰掩藏了他的可能性质 并从而一起掩藏了 隶属于这种可能性的无所相关 和 不可超越 把死掩藏起来 这种情形顽强地统治着日常生活 乃至最亲近的人们经常劝临终者 相信他将逃脱死亡 不久将重返安定的日常生活 这种安慰其实不只要使临终者获得安定 也同样要使安慰者自己安定 甚至人已死去 公众意见仍不愿意受到打扰 还要求其安定 他人之死常被看作给社会带来不便 甚而至于看作公众应加防范的不治之事 人们经常对之保持沉默 从而显得通情达理而获尊敬 想到死已经算胆小 算阴暗顿势 常人不让为死的勇气浮现 并把这样的味道转成一种害怕和软弱 而常人总是自信自得 不适合为软弱 按照常人的无声欲令 理所当然之事 就是对人总有一死 这件事实 默然处之 这种自觉优越的淡漠的教养 使此在意化于其最本己的能在 日常沉沦着相死存在 是在死面前持续逃顿 然而 逃顿道证明了常人也一样 由相死存在规定着 第五十二节 死亡的确定性 我们前面从形式上的生存论死亡概念 过渡到日常的相死存在 现在 我们既已补充了对日常相死存在的具体分析 就可以反过来获取充分的生存论死亡概念 这一正面的生存论分析是以前此获得的 此在基本建构 集操心为基础的 常人常说人总有一天会死 这话承认了对死的确值 确值就是认某事为真 因此它置根于真理 于是 确值同真理一样具有双重含义 真理原始的等于说有所开展的 这是此在的一种作为 由此派生的含义则是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 与此相应 确值原始的意味着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而在派生的含义上 此在所确值的存在者 也被称作确值的或确定的存在者 日常此在通常遮蔽着相死存在 由此可见日常此在的确存在在不真之中 因而确值人中有一死 必定是一种不适当的 任以为真 而不是怀疑意义上的不确值 不适当的确值把所确值者保持在遮蔽之中 日常对死的确值就是这样 它把死亡理解为一个现成事件 由于面对的存在者不同 由于此在开展广度的不同 确值的方式也有不同 只有确值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能在 才能本真的确值死亡 而日常的确值却掩盖了这种能在 并从而把一种假象植入此在 仿佛他确值人中有一死 常人的确值 不一定与他所确值的东西 本身相对应 但日常解释就停留在这种魔能两可的确值上 以便继续遮蔽死 减轻被抛入死亡的状态 日常确值得根据何在 显然不在于单纯的相互说服 人们经验到他人的死 死是无可否认的经验事实 日常的相死存在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死亡的 即使这种思考具有批判的审慎态度 也是一样 就人们所知 人皆有死 死对每一个人都是最高程度的豁然的 但却不是绝对确定可知的 严格说来 死只能具有经验上的确定性 而无法达到某些理论认识中的最高程度的确定无疑 但若停留在经验的确值上 死在就根本没有就死亡所示的那样确值其死 亡故 这种现成事件的确值在经验上是确定可知的 然而 这种确值并不决定对死的确值 即使死亡事件才诱发此在注意到死 即使常人只从经验上谈论死亡 归根到底此在仍然不拘之于现成的死亡事件 即使在闪避自己的死亡之际 日常此在真正确值的也不止于他 在纯理论思考中 任以为真的事情 只不过他不敢透视其中谈傲 对自己掩藏起两者之间的不同 常人确知死亡 却并不本真的是确值的 并不本真的以这种确值的方式存在 他闪避对死的确值 这种闪避却从现象上表明 必得巴斯理解为确值的可能性 人们说 死确定可知的会到来 但暂时还没来 这个但自否定了死亡真正的确定可知 巴斯在影像当下还可但留忙碌的事物 以免无所事事地想到死 死被推迟到今后有一天去 从而掩盖起死亡特有的性质 死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 总有一天 这种说法赋予这种不确定性以确定性 并以这种方式来闪避这种不确定性 但赋予确定性却不是说 死在经常计算死何时会碰到头上 相反 他把切尽紧迫的事物 堆到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前面 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与死亡的确定 可知是死亡的两种最本体的特征 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掩盖起何时死亡的不确定 也就掩盖了死亡的确定可知 综上所述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生存论存在论的死亡概念 解说为 死是此在最本体的 无所关联的 却知的其本身的何时何地却不确定的 超不过的可能性 死在此在像极终结的存在中存在 这与终结囊括着 规定着此在的整体存在 而绝不是 此在在其顽固的时候 才最终来到的东西 此在一向像死存在 它最极端的可能性一直包括在它自身中了 所以 一群亏欠之类的概念 从形式上推论出此在的非整体性 是没有道理的 此在先行于自身 这才使向终结存在成为可能 使此在可能整体存在 日常的像死存在是非本真的像死存在 但非本真状态以本真状态为根据 此在可能以非本真的方式像死存在 但它并非必然于始终如此 只要不曾从存在论上规定本真的像死存在 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就仍有本质的缺陷 第53节 本真的像死存在 本真的像死存在是一种生存上的可能性 这种能在需要哪些生存论上的条件 如果此在从来不本真的像死存在 或这种本真的存在始终对他人隐而不现 那么 我们怎么可能从存在论上 对本真的像死 存在做出客观的阐述呢 此在本身提供了为此所需的指示吗 我们已经获得了死亡的生存论概念 从而我们已经知道 本真的像死存在应对什么有所作为 我们已经描述了非本真的像死存在 从而我们已经知道 本真的像死存在不能是什么 无论从积极的方面 还是从禁组的方面 我们都已有某种指示了 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看 本真的像死存在 就是无所遮蔽的直面 死在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 像可能性存在 可以意味像这一种可能的事物存在 积极求取一种可能事物 使之实现 使之可供使用 但这种实现 却把可能事物的可能性消灭了 不过 所求取的东西虽然实现了 但它又是可能用来做别的事情的东西 但这仍然是现成事物之间的联系 积极求取的操劳并不因此真正揭示出可能性 倒是把视线从可能事物转移到 它为之可能有用的东西上去 像死存在显然不是这一类积极求取 死不是可能上手可能现成的东西 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 而且死一旦实现 此在就抽掉了自己所需的像死存在的生存基地 也许此在想去死的时候 死亡还保留其一定的可能性质 但是这种念头总盘算着要支配死亡 这无论如何减弱了死亡的可能性质 期待也是一种像可能事物的存在 然而期待总是这样理解它所期待的东西 这种可能事物是否 何时 如何成为现实现成的 于是 期待照样从可能性跳出而在现实性中下脚 期待出自现实并回到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把可能性吸入到现实之中 与以上所述相反 像死存在必须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展出来 作为可能性加以培养 作为可能性对之有所作为 在像死存在中 可能性必须丝毫不减其为可能性 这样像可能性存在就是先行到可能性之中去 然而 先行到可能性不就是接近可能性吗 不就是接近可能事物的实现吗 接近现成的可能事物 只不过使得这种事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而在死这种可能性的最近处 对现实事物说来仍然要多远就有多远 死亡之为可能性 并不给此在任何可实现的东西 死这种可能性不知有度 不知更多也不知更少 按其本质说来 这种可能性不提供任何依据 可介意盼望什么 想象什么 并通过盼望和想象出某种现成事物 来掩盖死亡的可能性质 先行到死吧 这种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放出来 死在自身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 先行到死 此在就在最极端的意义上把自身开展出来了 把本己的生存开展出来了 在这种最本己的能在中 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 此在在自己的这一别距一格的可能性中 揭露出他实际上已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情况 从而才能摆脱常人的统治 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 此在唯有从他本身去承受这种能在 别无他图 此要求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生存 此无所关联 从而使此在个别化为他本身 试涉最本己的能在之时 欲于室内存在者或与他人共在统统无能为力 这当然不是说 此在因此就不再操劳无所操持 而是说 操劳与操持不在依循常人制定的方向 而是直面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 先行到死把此在逼入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中 从他自己出发把他的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 此这种可能性无可逾越 然而 先行到死 直面这种无可逾越之境 而给自身以自有 从偶然拥挤上来的各种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只有先行到死 此在才可能本真的选择排列 在那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之前的诸种实际的可能性 从而先行掌握整个此在的可能性 作为整体的此在生存 此在先行着 从而免于回落到自己本身之后 免于为他的胜利而变得太老 尼采 面对无可逾越的死亡 一切本己的可能性都是由有限性规定的 当此在自由面对这些有限的可能性 他就不再会由于自己有限的生存理解 而否认他人的生存能够逾越他 更不会因此把他人生存的可能性 并冲作自己的生存 本真像死存在时此在成为个别的此在 但他恰恰因此理解自己的有限性 而对他人的能在有所理解 此这种可能性是缺知的 这种缺知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展出来 而此在能这样开展可能性 在于他能够先行着 是这种可能性作为他最本己的能在 对此的确只要求先行 而不能靠计算到底有多少死亡事故的出来 我们根本无法比较关于死亡 的确指 和关于现成事物的准确知是哪一种更加确定 因为两者不属一类 后者诚然也可以成为操心的任务 但此在为此必须让自己丧失在种种实施之中 而确知死亡却要求此在确知在世 而且是以充分本真的整体在世的方式来确知 体验 我一时尽可以具有某种直接给定的明证 但这类明证必然落后于已包含在先行中 的确知 这不是因为明证的把握方式不够严密 而是因为他归根到底想要把握的是此在之真 而从原则上又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此在 而我只有作为先行的能在 才能本真的是这个此在 对死亡的确知始终把死亡保持为可能性 从而这种可能性的何是何必始终是不确定的 在向着不确定的确知的死先行之际 此在就让威胁始终敞开着 他不仅不但化着威胁 反倒必须培养这种不确定性 威胁就从在世本身涌现出来 并因此使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来在世 像这种持续的威胁敞开的现身形态就是为 为使此在彻底成为个别的此在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此在却知他的整体能在 所以为 从此在的根底深处 属于此在的自我理解 向死存在本质上就是为 本真的向死存在可以概括如下 先行到死 看清楚了丧尸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 不再陈陷于操劳和操持 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存 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 面对由未敞开的威胁而却知他自己 因负重而激起热情 解脱了常人的幻想而更加实际 在向死存在中获得自由 对先行这一概念所作的介绍已经表明 从存在论上来说 此在可能在生存上本真的像死存在 但这还是本真整体能在在存在论的可能性 固然 生存论筹划从来不打算提供一种生存理想 从外面把它强加于此在 尽管如此 只要本真的像死存在 不是此在自己从实际生存中表现出来 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在生存上就仍是一种幻象 毫无意义 那么 此在实际上可曾把自己抛入本真的像死存在 为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追问 此在自己究竟是否为他的本真生存作证 只有获得了这种证词 本真的整体存在问题 才算放到了经得起考验的现象基地上 第二章 良知与决心 第五十四节 本真生存的见证问题 所寻求的是此在的本真能在 为此 必须先在此 在自己的生存中 找到这种本真生存的见证 但此在的自己首先是常人自己 本真的自己存在则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辨识 在日常生活中 此在切尽的诸种任务总已被决定好了 常人从此在那里取走了对种种能在的掌握 甚至还把这一点掩藏起来 谁真正在选择 始终还不确定 这种情形只有当此 在从丧失于常人之中的境况中把自己收回时 才能被扭转过来 这一收回必定以捕捉某种选择的方式来进行 捕捉选择 却意味着对这一捕捉的选择进行选择 借助对选择进行选择 此在才是自己本真的能在 既然此在已丧失在常人之中 那他首先地找到自己 而要找到自己 他就得在他可能的本真状态中被显示 给他自己 此在需要某种见证 表明他按照本己的可能性 向来就能作为自己存在 有一种见证是日常自我解释所熟知的 那就是良知 USN 是否有良知的声音 良知说的是什么 良知对生存究竟具有何种裁决作用 对这些一向有各种不同的估价和解释 这些纷纭的疑问几乎会误淫 我们轻视良知现象 然而 关于良知的种种可疑之点 恰恰证明了这里摆着此在的一种原始现象 摆着生存论分析先行具有的东西 我们现在面临的工作 则是对良知现象加以专题分析 良知的生存论分析同良知的神学解释不沾边 更不打算把良知理解为对上帝的证明 或对上帝的直接意识 他也先于心理学上对良知体验的描述和分类 至于从生理学上来解释良知 那干脆等于抹杀良知现象 良知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而从不是现成的事实 时不时冒将出来 无法通过经验归纳来证明良知的存在 这不是良知的缺陷 反倒说明 良知在存在论上 与现成事物根本不属同类 良知提供出某种需要加以理解的东西 这一形式上的特征 只是我们把良知现象收归此在的展开状态 更深入的分析将揭示良知是一种忽幻 忽幻是话语的一种样式 良知忽幻此在去往最本己的罪则存在 生存论的良知 产是必然与日常知性 对良知的理解相去条条 流俗的良知解释 在某种限度内对良知也有些理解 甚至形成某些关于良知的理论 但其存在论基础却需由生存论产式提供 生存论产式 将通过对流俗的良知解释加以批判而获验证 我们将表明 良知在何种程度上 是此在本真能在的见证 良知并非以事不关己的方式提供见证 而是以换向自己的罪责的方式 这样的见证 通过未经歪曲的聆听 得到把握和理解 这种与良知的呼唤相应的聆听 这种对召唤的理解 我们阐释为愿有良知 此在在愿有良知之中 对选择自身存在做出了选择 我们把这一根本的选择理解为决心 第五十五节 良知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 良知总给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所以 从生存论上说 良知组建此之在的那些环节 现身 理解 话语 我们的良知产式将从此在的本真存在着言 推进早先对这些环节所做的分析 此在通过展开状态是他的词 他连同他的世界为他本身在词 此在被抛入世界 而他的被抛近况 通过具有情绪的理解 或多或少清楚地展开了 此在是知道他于何处供自己存在的 只不过此在迷失在公众意见之中 对本己的自我充耳不闻 若要使此在去迷反本 就必须由此在本身给予 他自己一种听的可能性 这种轻将中断对公众意见的听闻 而这就要求此在直接受到呼唤 听着呼声处处同听公众意见截然相反 后者沉迷于心其两可的嘈杂 而这呼声不嘈不杂 明确无疑 质朴无奇 这种呼唤即是良知 说到良知 人们首先就想到把它解释为之 情 意这些心灵能力 这类解释在存在论人类学上和其简陋不足 有目共睹 我们的考察从一开始就避开这些企图 把良知的呼唤理解为话语的一种样式 这绝不只是一种形容 像康德用法庭表象来形容良知那样 话语使存在这一分换勾连的方式得到理解 是否付诸音声则不重要 人们通常把良知认作一种声音 但这种声音主要也不是指付诸音声 实际上也没有音声 所谓声音其实就是由某种东西供人理解 良知的呼声大音息声 偶然惊动 有远即远 唯欲回归者闻之 第五十六节 良知的呼声性质 良知的呼声召唤谁 显然是此在本身 这一回答无可争议 同时却相当含混 仿佛呼声无非是一种诱音 促使此在留意于他本身 此在日常操劳于室内事物 而同时又总已对自己有所理解 正是这时 呼声急于此在 操劳着供他人存在的常认为呼声所及 此在被召唤向何处 像基本己的自身 不是像云云众议 更不是像此在一向有志在陈在福的事物 呼声丝毫不从公众意见汲取看法 他急于常人却跨越常人的世俗见识 于是将热衷于公众赞赏的常人驱入无意义之境 而把这是以无处逃藏的此在带回其本身 这个自身并不因此成为供自己判断的对象 并不因此充满好奇 反复琢磨自己的内在生活 也并不因此专注于分析自己的心灵极其背景 召唤并不把此在又进他内部 从而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呼声越过并摧毁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恰恰要召唤此在作为自己去在世 呼声呼出了什么 严格说来 无 呼声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物的讯息 此在也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讲述的东西 呼声更绝对不曾稀图引导此在开展自身对话 召唤就是召唤 无是在建议举行一场商谈 召唤所及者干脆就被唤起 向他最本己的能再唤起 呼声不付诸音声和言辞 付诸言辞的该模棱照样模棱 良知只在沉默中说话 他非但不因此不可觉知 反倒逼迫被唤起的此在自己也进入肩末 无言可表述呼唤之何所呼唤 这并非因为呼唤 是一种神秘莫测 恍惚不定之音 而只因为不可稀图通过公布传达之类的方式 使呼唤之所呼唤得到理解 严格奉守事实的知性只听得到嘈杂的闲言 从而无法断定到底有没有呼声 以及呼声的内容是什么 他道为此归咎于良知 良知是雅的 他显然不现成存在 常人只不过用这托词来掩盖自己的 听觉 行而不远罢了 呼唤的内容虽似漫无规定 个别的词再尽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 呼唤的指向却明确无疑 呼唤并不用先去寻所被召唤者 也不会换错了人 在良知现象中 错觉只来自聆听呼唤的方式 这种错听没有本真的理解呼唤 而由流速公论引入自我对话之类的商谈 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良知呼声开展出来的方向 我们已经扩清了良知呼声的几个因素 然而我们还不曾回答 谁在呼唤 被召唤者与呼唤者的关系如何 第五十七节 良知之为操心的呼声 良知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唤起此在本身 无论日常此在把自己理解为什么 反正呼声都把它跨越过去了 然而呼声涉及本身 这一点明白无误 呼声无视被召唤者的名闲 地位 出身和声誉 就呼唤者来说 这些也同样全无所谓 知名于世 或让人仰慕议论 这些也无关于呼唤者的存在方式 我们完全无法凭这些来了解呼唤者为谁 呼唤者与众不同 其只为在于唤起 唯愿作为召唤被人听到 设此不愿被人胡乱谈起 那么我们岂非不该再追问呼唤者为谁 对实际倾听良知呼声的此在来说 的确如此 但要从生存论上分析呼唤 就不能不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答案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 在实际聆听呼声之际 此在或多或少是这样清醒地理解呼唤者的 那么此在既是呼唤者又是被召唤者 然而这一答案岂非只是想当然而的形式提防 此在作为被召唤者在此 岂不一定有别于作为呼唤者在此吗 呼声并非明确地由我呼出 呼唤绝不是我们有计划 有准备有意图做出的 一声呼唤 不弃而来 甚至维护意愿 另一方面 呼声无一并不来自他人 呼声处于我而又愉悦我 人们看到了这一现象 然而却把它解释差了 人们把良知的声音解释 为闯入此在的一己力量 沿着这种解释方向走下去 人们又为这一力量添置上一个拥有者 例如上帝 驳斥这种解释的人 又反过来干脆从生物学上来解释良知 两种解释都太过匆忙地跳过了良知的实际现象 它们背后都有一种共同的存在论教条 凡存在的 凡像呼声这样事实上存在的 必然是现成的 凡无法作为现成事物加以客观指正的 就不存在 与这种方法上的急造针锋相对 我们不仅应得把现象实情确认下来 护生出自我愉悦我又来到我这里 而且应得把其中所含的存在论线索确认下来 良知现象属于此在 必须从生存论建构出发 来解释呼唤者的存在方式 此在实际生存着 此在为什么实际生存着 这竟可以引而不入 但实际生存本身却对此在是展开了的 生存之为实际却在本质上有别于现成事物之为事实 此在不是作为现成事物向他自己照明的 实际生存在现身形态中向此在透露出来 现身形态或多或少 本真的向此在透露出 他被抛在世的实情 不得不如他所示的和所能示的那样存在 但情绪通常封锁着被抛近况 此在躲避到异想的轻松自在之中 逃避无家可归的状态 无家可归其实是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在世 为本真的展示出这种本真的在世 此在被带到世界之物面前 为其最本己的能在身位 前面整理出来的关于呼唤者的一切现象特征都表明 这在无家可归的根基处现身的此 再就是良知呼声的呼唤者 我们已经指出呼唤者是不确定的 然而他从何处呼唤却并非无关紧要 呼唤把此在向他本身换回 而呼唤的合索由来就是换回的合索归去 那就是个别此在的本己生存 呼声并不给出任何普遍的理想 他让各个此在回到本己的能在 世间无可规定呼唤者为谁 他是无家可归的此在 是在世界之物中置身裸体的 他不得不作为他所示的存在者 存在 呼唤者与常人无亲无故 所以传来的像是一种陌生的声音 常人欲居于熟知的大千世界 对他来说 还有什么比赤裸裸的自己生存更其陌生呢 一声呼唤而已 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述给好奇的耳朵 没有什么事件可以传达给公众去议论 除了把此在换向他本己的能在 呼唤又能有什么其他内容 呼声不是把此在换入公众的闲言 而是把他从这闲言换回尖末 呼唤者斩钉截铁 悚然无亲 却非冷漠 之所以如此 只因为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 绝不可能错过他自己 只因为此在已经委托于他自身而穷穷竭力 决绝地剥夺了 此在从他人他物 来误认自己的可能性 现在 此在既是呼唤者 又是被召唤者 这一命题不再是空洞的形式上的提法 此在本身作为良知 从无家可归的 再是呼唤 呼唤自我是此在的别具一格的话语 我们必须从操心 这一基本在世结构 来理解良知 护患者是已经被抛而身为的此在 被召唤者是沉稳于常人的此在 他被换向其最本体的能在 从而先行于自己 此在在其存在的根基处是操心 因此才可能有良知 于是我们也就清楚了 人们之所以急于退到这种那种非此 在世的力量那里去求解释 归根到底在于眼光太短浅 太过低估了此在 把此在设定为现成主体 此外再配备上人性 把呼唤者解释为一种异于此在的力量 似乎意味着一种客观性 其实却是从良知现象那里退逃 从隔开常人与无家可归的此 在的那一堵薄壁那里溜走 这种良知解释 甚至用公众良知这个称号来抬高自己 然而 它貌似具有的普遍性是空洞的 无非是说发出呼唤是某个不定人称的它 而这正是我们分析过的常人的声音 公众良知是一种可疑的发明 良知向来是我的良知 这不仅意味着受到召唤的是最本己的能在 也因为呼声来自我自身 良知并不因此变成仅仅是主观的 或减弱了力量 召唤的主观性旨在于拒认常人的统治 只有保留住这种主观性 召唤的客观性才研制成理 呼声才能具有不为所动与明了一意的性质 才成为自由的力量 我们把良知产视为操心的呼声 是否与人们对良知的自然经验相去太远了 良知难道只是这样空洞的幻象最本己的能在 难道它不是对著成的措施发出具体斥责 对形将采取的恶行发出具体的警告 的确 在任何一种良知产视中 都应该能复认出日常经验的现象及疑问 不过 这却不等于说 必须把流俗理解奉作存在论产视的首席裁判 而且 我们把良知理解为在此 在本身之中 对其最本己的能在的见证 这只能算作准备工作 而在把良知引回到此 在的存在论建构之前 就提出上述考虑 为免操之过急 第58节 召唤之理解 罪责 要想完整规定良知见证到了什么 还得充分解说 天然与良知的呼唤 相应的聆听方式 聆听并非附加在良知的呼唤之上 只有扩清了怎样理解召唤 才能充分阐释呼声 给出了什么可加理解的东西 而此在愈少旁舍的聆听召唤 愈少把呼声道错 为人们常说的理所当然之事 他对呼声的理解就愈加本真 良心突然呼唤而后无听者 这只是虚构 当然 此在可能漏听召唤或无听召唤 而这些都是文听的辨识 提示出此在的某些确定的存在方式 不过 我们并不准备探讨呼声 每一回都给出了什么可加理解的东西 生存论产事 不可能打算介绍各式各样具体生存的可能性 我们所要确定的是 使各种实际生存成为可能的生存论条件 良知经验与良知解释形形色色 但或多或少都看得到 良知向此在禁言说 他会有罪责 良知作为警告说此在可能会有罪责 清白的良知则确证此在没有罪责 这难道不就是呼声的内容吗 但愿这种一致的经验 不曾得到那么五花八门的解释 人们竟可以众口一次说有罪责 但人们仍未回答 什么是罪责 罪责怎么存在 谁在说我们有罪责 我们怎么就有罪责 不可任意设想出一个罪责 观念强加到此在头上 他只能从此在在世的情形中获得 而这首先又要求 从日常此在的自我解释入手 当然 我们必须警惕 此在的日常解释通常是非本真的 然而 只要我们取得适当的视角 日常解释就会提示出原始的观念 哪怕这种观念对日常此在自己是陌生的 日常此在会说 人数无过 这意思同时就是 我是有罪责的 那么 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 他就已经是有罪责的吗 则这个字和债字相通 日常知性首先把罪责理解为负债 人应得归还他人有权要求的东西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拖欠 挑窃 诈骗 等等 这类罪责官涉到的是物事 可以通过结算之类的操作加以规定 罪责的另一种流俗含义是负有责任 某人是某事的原因或招实者 负债和负有责任不必同时发生 你可能因为我的过失而欠了债 你负债而责任在我 这两种流俗含义又可能合在一起 某人对于伤害某种债权的是负有责任 并且使自己应受惩罚 不过 这并不限于占有物 我可能对他人在其生存中受到危害 误入其图甚或毁灭负有责任 即使无伤于功法 人可能伤害某种伦理要求 从而对他人有责 这种情况可以从形式上规定位 是某一他人有所缺欠的根据 有责任的一方 由于没有满足供他人同在的某种要求 而有责任 它造成何种缺欠就欠人什么 然而 应当如何从存在论上区分这种种罪责呢 伤害伦理要求的时候 罪责必定是此在自己的 但这对负债等罪责也都一样 结果 在解释道德罪责的时候 一直占着统治地位的学说 竟把负债这类事情也拉进道德罪责里来 甚而至于就从负债这类观念出发 来规定道德罪责 于是 人们就在结算找补这类操劳活动中理解罪责了 我们当然不可自信于结算找补这类理解 然而 我们也不可拘泥于违反法规于 应当而生的罪责 因为即使在这里 罪责仍从现成存在出发被规定为缺欠 不曾达到应当存在的那样 生存不可能在这种意义上缺欠任何东西 这并非因为生存是完满的 而是因为生存原来就不是现成的 只有从此在的存在方式出发来追问什么是罪责 才能澄清 未必牵涉欠债与权力伤害之类的罪责现象 这一着手方式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把 罪责观念形式化 以免与流俗的罪责观念相混淆 罪责包括负有责任 从而是一种原因或根据 但它按其意义来说是否定性的根据 这种否定不能用缺欠多少现成事物来衡量 此在一般地 就不该由不具备生存方式的存在者来衡量 因此 我们不可以从事某种缺欠的 根据出发计算出这一作为 根据的存在者有所缺欠 根据所具有的否定性质 无需等同于自他发源的缺失误的否定性质 根据也无需反过来 从那种缺失误那里 才使获得自己的否定性质 罪责不是欠债的结果 相反 只有根据于一种原始的罪责才可能欠债 此在作为存在者是被抛的此在 被抛近况并非挂在此在身后 好似他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脱落 此在从不回到其被抛近况后面去 把他的实际生存割断 以便把他自身带入他的词 此在是他实际所是的存在者 作为他实际所是的存在者 此在就是他能在的根据 此在不曾自己设置着根据 但他依气在这根据的重量上 我们在第29阶层提示 是情绪把这重量作为负担向此在公开出来 此在如何作为这种被抛的根据而存在 只是这样 他向着他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筹划自己 此在作为根据存在 始终落在他的种种可能性之后 这等于说 从不控制最本己的存在 这一步组建着此在的被抛近况 它绝不意味着某种不现成不实存 相反 它意味着此在把自己的被抛在世 作为根据承受起来 绝不对他施加控制 并非只有当此在源于本己有所筹划之时 此在才是自身的根据 此在只要存在就是自己的根据 此在向来就处在这种或那种可能性中 在生存的筹划中 他已放弃了另一些可能性 筹划也是由作为根据的不规定的 因为筹划总是被抛在世的筹划 此在通过这一步 而在种种可能生存面前自由存在 但自由仅在于选择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说 在于把不曾 也不能选择其他可能性 这回是承担起来 就其本质而言 操心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个不 此在作为被抛的筹划员 就是不知为不的根据 这里说的完全不是相对于某种完满的理想 此在本身或此在获得的东西上有不足 仿佛这种不足可以通过不断的进步逐渐消除 情况倒是 无论此在所要筹划的是什么 他都必须作为具有这种 不幸的存在者来进行筹划 生存是由筹划规定的 而被抛的筹划因为带着这个不而负有责任 这意味着 此在只要生存着就是有罪责的 传统存在 论与逻辑学 当然实时要使用这个不字 甚至灵星对之做过一些专题讨论 然而 他们完全无力触及布的本质 布之不过意味着匮乏吗 只在这种意义上是一种否定因素吗 布的积极作用只在于范畴之间的过渡吗 辨证把藏身在否定性中 但它却不辨证了论证否定性本身 怎么就有了布 若我们始终不澄清是何存在 怎么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缺失与匮乏这些概念本身就不大清楚 更不足以解释罪责现象 不过 这些概念经过充分的形式化还可派上用场 若从罪恶来理解罪责 同时又把罪恶理解为善之缺失 那简直就和生存论上的罪责现象 丝毫不沾边了 善与缺失 以及由这二者抽象出来的价值 都出自关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 生来操心的存在者在其根据处就是有罪责的 这是此在在实际生存中能够有罪责的存在 论条件 也是能有道德上的善恶的生存论条件 原始的有罪责不能由道德来规定 因为道德已经把它设为前提 同样 罪责存在和神学上 所理解的堕落 也完全是两回事 对罪责的生存论分析 既不肯定 也不否定人是否曾经堕落 堕落是某种十分特别的实际究责 完全不具有特殊的哲学意义 不过 神学能够从生存论上的罪责概念中 找到实际堕落的存在论条件 但何种经验可谓自在的这一原始罪责作证呢 我们应该反过来发问 只有当罪责意识觉醒是罪责才在此 亦或原始的有罪责 恰恰通过罪责的沉睡宣告出来 无需我们知道有罪责 罪责才存在 由于此在日常沉沦着 他通常倒不知自己是有罪责的 也正为此 良知才是可能的 良知唤起沉沦的此在去承受他的被抛在世 良知呼声提供给此在去理解的就是 此在应把自己从迷失于常人的状态中 收回到他本身来 也就是说 此在是有罪责的 可是 相有罪责的存在唤起 岂不等于相恶唤起 在粗暴的解释 也不会愿意把这样一种呼声意义 硬压到良知上 然而 生存的意义上的有罪责 却不是欠债那一类的恶 相有罪责的存在唤起 就是幻想我作为此在向来已逝的能在 此在无需现有措施或拖欠才有罪责 此在只不过应当以有罪责的方式 本真的去 是他所使者 于是 正确地倾听召唤 就等于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理解自己 以本真的方式成为有罪责的 此在这样理解自己 从而自由地面对良知的呼声 准备好了被召唤 此在选择了他自己 随着这一选择 此在有罪责的存在对自己开放出来 而他对常人却保持封闭 常人指示的是否满足公众规范 计算这些规范受了急许冲撞并祈求找补 常人溜过最本己的罪责 曹操让让议论谁犯了错误 理解呼声即是选择 不是说选择良知 良知之为良知是不能被选择的 被选择的是有良知 即自由面对最本己的罪责 理解召唤就等于说 愿有良知 愿有良知 不是说要去悉心搜求自己的所有究责 或设法洗清自己的罪责 还自己一个良心清白 愿有良知只是说 准备被召唤 在实际生存中可能负有罪责 以愿有良知为前提 此在从自身出发做出选择 他才可能负有责任 但一切实际行为却必然是没良知的 这不仅因为行为避免不了实际上的道德究责 而且因为行为基于其不幸的根据 一向在供他人同在之际 就对他人负有罪责 愿有良知就要把本质性的没良知承担过来 只在这种没良知之内才可能善良清白的生存 从存在论上说 呼声不提供任何信息 但他并不因此只是批判性的 呼声积极地把此在最原始的能在作为罪责开展出来 因而 良知表明自身为此在存在的见证 在这一见证中 把此在本身向他最本己的能在唤起 然而 我们还能够从生存论上 更具体地规定这种见证吗 良知阐释的最后一步 是从生存论上 借说在良知中得以见证的本真能在 为了保证良知的流俗 理解也能通往这一目的地 我们先要澄清存在论分析 与日常良知经验之间的联系 第59节 生存论的良知阐释与流俗的良知解释 良知是操心的呼声 来自无家可归的在世 呼声把此在向最本己的能有罪责的存在唤起 对这一召唤的理解就是愿有良知 这些提法 看似无法同流俗的良知解释 协调一致 良者甚至针锋相对 那么 我们回到此在建构上来阐释良知 是否过于匆忙 从此在建构演绎出一种良知观念 而越过了人们熟知的所有良知现象 能否在我们的产世中赋认出人们熟知的良知 存在论产世非得与流俗解释取得一致吗 何谓流俗解释 流俗的良知解释 执着于常人认作良知的东西 执着于常人如何跟随良知的情况 常人把此在当作和用具 器物一样可以管理结算的东西 生活是装经营 也许盈利 也许识本 良知的呼声不正是要从这种日常生活 以及由之而生的日常解释收回此在吗 流俗的良知解释与良知理论 不可能提供适当的存在论事业 虽说如此 他们必定先于存在论 就这样那样的触到了良知现象 所以 一方面 日常良知解释 不能作为衡量存在论分析的最终标准 另一方面 存在论分析 也不该无视日常良知理解 和由此而生的人类学 心理学和神学的良知理论 如果生存论分析的确把良知现象剖析清楚了 他也就一定能理解种种流俗解释 而且还能指出他们在何处错失了良知现象 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错失 良知会不安 良知可以清白 有谴责的良知 也有警告的良知 等等 然而 人们最先总是从良知不安注意到良知现象的 这就表明 一切良知经验 最先经验到的是 有罪责这样的东西 然而 良知体验是在错失和作恶之后出现的 所以它似乎不是唤起 而是回忆 按照这种解释 良知的声音 是一一相续的现成体验之中的一项 跟随在行为之后 只因为一开始 就把此在当作接踵而来的一串体验 才会把声音当作随后跟来的较晚的东西 指挥从前之事 然而 呼声 发生了的行为 所负的罪责 这些都不是一一相续的现成事物 从原则上说 一一相续的体验的前后顺序 本来就不提供生存活动的现象结构 此在在呼声中先行于它自身 并同时反过来指向它的被抛在世 声音却呼呼悔 但却越过发生了的行为 而知回到有罪责的存在 这种存在比一切就责更早 呼悔却同时唤起此 在在本级的生存中掌握其有罪责的存在 所以 有罪责的本真存在跟随着呼声 而不是相反 良知不安远不止以责备方式回指 它倒是以向前指向被抛近况的方式换回 把良知的声音理解为随后跟来的良知蠢动 不是对良知现象的原始理解 实际就则只是实际良知呼声的诱因而已 如果良知不安 这种提法还未达到良知的原始现象 那么良知清白就差得更远了 良知不安表明一种恶 良知清白表白的则是善良 我是善良的 谁不愿这样表白自己 谁又能这样说到自己 良知不安 至少还把良知理解做神圣全能的留意 而现在它竟成了伪善的奴仆 这种良知理解伪失无法成立 为了避免上面的荒唐结论 设了把良知清白阐释为愧疚的缺失 但怎样才能体验到这种缺失呢 这只能是一种异想的体会 意味着遗忘良知 不再可能被呼声召唤 清白的良知既非独立的良知形式 又非衍生的良知形式 它根本就不是良知现象 只不过 良知清白这种说法从反面让我们看到 日常所讲的良知不安 也不曾从根本上触到良知现象 不安和清白 有愧和无愧 都停留在结算与找补这一项度上 日常解释区分良知的两种作用 良知指向以往之时而有指责的作用 这一点我们其实已经通过对良知不安的现象分析过了 另一方面 良知指向将来而加以警告 初看上去 后面这种作用 十分接近我们所说的良知有所唤起的现象 但这只是假象 良知警告 只从此在的某种行动的眼来看待呼声 然而 警告的呼声 却来源于理解本己的罪责的原始呼声 良知警告 不过是时不时调整行动 以便摆脱究责 所以始终停留在日常知性购得到的范围之内 此在就好像一户人家欠了债务 无非有条有理的抵偿就是了 而同时 在此 在里面还有个自我 对这些一一发生的事情袖手旁观 人们强调 良知本质上具有批评作用 这里含有某种真见 呼声并不推荐什么 但由此却不可以推论出良知只是否定的 人们之所以措施呼声之中的肯定内容 是因为期待一种当下可用的指示 指导我们把行动的可能性计算清楚 知性的这种期待 把整体生存理解为一种可调整的经营整体 部分地基于这种期待 人们不满于形式主义的价值伦理学 要求一种唯物的价值伦理学 良知当然使这类期待大失所望 良知不给出这类实践的指示 而指向最本己的能自己存在换其此在 假使良知真的提供出了某种数学般的功力 让我们用它来结算自己的种种行为 那么 良知就恰恰否定掉了生存中最重要的东西 去行动的可能性 在这种意义上 良知不可能是肯定的 所以它也不能以这种方式仅仅是否定的 护生根本无设于应该操劳些什么 护生幻象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即生存 反过来 在生存论意义上 护生提供出最肯定的东西 此在能够先行是它最本己的可能性 本真的倾听护生意味着把自己带入实际行动 但我们先得扩清本真倾听的生存论结构 生存论解释 不重视良知和某种确定行动 或确定愿望的联系 无可否认 人们常常惊艳到这种联系 但问题在于 日常良知经验 是否听到了一切可能方式的良知声音 这种护生经验是否让护生对自己充分忽出了 我们必须承认 日常良知经验 认不出向着有罪则存在唤起这样的事 这是因为此在在实际存在中 首先和通常从操劳活动的事业上来理解自己 而在存在论上则在现成性意义上来规定存在 由此就生出了双重掩蔽 知性解释自以为老手事实 但到头来 却恰恰由于其知性性质 而限制了呼声的开展广度 经验所对的良知是裁判者和警告者 此在与他协商怎样加以结算 可见 康德通过正义法庭来主导他的良知 解释不是偶然的 这一观念在道德律令的提法中一路端倪 虽然他的道德概念 离公立道德极快乐主义还相去甚远 而价值论背后的道德 形而上学 则把此在当作操劳的对象 通过对之操劳而使价值得到实现 流俗的良知解释源于此 再得沉沦而具有局限性 但因为沉沦属于操心本身 所以流俗解释并不是偶然的 经过存在论上的恰当理解 流俗的良知解释所熟悉的那些现象 可以被导回良知呼声的原始意义 但特需注意 我们这里所谈的原始性完全是生存论上的 无关乎实际生存中的道德品质 在生存论上 恰当的良知阐释 并不保证在生存上对呼声的理解 一如生存 并不直接因为存在论上不充分的良知理解 而遭贬损 在流俗的良知经验中一样可能有诚实认真 正如在更原始的良知理解中一样 可能有轻浮不真 不过 只要生存论上的理解 不把自己同生存上的经验割断 那么 在生存论上 更原始的阐释 自会为更原始的生存理解 开展出新的可能性来 第六诗节 决心 良知是本真能在的见证 在良知中 得以见证的本真能在的生存论结构 是什么呢 愿有良知 或准备好了去被召唤 是此在开展自身的一种方式 展开状态包括三个环节 理解 现身情态 话语 愿有良知是一种自我理解 向着能够在世开展自身 筹划自身 而只有在这种生存活动中 能在才可获得理解 对应于这一理解的现身情态是为 愿有良知成为为之准备 良知所见证的话语是什么呢 没有一种话语回应互生这种 此在的原始话语 这并非因为此 在被某种压顶而来的混沌力量所震慑 而是因为它未经会 必得把互生的内容据为己有 包含在愿有良知中的言谈样式是尖默 良知默默呼唤 谁默默提供出某种东西让人理解 他就有所言说 互生来自无家可归的无声去记 并把静默下来的词 再换回到他本身的静默中去 有良知加以见证的这一本真展开状态 我们称之为决心 我们曾表明 此在的原始展开状态即是生存的真理 必须首先把真理理解为生存论上的真在 而不是认识和对象相符合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现在我们就随着决心现象来到了此 在的最原始的真在 真相和真理 开展出来的从来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此在 而是整体的在世界之中存在 此在实际上已被抛入一个特定的世界 抛入它的世界 介入 保持 发展 这些都是此在为其存在 只顾加以筹划的可能性 良知换其此在下决心 向这些可能性筹划自身 世界就内容而言并不变成另一个世界 他人的圈子并未更换 然而 操劳和操持 现在都从其最本级的能自己存在方面得以规定了 决心并不把此在从其世界解脱 并不把此在隔绝在一个漂游无惧的我中 决心就是本真的在世 他又怎会去解脱 隔绝 决心是坚默的 准备为的 向着最本己的罪责的自由筹划 下了决心的此在解放自己 自由面对其世界 唯有率先解放了的此在 才会把一道存在着的他人的 能在一道开展出来 唯有断然下定决心的此在 才会让他人在他们自己最本己的能在中去存在 下了决心的此在可以成为他人的良知 心怀猜忌的许诺 为共同完成一项业务而喋喋不休的成兄道弟 这些不能造就本真的共在 唯当此在在决心中本真存在 才能造就本真的共在 决心总是实际的决心 但此在实际上做出何种决定 这只有决定本身能提供回答 源于决心的决定 并非在各种现成的可能性中挑挑简解 是决心才使把真实的可能生存开展出来 确定下来 一切被抛的实际能在都是不确定的 从实际生存层次上说 每次做出决定之前 决心都是不确定的 但这正是决心在生存论上的确定性 此在同样原始地处身在真与不真之中 作为本真的展开状态 决心也必然一向已在无决心之中 也许马上又在无决心之中 无决心说的不是优柔寡断之类的心理状态 而是说任何决定仍指向常人及世界 因此 决心本真的把不真据为己有 决心只能向某些特定的实际的可能性做筹划 决定按照常人最本己的 能在所能视的那样掌握这些可能性 所以 决心包括另一现象环节 我们称之为处境 处境这个词带有空间含义 我们不打算把这种含义清洗出去 慈在的慈、在世等等都具有空间含义 只要慈在实际生存 它就设置空间 不过 生存的处所根源于在世建构 根源于慈在本身有所开展 处境源处于决心 是已在决心中展开了的慈 而非慈在被摆在其中的现成框架 仿佛此在可以在其中也可以不在其中似的 处境也远不是偶然事件的混合 唯当此在决心为此 处境才对此在开展出来 常人却只识的一般形式和机会之类 靠偶然事件的总计维持此在 而且还时不时把偶然事件误认做自己的工业 当良知的呼声向着能在换其此在 他不是把空洞的生存理想摆到他眼前 而是向前换入处境 下了决心的此在已经行动着 但决心也不是与理论相对的实践所特有的 决心是本真的操心 是此在为能够本真的生活而操心 操心是至为原始的整权 无论怎样区分理论与实践 总先得把操心设为前提 把实践和理论加起来得不出操心 即使借辩证法制住也得不出 其实 由于未在生存论中垫立根基 辩证法自身就必然是无根基的 提供实际生存的种种主要可能性极其联系 从生存论结构来阐释它们 都是生存论人类学的课题 但对基础存在论来说 确定了良知为此在本身的本真能再提供见证 这也就够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决心现象 从这里出发 就可以着手介绍 此在本真整体能在的存在论意义了 第三章 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 第六十一节 从本真整体存在到时间性的阐释及其方法 我们已表明 本真的整体能再通过决心展示出来 应得怎样合聚决心与先行到死这两种现象 死与做事的具体处境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当然要禁止从外部把两种现象系到一起 那么 在方法上还只留下一条可能的道路 从决心现象出发并去追问 决心是否就其最本己的倾向就先行于自身 我们将要指出 并非随意向什么进边的可能性做筹划 都算决心 死亡者负在此在的一切实际能在之前 这一点或多或少是摆明的 只有以先行到死的方式把握自己的实际能在 决心才是本真的决心 一切本真的实际筹划 都只有通过向死先行的决心才能得到理解 决心组建着本真生存的原始独立性与整体性 无法靠把现成片段拼凑 成一个现成事物的方法 获得此在的存在建构 生存论阐释必须由生存观念指引自己的全部步骤 生存论分析是以阐释方式解放此在 把此在向着它最极端的生存可能性解放出来 为了避免任意虚构 我们需要把所要讨论的生存论现象 向着由它们敞开的实际生存的可能性做筹划 再从生存论上对这些现象刨根问底 这一过程中包含着生存论阐释的天然方法 首先追随研究课题行进 一直很少专题讨论方法 但有时需要停住脚步谈一谈方法 以使探索工作获取更精猛的动力 真切的方法在于 以适当的方式先行看到 有待展开的对象及对象领域的基本建构 所以方法上的考虑 同时也就提供出课题所设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的讯息 这与关于技术性方法的空洞讨论大相径庭 此在不是现成事物 此在的持存不在于实体的实体性 而在于此在作为自身生存 从而独立自主 如果丧失了自主 无论有什么实体持存 都谈不上此在的持续存在 我们在准备性的分析中 曾描述过非本真的常人自身 现在则必须与此相对借说本真的此在自身 以便完整地呈现操心现象 并进一步追问操心现象的存在论意义 最后到达对时间性的理解 这一进程并不导向某种辟远书格的此在领域 而是使我们能够在最切近的基础上 来理解此在的整体性 我们将看到 时间性是通过决心经验到的 时间性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到其实机 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都根据时间性到实 此在的存在一项被理解为现成性 更不用说这一存在的原始基础了 无怪乎我们展示出来的时间 乍看上去 与流俗理解所通达的时间格格不入 然而 不能贸贸然用流俗的时间 经验和时间概念来衡量我们的时间阐释 我们反倒必须先熟悉原始的时间性 才能逐照流俗时间理解的源流 要证实我们对时间现象理解的适当 所需的是表明 此在的一切基础环节 归根到底都需被理解为具有时间性的 于是 我们就其时间性重新展示这些环节 以上是本章基本内容的提示 第六十二节 先行的决心 决心是向着最本己的罪责的筹划 此在本质上有罪责 而非时有时无 罪责增不了也减不了 它先于一切量化 苟或谈得上量化的话 只有当此在理解到罪责是持住的 才能从生存上决心接受这种罪责 但唯当此在把能再开展到头 才有可能把罪责理解为持住的罪责 存在到头等于说 先行到死 可见 决心与先行还不仅是有种联系 决心本身之中就隐含着像死存在 本真的决心必然是先行到死的决心 决心把像死存在落实 为实际生存上的一种确定样式 决心持住地已有罪责的方式存在 这说的只能是 死在一项本真的 或非本真的 实际生存在罪责之中 只在实际的能在中才有罪责 因而我们必须把罪责理解为能有罪责 只有先行的决心 才本真的且具体的理解能有罪责 决心先行着赶上了死 所以 此在的本真存在 就不再能被任何东西逾越 决心把此在影像生存的原始真理 一旦下了决心 此在实际的能在就战录在此在本身面前 此在本身是这一战录 又是被战录的存在 这就是有所确知的存在 决心把自己带入处境 只有这时 处境才是展开 此在只却只有决定展开的东西 但这又等于说 此在不将固在处境上 它必须对实际的可能性保持开场 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回收决定的自由 这却绝不是让我们回落到无决心中去 此在通过在必要时下决心回收决定 而保持其一贯的自身 而这恰恰克服了失落在无决心之中的状况 决心持住地保持其自由 以及为此在的整体能在而保持其自由 而此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就在于 他却知自己在其死亡中 必定绝对地回收他自己 但此在又同样原始地在不真之中 死亡这种最彻底的能在永远保持其位可能性 无法就其何时何地具体确定下来 一旦确定就什么都变成了彻底的不可能 因此 彻底的可能性 只有在面向处境的决定中才能得到规定 先行的决心 同时却知失落于常人士持住的可能性 此在被抛入他的极限处境的不确定性之中 他面对极限处境做出决定 从而才能赢得本真的整体能在 苟若此在 作为下了决心的词 在本真的理解自身 即把自己理解为先行于自身的能在 他便为自己祈求这种能在 本真的想到死影像达呼透彻的生存 于是 相思存在通过先行的决心 而落实为实际生存上的一种确定样式 此在的整体 能在一开始似乎是分析工作的一个理论问题 方法问题 现在则已表明 决心是一种实际的生存样式 整体能在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实际生存的问题 有每一个下了决心的词 在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 我们从现象上展示出了此在的一种本真的整体 能在 但常人的知性必定始终不解这种现象 他或者把这种生存上的可能性 当作未曾证明地推到一边 或者要从理论上加以证明 先行与决心之间的联系可以概括为 先行到此通过决心而成为某种确定的样式 决心并非一条逃路 发明出来以便克服死 它是对良知呼声的理解 愿有良知不意味着顿时的决绝 却无宁意味着无所欺患地把自身带入行动的决心 决心也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欺求 高飞在实际生存之上 而是对此在诸种实际可能性的清醒理解 下了决心的词再走在自己的路上 作为个别的词 再坦然乐乎 他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 坦荡之乐与敬畏天命并行不悖 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我们无意探讨种种不同的快乐 只需指出 常人忙忙碌碌地在诸种事实中求乐 为乎天命的坦荡之乐 则摆脱了求乐的种种偶然性 不必事实之苦 而乐乎生存本身 我们把先行的决心理解 为此在在实际生存中的本真 整体能在 然而 生存论阐释 怎么能以某种实际生存上的看法 和理想为根据呢 我们不仅的确是这么做的 还需理解为什么必然要这样做 哲学从不想否认其种种前提 但它也不可仅止于认可它们 哲学理解诸前提 并践行深入地铺展这些前提 以及它们为何成为前提 这就要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的方法论了 第六十三节 解释学处境 生存论分析的方法性质 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出一个命题 我们本身所示的存在者 在存在论上是最远的 前此的分析已经具体展示 这是由于此在首先沉沦着 予于各式各样的事物 并从这些事物来解释自己 从而在实际存在上 遮蔽着自己的本真存在 所以此在的原始现象绝对不是自明的给予的 甚至连存在论 也首先追随此在的日常自我解释的方向 要赢得此在的原始存在 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从此在自身的遮蔽倾向中强落出来 因为反解释都具有筹划的性质 所以这种强制性为一切解释所共有 但它的确在此在的存在论这里格外突出 然而一种存在论筹划怎样才能证明它的 取样是适当的 解释进程的路标何在 这些都成疑问 尤其因为此 在本质上就倾向于掩盖它真正的存在方式 此在总已做出自我解释 即使是生自常人之性的解释也罢 所有的解释都暗含着某种东西 一切存在论探讨的问题 都已在实际存在上有所预备 没有生存上的领会 一切生存论结构分析就都是像必须构 本书对此在的本真性的通篇阐释 就是以实际存在上 对生存的某种特定看法为根据的 我们并不声称每个人每个时候都持这种看法 然而 生存论分析 原 无意总结出一种 对人人具有约束力的生存理想 生存论阐释 设为根据的不是某些实际能在的方式 又能是什么呢 它不就是在存在论上 清理出这些可能方式的结构吗 如果此在通常以遮盖的方式解释自己 那么 我们根据反其道横之所获得的可能生存方式 来进行生存 论分析工作 不就恰恰适合与此在的真正开展吗 但这样强行 选择一种生存的可能方式 和任意做选择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的分析把先行到死的决心设为根据 而此在 就从生存的根据处 把自己换向这种生存上的本真能在 那么我们设定的会是一种任意的可能性吗 与生死相关联的存在方式 会是一种偶然实得的存在方式吗 此而外 此在对它的能在还有什么更高的裁决吗 然而 即使现象选的适当 仍可能阐释不当 我们一开始就用生存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探索 此外还能通过什么呢 我们说此在沉沦 而本真能再要反弃到争得自身 这话里已经透进了生存观念的光线 即使这光线朦朦朦朦朦 把生存观念设为前提的道理何来 最初提出这一观念是无所引导的吗 断然不是 我们的生存观念 最初就由此在本身之中的存在之理解引导 我是此在 我未能是此在而存在 我总已在世 此在不只是现成的 生存不同于实在 所有这些 无在乎 任何存在 论就已经在此在的自我理解中透露出来 哪怕是通过神话和魔法 我们就是从这一初步的生存观念出发 一步步开展此在在世的各个环节 并最终进展到操心现象 操心的结构 则反过来更具体地表明了生存与实在的区别 然而 就连生存概念也还隐含着某种内涵 也还有前提 那就是一般存在的观念 只有在一般存在的视野上才能说明 为什么生存和实在截然不同 却又都是存在 要澄清一般存在的观念 先要把存在之理解整理出来 而存在之理解属于此在 这就要求阐释此在的基本结构 而这项工作必须由生存观念来引导 那么到头来 所谓基础存在论问题是个循环 在32节我们已经讨论过循环 而就眼下的提法来说 所谓循环想说的是 生存观念与一般存在观念 被设为此在阐释的前提 而我们又要通过此在阐释 获得这些观念 然而 我们根本不再从事命题演绎 此在在其实际生存中已先行于自身 它不仅对实际生存面对的各种可能性 有所理解 有所筹划 而且在这些理解中 它也就对生存本身有所理解 在对各种实际可能性做出筹划之际 对生存本身做出了筹划 生存论作为一种理论阐释 本身就是此在开展自身的一种方式 同时又要使这种开展活动成型为概念 所以它不可能避免循环论证 我们是让有待阐释者自己成年 让它从它自身出发来决定 它在实际生存活动中提供出来的存在建构 和它在形式上开展出来的建构是不是一样 如果这里竟有一种循环 我们就必须把它是做正当的解释学循环 知性以为严格的科学探索必须排除循环 实际上 恰恰排除了从理论上清理自我理解的可能性 理解既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 又是自我理解要从概念上予以把握的课题 因此生存论本质上就循环着 然而 对循环的指责却源于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常人迷失在面向室内存在者的知性中 本来就倾向于 把对世界的理解和自我筹划隔离开来 知性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 都只意在经验事实 凡超出知性解物之外的 就说常是生造强加 然而 只有或明确或不明确地理解了存在 才能经验到存在者 对于这一循环秘而不宣 加以否认 甚至要加以克服 都是在加强知性的统治 我们倒必须从远始处跳入这个圈子 把自在的循环式的存在尽收眼中 人们从一个无世界的我出发 从这个我演绎出课题和世界 这里预设的不是太多了 而是太少了 人们研究生命 为此也考虑到死亡 这眼光太短浅了 人们先清理出理论主体 然后再从实践方面来补全这个主体 课题却已被割裂了 本节澄清了 此在分析的解释学处境 我们凭借先行的决心 从现象上明见到 此在的本真性和整体性 从而 对操心的阐释 就进入了原始的解释学处境 也就是说 我们从其原始性来把握此在了 这包括几个方面 就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再来看 我们把它导向他先行具有的东西之中 由于澄清了最本己的能在 我们规定了此在先行见到的东西 通过把此在存在的特有方式 同一切现成事物加以区别 我们得以先行掌握 适合于此在的概念方式 对决心的分析同时 也曾引向原始的真理现象 此在不必通过生存论的真理 才能本真的生存 但生存论的真理则根据生存的真理才能成形 这两种真都是由操心开展的 为了剖析这两层意义 我们须得一丝不苟地把操心的全部缓解 准备停荡 第六十四节 操心与自身性 我们夜经澄清 操心虽然包含诸多缓解 但这不是此在可能整体存在的反正 而是此在实际生存上能够整体存在的条件 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理解死、扬知 对则这些现象如何具体统一在操心结构之中 显然 此在能在诸种可能性中统一的存在 并因为它就是这种统一的存在本身 并因为我就是这一存在者 我和自身 实体和主体 自古就被理解为拢计承担结构整体的根据 如果自身属于此在的本质规定 而此在的本质却在于生存 那么 我性与自身性就必须从生存论上加以理解 从否定方面则是说 尽用一切现成性和实体范畴 此在日常说我之时 当然已经涉及自身 我被当作绝对简单的 我 别无他在 我自身不是术语 而是绝对主体 康德就把单纯性 实体性和人格性 这些性质当作其 纯粹理性 诸位论 这一学说的基础 康德证明 从上述诸性质导出灵魂实体的推论 是没有道理的 他主张 我是伴随一切概念的一种纯意识 在这里 除了一种超验的思想主体 别无其他得以表象 意识不是一种表象 而是一般表象的一种形式 这一形式负于一切经验 并先行于一切经验 表象形式不是指一种框架 或一种普遍概念 而是理事或逻辑主体 它使一切被表象者和表象活动本身 成为他们所示的东西 康德把我称为逻辑主体时 并非主张我是靠逻辑方式获得的概念 而是说 我是逻辑行为的主体 是维系的主体 我私或说我等于说 我维系 一切维系都是我维系 康德看到 从存在者层次上 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 但这只不过驳斥了对我的一种错误阐释 而不曾提供对自身性的存在论阐释 实际上 康德又反过来把这个我把捉为主体 然而主体这一存在论概念所描述的 不是我的自身性 而是现成事物的自意与持存 为什么 尽管康德在理论上拒绝承认 我是一个实体 实际上却仍然把我理解为现成事物 因为我不仅是我私 而且是我私某某 可是 康德不是一再强调 我始终同其表象相联系吗 对康德来说 这些表象是由我伴随的经验事物 是由我依附于其上的现象 但他从无一处指出过 依附和伴随的存在方式 说穿了 他们不过是我与表象持注地 共同现成存在 康德还不曾把我私设定为我私某某 尤其他还不曾考虑到 这种设定在存在论上 还需把什么设为前提 不曾考虑到世界这一现象 参与规定着 我的存在建构 于是我又被推回到一个绝缘的主体 以全无规定的方式 伴随着种种表象 那么 日常 此在说我之际 是连同其在世一起一指自身的吗 是的 然而却以沉沦的方式 常人说出的我是常人自身 是我并不本真所示的那个自身 常人迷失在他所操劳的事物之中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操劳中 我自身只作为空洞无定的伴随者显现出来 人是人所操劳的东西 我的存在论产是拒绝追随日常说我的录像 他并不因此就获得答案 但却识别出继续提问的方向 常人把我呀我呀说得最响最贫 因为他其实不本真的是他自身 自身的存在 论建构则需倒过来 从本真的能在来理解日常的我呀 我呀这种说法 只有此在获得了自己的驻足之处 才有自身 而只有针对丧尸在常人不助力于自身的状态 此在才能获得与这种状态相反的可能性 只有从力足于自身存在的本真存在那里 才能理解自身性 而独立自住在生存论上 恰就意味着先行的决心 此在只作为个别的此在才有本真的自身 它独立于私 恰恰不再能够我呀我呀说个不停 这个下了决心坚默生存的自身 是我的原始现象上的地基 生存作为操心的组件因素 提供出此在持住于自身的存在论建构 自身性现象反过来又有助于澄清操心的意义 第六十五节 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 上一节指明了操心与自身性之间的联系 这不仅有助于澄清我之为我这一特殊问题 也为从现象上把握此在的整体 并探讨操心的意义 做了最后准备 我们在第三十二节对理解与解释进行分析的时候 已经接触到意义现象 某一事物可以得到理解而无需成为专题 它的可理解性所在的处所就是意义 意义意味着理解所取的方向 我们依循这一特定的方向 把某一事物作为它所能视的东西加以把握 筹划活动开展出种种可能性 也开展出这些可能性的条件 于是 追问操心的意义等于说 追寻引导着生存论阐释的未经明年的理解 操心的意义问题要问的是 什么是使操心的各环节能够得以统一的条件 严格说来 意义意味着存在之理解的何所向 当我们说存在者有意义 那么这意味着 它就其存在得以通达了 我们向其存在筹划存在者 所以 存在才更本原地有意义 存在者有意义 只因为存在已经是先展开了 从而存在 这在筹划的特定方向上 成为可以理解的 存在之理解给出意义 提出某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意义问题 就使这个存在者的存在之理解的何 所向成了课题 此在理解自身 这一理解组建着它的实际生存 对于此在来说 存在的意义 不是在它本身之外漂浮无惧的他物 而是自我理解着的此在本身 什么使此在的实际生存成为可能 什么使先行的决心能够通过本真的自我筹划 把此在的整体存在统一起来 此在必须能够从其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来到自身 它才能够作为先行的决心存在 先行的决心朝向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 保持住别具一格的可能性 而在这种可能性中让自身来到自身 这就是将来的原始现象 相似存在是将来的存在 但不是说死亡现在还没发生 将来不是指一个现在系列的较远的一点 将来是可能性之为可能性的条件 是此在从可能性来到自身的那个来 只有当此在在实际存在中 总是从将来向自身到来 它才能先行于自身 此在生存着根本就是将来的 先行的决心承担起被抛近况 这意味着 如其一向已曾试的那样本真的是此在 然而将来的此 再必须能够是它最本己的 如其一向已曾试 必须能够如其曾但那样存在 它才可能承担起被抛近况 此在通过如其所曾在已回来的方式 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 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 它才能本真的是曾在 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 先行的决心开展它的当下处境 操劳于上手事物 然而只有让上手事物来照面 来到当前 此在才可能寓于处境 唯当决心当前 才能让上手事物无所伪是的来照面 从将来回到自身来 决心把自身带入处境 曾在这的将来从自身放出当前 我们把这样一种统一现象称作 时间性 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 它才是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 时间性站入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 我们在第41节层把操心介说为 先行于自身 而已经在时寓于是内存在者的存在 同时曾说明 还不得不推后一步 再来阐释操心诸环节的统一 现在我们表明操心的结构的原始统一在于时间性 先行奠基在将来中 已经本来就表示存在 寓于依赖于当前 流俗的时间理解把先行理解为现在尚未 但是以后 把已经理解为现在不在 但是以前 假使我们采用这种理解 那我们就该说 操心的时间性同时既是以前又是以后 同时既是上部又是不在 那么操心就成了一种现成事物 成了在时间中一一皆续的存在者了 先行于自身表示将来 而将来之为将来 才是此在能够为其能再做筹划 自身筹划是生存的本质特性 生存的首要意义就是将来 同样 已经在时表示存在 此在只消存在 就已经被抛 就在是我所曾试的意义上存在 然而 只有当此在生存 它才能是存在的 不过 操心是一个整体现成 将它同样原始的置根于存在 只消此在还生存着 它就从未过去 而是作为它所曾试者生存 我们用过去来称不在现成 而此在从来不是现成存在者 仿佛随时间生灭 仿佛有些片段已经过去 此代作为被抛的存在者现身 在现身之中发现自己被抛在世 在现身形态中 此在被它自身所习 自身袭击自身 现在的此在却也是已曾试的存在者 即是持住的此在自身 实际性首要的生存论意义就是存在 先行和已经提示出生存性与实际性的时间性意义 相反 操心的第三个组件环节 即遇于室内存在者 却没有这样的提示词 这并不意味着沉沦并不同样根据于时间性 沉沦首要的根源于当前化 而当前化始终包括在将来与存在中 下了决心的此在恰恰是从沉沦中抽回身来了 以求朝向当前的处境 愈加本真的开展即在此 时间性是生存 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 从而奠定了操心的整体性 操心不是由其诸环节拼凑起来的 正如时间性本身不是由将来 曾在于当前随时间滞留积累起来的 时间性根本不是存在者 时间性不存在 不是什么 时间性自己到时候 至于我们为什么仍然不得不说 时间性是操心的意义或诸如此类 那只有等澄清了一般存在与世的观念之时 才能得以理解 时间性到时 并使它自身的种种可能方式到时 这些方式实在形形色色的存在样式 成为可能 尤其是使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成为可能 决心是本真的操心 我们是从先行的决心的 建构中获得时间性的现象内容的 这是时间性这一术语的应有之意 要恰当理解这一含义 首先必须远避将来 过去 当前的一切流俗含义 远避主观的 客观的或内在的 超越的时间概念 流俗理解 米平了原始时间性的绽放性质 把时间当作一种单置的 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 这种时间概念固然也提供出一种真切现象 但那却是衍生的现象 原自非本真的时间性 而非本真的时间性又有自己的来源 既然知性所通达的时间不具有原始性 那么 依照根据主要事实命名的原则 把我们所展示的时间性称为原始的时间 就是和情合理的了 不过我们也需留意 将来 过去 和当前 这些概念园是从非本真的时间理解中生出的 所以 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介绍本真的时间现象 就像使用其他所有存在论术语一样 难免生硬 不过 在我们的探索中 强行硬施并非任意妄为 而是事出有因 不得不然 将来有来 来到自身 像 存在的现象性质 存在有已经 回到的现象性质 当前有当 当面 让照面的现象性质 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性质看到时间性的动态 我们把将来 存在 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放 EX-D-A-Z 时间性并非先是一存在者 而后才绽放 时间性是原始的 自在自卫地出离自身本身 时间性就是绽放本身 时间性不是通过朱绽放样式的积累 与善地 才发生的 它在各个绽放的样式中统一的道实 所以 绝不能把道实理解为朱绽放样式前后相随 操心现象的各个环节的统一 都置根于时间性当下完整道实的统一性 在隶属绽放的朱样式的时候 我们总是首先提到将来 这就是要提示 将来在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中拥有优先地位 虽则时间性在朱绽放样式中同等原始的道实 不过 时间性可以首要的通过某种绽放样式规定自身 本真的时间性是从将来到实的 原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 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 在非本真时间性中将来所拥有的优先地位有所改观 但仍然以某种方式浮现出来 操心是向其终结的存在 此在通过向终结存在而可能整体生存 终结不是一个现在序列的截止点 而是包括在生存之中 并规定此在的有中的 有限的生存 此在生存这就是有限的 因而本真的将来是有中的将来 生存的有限性构成决心的意义 然而我自己不再在此 时间就不继续前行了吗 不是还有无限多的东西从将来到来吗 的确如此 我们认识到原始的将来是有限的 并不是要否认这些提法 然而这些提法也不能否定 原始的时间性是有中有限的 因为它们涉及的根本不再是原始的时间性 问题不在于哪些事情还会发生 问题在于这些事情还怎样从将来到来 在于它们还能向何处来 在于我们怎样规定将来总向之道来的自身 原始而本真的将来来到自身 它作为封闭了的将来来到此在 封闭此在的能在 从而使此在能从不幸来理解自身 并下决心先行于自己生存 原始而本真的来到自身 就是在最本己的不幸中生存的意义 流俗的时间观念无是原始时间性的有中性 把时间理解为现成事物 在其中生灭的无中的时间 但这并不表明它已经理解了无始无中的时间 时间继续前行 不断流逝 这说的是什么 一般说在时间中是什么意思 特别说到在将来又是什么意思 不过清这些问题 就不可能有效地质疑原始时间有中这一提法 实际上 只有动间原始时间现象 并从而以适当的方式提出有中性与无中性 才能扩清上述问题 要问的不是派生的无始无中的时间 如何演变成原始的有中的时间性 而是本真的时间性 如何蜕变未非本真的时间性 按事理来说 只因为原始的时间是有中的 派生的时间才能作为无始无中的时间到时 按理解的顺序来说 只有与无中的时间充分对照 时间的有中性才充分可见 第六十六节 从时间性出发 更原始的重演生存论分析的任务 上一节初步表明了 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 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基本命题 不过 我们不能局限于提出这些命题 而必须通过前一展示的词 在基本建构的具体内容来验证它们 我们把这项工作简称为时间性的阐释 不过这一称法只是临时的 时间性现象 不仅要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 肯定它的组件力量 而且 时间性的诸种到时 样式恰恰在验证过程中才清晰可见 所以 我们不是按照前词阐释的顺序 把阐释过的内容重新过一遍 时间性阐释不会使用这种外在的表格方式 而将由现象所迫采取它自己的进程 这一新的进程应是以前的考察变得更加清楚 并将扬起准备 性分析进程表面上带有的任意性 只有从时间性建构的视野上 才能把此在在生死之间的整体收入眼界之中 此在并非逐渐走完一条现成的图成 此在自己就伸展着 从而就是它自己的图成 我们把生存的伸展称为此在的眼力 要从存在论上对历史性有所理解 关键就在于 剖析清楚 此在的眼力结构 及其时间性上的条件 时间性站入为此在的历史性 对日常性与历史性的时间性阐释 牢牢盯着原始的时间 以便充分揭示 原始时间就是日常时间经验的条件 此在对它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 它明确或不明确地运用它自己 于是它会用损自己 由于用损自己 此在需用它本身 亦即需用时间 由于需用时间 此在估算时间 对时间的估算才使 结实时间并形成计时 凭借计算时间 室内存在者在时间中得到结实 成为在时间中存在的东西 我们把室内存在者的时间规定性 称为时间内性质 或时间内状态 人们首先就从这种状态来理解时间 形成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 伯格森把这种现成事物在其中 生灭的时间解释为具有质的时间 外在化为空间的结果 这是一种在存在论上 全无规定的 和远不充分的时间解释 我们将对流俗理解的时间解释的原流 做一番考察 从而看到这种时间并不像伯格森说的那样 它其实是一种真切的时间现象 下面三章将分别从日常性 历史性 时间内性质来阐释时间性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才能动见此在存在论的盘根错节之处 此在在世 它实际上供一切存在者一道生存 并且予于他们而生存 因此 我们也必须澄清非此在世的存在者的存在 包括既不上手也不现成 却仍应说它存在的存在者的存在 只有获得了这一包罗万象的事业 此在的存在才能变得完全透彻 但要把所有这些存在方式阐释清楚 就先须充分动明一般存在的观念 在这之前 时间性分析就难免不够完整不够清晰 这里还不去说是至上的诸种困难 所以 我们最后将在存在概念的原则框架内 重新把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再阐释一遍 第四章 时间性与日常性 第六十七节 从时间性阐释生存论建构的任务 在第一篇的准备性分析中 我们以操心的整体性为线索 讨论了操心各环节的多种多样的现象 存在建构的原始整体性 不等于某种终极因素的简单性 唯一性 此在建构的原始整体性不仅不排除多样性 反倒要求之 从存在论上探入源头 不同于普通知性 找到存在者状态上自明的东西 倒不如说 它是把一切自明知识的可疑性 向普通知性公开出来 通过从时间性来重新阐释 此在在其日常状态中占录出来的生存论建构 准备性分析中 似乎带有的那种自明 性将完全消失 本章从时间性上阐释日常此在 这一工作应从组建着此之在的展开状态着手 那就是 理解 现身情态 沉沦与话语 我们将从这些现象者演 透明时间性到时的主样式 这将引导我们重新来到世界现象 并允许我们介说世界 之为世界所特有的时间性 这一介说包括对日常操劳的描述 操劳的时间性使巡视转变为静观 从静观又产生出理论认识 以上述方式浮现出来的时间性 将表明其自身为此在特有的空间性的基础 这些分析皆是出时间性到时的一种可能性 从这种可能性产生出非本真的生存 我们在这里将试图回答 应该如何从整体上理解日常的时间性 这一追问将使我们看到 至此所达到的日常现象的分析仍是不充分的 第68节 一般展开状态的时间性 理解 现身形态 沉沦与话语组建着此在的展开状态 一切理解都有其情绪 一切现身形态都是有所理解的 现身理解具有沉沦的性质 沉沦着的 有情绪的理解 就其可理解性 在话语中勾连自己 上述现象各具的时间性建制都引回到 使这些现象得以统一的时间性 A理解的时间性 从生存论上说 理解极是有所筹划的相似 在自己的一种能在存在 此在通过筹划 向来就这样那样的知道它于何处 供它自己存在 这个知处深于可能性之位可能性中 而不是从外面揭开某件事实 也不是专题把握和静观认识 与此相应 不知也不在于理解的空白 而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筹划活动 此在为基于将来 才能够在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中筹划自己 理解自己 因为此在下决心先行到死 它才能够如它自己所能试的那样筹划自己 理解自己 我们用先行标识本真的将来 用领先于自己标识一般的将来 通用于本真的操心和非本真的操心 就其生存论结构来说 此在总是领先于自己的 但从实际生存上说 此在不一定先行 不一定从最本己的能再来到自己 此在首先和通常从 它所操劳的东西那里理解自己 向着无可避免的日常事物筹划自己 并通过这样的筹划领先于自己 这就是说 时间性通常并不从本真的将来到实 日常此在不是从其最本己的 无所旁设的能再来到自己 而是从日常经营会有什么结果 来欺背自己的能再 非本真的将来具有欺背的性质 欺背是一种操劳 貌似无所操劳的单纯预料和单纯等待 也都是欺背的残缺仰视 欺背开出一定的视野 从而我们才可能预料些什么 等待些什么 此在在日常操劳活动中对死也有所预期 不过 对死的预期和先行到死不是一回事 此在下决心先行到死 从而被反抛回其个别化的自身 决心把它已是的存在者承接下来 这样把自己本真的存在领入最本己的能再 我们成为重演 在非本真的理解中 此在从所操劳之事汲取其筹划 遗忘了自己 遗忘首先不在于记忆的缺失 它具有主动的性质 从自己真实的层在那里溜走 以便眷流于所操劳的存在者 我首先与通常消融于室内存在者 而遗忘就是这一存在方式的时间性意义 日常此在本质上眷流于室内存在者 不眷流于某一特定之事 只是这种眷流的一个特例 它表现为派生意义上的遗忘 记忆也只有基于原本意义上的遗忘 才是可能的 而不是相反 遗忘时此在能够单流于外部 从而此在有时可以回到内部 可以回忆 筹划总具有将来的性质 但若非同样原始的由存在于当前规定 它就不会到时 下了决心的此在义无反顾 不再彷徨等待 因为它已经先行开展出处境 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当前 这种欲于操劳之事的本己存在 不因操劳于切尽之事而涣散 因为此 在在这样当前之际 同时把自身保持在将来 与存在中 我们把这种从本真的将来 到时的当前称为当下即是 必须在动态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绽放样式 而不能把它理解为现在 现在是一个现成时间范畴 现成的东西在现在生生灭灭 却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能当下即是 为当下即是的 此在能让上手事物或现成事物 在一种时间中来照面 非本真的筹划 则只顾包出可能事物的可能性质 把它转变成眼下可用的现实事物 我们把这种非本真的当前称为当前化 在讨论沉沦的时间性时 我们将进一步梳理当前化的现象 B现身的时间性 我们从来不会凭空生出理解 理解总是现身在世的理解 现身形态把此在带到他的被抛在世面前 我们不是通过认识活动通达被抛近况的 我们现身在世之际 就对自己的生存实际有所了解 然而只有此在持住地存在 他才可能被带到他存在 且不得不存在面前 并非现身形态创造出存在 而是存在的绽放 才使此在能以现身方式发现自己 理解之根在将来中 而现身在存在中到时 但倒是说的是将来与当前也一道绽放了 只不过在现身形态中 曾在使这将来与当前改变了样式 人们一向不曾从生存论上理解情绪 情绪被当作消长流变的体验 这些体验来而又去 在时间中相续而过 从心理学上确认这样的事情时是琐碎之举 所需展示的是情绪的时间性结构 这当然不是要从时间性演绎出种种情绪来 而是要表明 若非基于时间性 诸种情绪就不可能在实际生存上有任何意味 我们在准备阶段分析过怕和畏这两种情绪 这里的时间性阐释将限于这两者 我们从怕开始 怕是非本真的现身形态 在何种程度上 存在是使怕成为可能的生存论意义 我们说过 仅止静观具有威胁性质的东西不是害怕 为具有害怕这种现身形态的 此在能揭示可怕的事情 能让可怕的事情向自己来临 无疑 害怕包括对将来的东西的预期 这里将来是时间中的一段 将来的东西是在时间中的东西 然而 仅仅预期可怕的事情 恰恰缺乏害怕所特有的情绪性质 害怕倒在于回到操劳活动 以期被威胁者的来临 威胁者是在回到操劳之中照明的 只有当此在向之返回知识已经敞开 他才能弃背威胁者的来临 他才能受到威胁 在威胁者之前 害怕向来就是因为要做某件事情害怕 亚里士多德正确地 把怕规定为意志和迷乱 受到意志的此在被逼回到他的背抛近况 并在其中封闭起来 迷乱则来自遗忘 忘了他能够下决心为他本身的存在去存在 而没头没脑地操劳于上手事物 由于遗忘了自己 此在把不定任何确定的可能性 从随便抓到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跳到另一种可能性 甚至跳到不可能的可能性上去 周围世界并未消失 但此在已不复能在其中认出自己 房子失火时 住户往往会去抢救些最不相干的 然而就见上手的食物 他遗忘了自己 把一团乱七八糟的可能性摆在当前 这种当前化时的迷乱成为可能 意志和迷乱从现象上表明 怕的时间性是非本真的时间性 上述分析表明 害怕是从遗忘这一存在样式到实的 而当前和将来也在这一样式中相应发生形变 领先于自己的存在变成了迷乱的七倍 而当前则被乱七八糟的可能性充塞了 知性对害怕的解释 却疑寻是内存在者制定方向 他首先加以规定的是可怕之事 再相应的 把自在于可怕之事的关系规定为预期 在这一现成事物和现成关系之外 害怕的情绪性质就只剩下一点 用来涂抹主观色彩的不快之感了 日常理解把怕与未混为一谈 然而 未不生迷乱 凡发生迷乱之处就是怕 未来临之际 世界向着无意隐沉降 空荡荡无所慈悲 只开放出无影无缘的存在者来 这是一无可操劳知识令人迷乱 唯有自斥于个别化的被抛近况 未知和所谓 不是作为某种确定的可加操劳知识照面的 于是 七位找不到任何东西可由之理解自己 未既没有预期的性质 也没有一般七倍的性质 在未中 此在不可能依靠所操劳知识来筹划自己的生存 而本真的能再恰由此站入出来 未让此在直面其被抛近况 把他带入某种做决定的情绪 敞开了重演其存在的可能性 存在就以这种方式组建其未这一现身情态 未不容此在遗忘自己 但也不是让此在回忆起自己的存在 此在在未中身临其可重演的存在 无论怕还是未 都从不孤零地出现在体验流里 怕从室内事物袭来 未则从此在自身中生疼 从时间性上来理解 这一生疼等于说 曾经存在之时有可能重演 未只能在下了决心的此在中生疼 决心已定着不是怕 无所拦阻的未自身的种种本真的可能性 成为自由的 所以 虽然怕与未都奠基在存在中 但从他们各自的整体联络来看 他们的源头是不同的 未发源于决心所向的将来 而怕发源于唯恐失落的当前 唯当前而怕 结果恰恰失落了当前 但通过上述分析获得的时间性结构 会不会只对这两种选出来的现象有效呢 种种情绪在生存论上都置根于存在 这一点在厌倦 悲哀 忧郁 绝望这类情绪那里相当明显 然而 统治着日复一日的灰色生活的 是百无聊赖的无情无序 这种现身情态也有一种时间性上的意义吗 懒洋洋默默然的此在 无所寄托 无所进取 凡事都只是一生让他去 这种混日子之方突出地表明了遗忘 在日常情绪中 具有何等的力量 这种自我遗忘于被抛近况的情绪 具有一种非本真存在的意义 麻木不仁与手忙脚乱的迎求并行不备 然而同陈卓针定却全然不是一回事 陈卓发源于先行到死的决心 故而无论身在何种处境都保持其处乱不惊 希望似乎完全之根在将来之中 人们往往这样规定希望 对将来的好事的预期 亦如怕是对将来的恶事的预期 然而 决定现象结构的关键 不是希望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的将来性质 而是希望这种活动自身的生存论意义 怀有希望的人的确影响所袭击的东西 但这事的前提却是他已经离至了某种不安 希望仍然作为存在的样式观设到负担 高昂的情绪也必须这样来理解 他不是始终摆在那里的一种心态 而是从时间性上与被抛进矿箱联系 是一种高涨起来的情绪 要展示感愤快活 激动等等现身形态各自具有的时间性意义 关键也无不在于把它们放回到由此 在分析工作所提供的更广阔的基础之上 至于如何从存在论上解说 仅仅有生命之物的感官刺激与激动 至于动物的这类情绪如何有一种时间组件 这些当然还是未被解决的问题 C 沉沦的时间性 将来是理解的首要条件 存在是情绪的首要条件 与此相应 组建操心的第三结构环节 即沉沦 则首先在当前中有其生存论意义 从好奇现象 最容易地看到沉沦所特有的时间性 所以我们对沉沦的时间性阐释局限在好奇现象上 当然 从闲言与两颗也可以展示沉沦的时间性 不过 那就需要先行澄清话语与解释的时间性建制 好奇的此在操劳于一种能看 着眼于外观而让事物来照面 这种让照面植根于某种当前 因为只有当前 才提供出存在者能在其内照面的视野 但时间性总是作为整体到实的 好奇误区与尚未看到过的东西 其中就有将来的时间意义 只不过好奇把现成事物摆到当前 并不是为了对他加以理解 而只是设法去看他 只是为了看看 为了看过 无论什么东西 好奇看到一眼就又像更新的东西转判了 好奇这种当前话不断无好而无所欺备 从而完完全全原自非本真的将来 在好奇中表现出来的当前话不是投身于事 反倒是不断从欺备跳开 在不断跳开之际增加遗忘 好奇忙于抓住下一个而已 遗忘了上一个 于是将来不可能在好奇之中被回抛到此在的存在 遗忘不是好奇产生出来的 而是好奇自身的存在论条件 驱使好奇的并不是此在上有不曾见过的东西 而是不断跳开的当前所具有的沉沦的道士方式 即使一切都见过了 好奇人会发明出新奇的东西来 好奇为当前之故而当前话 幻散于无所言流的存在 好奇是由不拘持于自身的当前话组建的 不过即使在最极端的当前话中 此在仍是时间性的 好奇以遗忘的方式是其存在 在无所欺慰这一残缺样式中面对将来 这种当前样式与当下即使恰成反照 是当下即使的最极端的反现象 当下即使的决心把生存带入处境 并开展着本真的 此 而在好奇无所屈留的当前中 此在到处存在而又无一处存在 好奇从一是跳开 不是为了回到自身 而是为了跳到某种更新的东西那里 从而 好奇这种当前 化成为此在消融于室内存在者的时间性条件 此在被抛入像死的存在 好奇这种极端的当前化所要跳开的 其实 正是这种或多或少明白站入处的被抛近况 这种当前化的样式 只根于有中的时间性 从而我们看到 沉沦的源头 原是使像死存在 成为可能的本真时间性本身 当前从存在的将来发源 也是从存在的将来跳开 并且由存在的将来所保持 日常 此在在当前化之际 从本真的将来 与存在跳开 结果 只有绕开当前 此在才来到本真的生存 第话语的时间性 对理解 现身和沉沦的时间性阐释 始终基于整体的时间性 不过 其中每一个环节 有个尤其首要作用的绽放样式 由理解 现身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之展开状态 通过话语得以勾连 话语并非首要的在某一种确定的绽放样式中到时 不过话语向来是对存在者的议论 话语通常在语言中说出自己 而语言又首先从操劳所及的周围世界说起 所以当前化在这里 当然具有一种占优势的组建作用 语言中的实态与序这些时间性现象 其源头并不在于话语对时间之内的过程 也有所说 也不在于说话 是在时间过程里或在心理时间中进行的 话语本身就是时间性的 就知根于绽放的统一 实态与序都来自操劳活动的原始时间性 无论这种活动是否关系到时间内状态 所以 只有从一般此在的时间性出发 才能澄清语词怎么会有含义 理解怎么能够形成概念 语言学却求源于流俗的时间概念 根本没有提出实态与序的生存 论时间性结构问题 结果在理论构造上处处捉襟见肘 说到是或存在的时间性 更无人问津 乃至标准的语言理论都把是降格为一个细词 其实 只有从时间性问题出发 把存在与真理的原则联系问题铺开 才能澄清语言构造的时间性性质 特别是澄清是或存在的存在论意义 第69节 在世的时间性与世界的超越问题 时间性的统一是此在可能存在的条件 并规范着一切生存论结构的统一 此在是明长的 唯因此在作为其词已经开场 光明才能够照明并因此成其为光明 而唯此在有所操心 它才开场 操心奠定了此的整个展开状态 有所操心才会知觉某事 看到某事 我们正是从操心出发展示出时间性来的 时间性原始的实词成名 只有澄清了在此如何之根于时间性 我们才能洞见此在的基本建构 即在世是如何在各个环节中保持其统一的 我们在准备性的分析过程中 就始终留意保护在世现象免受最不言而喻的 从而也是最不祥的分裂倾向之害 从遇于室内事物的操劳活动来阐释此在 不过在这一阐释中 再是各环节之所以可能统一的 根据问题则还留在背景中 而今我们已借说了操心本身 并把操心引回到了它的生存 论根据 即时间性 于是我们就能从操心和时间性 反过来明确地理解操劳活动了 A寻是操劳的时间性 日常此在操劳着寓于世界 本真生存的此在也操劳着 哪怕所操劳之事对于本真生存来说并无所谓 我们首先需见识到 操劳所及的存在者不是现成事物 而是用具器物 是上手事物 咱只坚持这种见识就可谓良有收获 我们进而还需了解 任何用具都属于一个用具整体 其实只有一件用具上手而其他用具缺入 这件用具仍然与其他用具连在一起 正是这一点把我们引向对因缘的分析 操劳的巡视就是有所理解的对因缘做筹划 如果操劳源自操心而操心之根于时间性 那么就必须在时间性的某种到实样式中 寻找操劳筹划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 为了能投入工作 为了全力经营某事 此在必须遗忘自己 就操劳活动的时间性来说 这种遗忘具有本质意义 操劳活动特有的当前化 才使得此在可能笑容于用具世界 然而用具器物中包含有何所用 对何所用的理解具有七倍的时间性结构 操劳活动由于七倍于所用 才同时回到用具器物 并居持于用具器物 所以是时间性各绽放样式的统一 奠定了操劳巡视活动 七倍与居持在其时间性的统一中 使当前的操作成为可能 用具器物不成手不上手 也从相反的方面展示出操劳的时间性 此在通常笑容在当前的操劳中 自然而然地对工具和材料的何所用有所七倍 这时一件工具失灵了 某种材料不合用了 七倍受到扰乱而触目了 此在必已有所七倍地居吃于某种东西 才能够在当前化之际揭示失灵 欠缺 不合用 等等 假使操劳只是在时间中一一相续的活动 那么 无论这些活动衔接得怎样紧凑 失灵和欠缺都不可能来照面 此外还有一类事物 无论怎样积极地处理 闲壁或防卫 都致服不了 于是此在只好顺从它 顺从的时间性结构在于 有所七倍 却无所拘持地摆到当前 此在遗忘不了它 却也不拘持于它 就任它在其不合用之中上手 这类上手事物在日常操劳中所在多有 而在这些情况中 此在会突出地认识到 自己从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以操劳巡视转变为科学理论的时间性意义 我们已经展示了操劳巡视的时间性结构 那么 又是何种时间性结构使得操劳巡视 转变为对世界的理论态度呢 当然 我们不是要讨论科学史 而是要从生存论上追问理论活动 如何产生于操劳巡视 并通过这一追问探入一般在世的时间性建制 生存论把科学理解为一种生存方式 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揭示的一种在世方式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在此在的存在建构中 哪些是此在能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生存的必然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 理论态度的发生在于时间的消失 的确 由于用具的失灵或材料的不适合 操劳活动会遇到障碍 然而操劳巡视并不就因此转变成为理论静观 巡视并不随着操作的中断消失 相反 操劳活动的左巡又是这时到更加突出了 反顾操作过程 检验正在制作的攻减 宗官已经停顿下来的整个工作 实践有他自己的考察方式 即使操作停顿 此在沿流于用具器物进行考察 巡视依然可能依附于上手事物 就像实践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一样 理论研究也并非没有其实践 设立实验设备 收取实验数据 制作切片 这些都需要错综复杂的技术性工作 考古挖掘要求最粗捉的操作 就连依赖以上各种工作所得的结果 进行抽象研究 也还需要书写之类的操作 科学研究的这些组成部分绝非无关紧要 它们提示出科学并非纯粹的精神活动 而是在世的一种方式 只要人们还不曾明白应该在哪里 划分理论行为与非理论行为之间的界限 指出以上事实就远非琐碎或多余 人们会主张 科学中的一切操作都是唯纯观察服务的 康德就说 一种认识 无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何种手段 使自己联系与对象 但凡认识介意与对象之间联系的东西 以及一切作为手段的思维 以致为目的的东西 却只是直观 自希腊史 直观就一直领导着对认识的阐释 实际上能否达到这个直观 另当别论 但为了和传统存在论相衔接 我们不得不从领导着操劳的巡视入手 来展示科学态度的生存论来源 对具体操作活动的巡视 是由或多或少明确的盖棺引导的 盖棺并非事后把现成事物脸具在一起来浏览 而是对因缘整体的原本理解 此在为自己的能在之故而生存 而这一位奇故就是照亮操劳的盖棺的光明 在这一盖棺的光照下 具体操作的巡视 把上手事物更为切尽地带往此在 这里面就包含一种考虑 如果要制作这个 那么就需要那个工具 如果要做到这点 那么就需要那样的环境 如果 那么是实际考虑所特有的格式 如果要做某事 那么就需要某种特定的工具 手段 途径 机会和环境 操劳巡视的考虑 绝不在于确认存在者的现成属性 而在于照亮了当下的实际局势 有所考虑而把周围世界带进前来 这具有当前化的生存论意义 即使所考虑的事情本身并非伸手可及 它也随着操劳所及的事物一道在场 此在通过考虑 直接看到不上手的但却必须的事物 More as talent这个词 首先应当理解为摆到眼前这样一种当前化 然而 人们却首先把它解释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 但是 巡视的当前化是一种另有多重基础的现象 首先 它向来属于时间性绽放的统一整体 如果 那么这一格式对何所用有所欺备 并从这种欺备回到操作与使用 居持于某种上手事物 通过巡视考虑 有代代进前来的东西 在一种确定的格式中当前化 如果要做什么 这一考虑已经把它所考虑的存在者 作为某种特定的事物来理解了 作为结构之根于理解的时间性 此在从它所欺备的何所用 回到了它所居持的上手事物 从而当前化又能够反过来 明确地把包含有何所用的上手事物 带进前来 当前之根于将来与存在 这是巡视理解所筹化的东西 之所以能够当前化的时间性上的条件 当前必然是在有所拘持有所欺备的事业上来照面的 必然作为所欺备的或非所欺备的东西得到解释 由此可见 我们在第32节提出的作为结构 的确与筹化现象具有一种存在论联系 并且像一般理解与解释一样 奠基在时间性的统一之中 是作为细词所表达的 就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来谈 而这个作为结构通过式的细词用法 而与我们对存在的基础分析联系在一起 然而以上阐述在什么程度上 有助于我们澄清理论行为的发生呢 这一阐述主要在于 提示出从巡视到理论这一转折的一般背景 至于转折本身 我们不妨以从前提到过的一个句子 为线索来加以描述 此代在操作时可能会说 这锤子挺重 这个句子意味着这把锤子用起来费力之类 但这句子也可以意味锤子具有重力这种属性 这时候 此在眼中所见的不再是作为工具的锤子 而是作为服从重力法则的物体 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这个上手事物 不再就其何所用来巡视它 而是把它作为现成事物来看待 领导操劳活动的存在之理解转变了 从对上手存在的理解转变 未对现成存在的理解 然而 仅仅有了存在之理解的这种转变 还不足以造就科学研究 何况 上手事物本身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 例如经济学 可以研究日常用具是怎样上手的 等等 这类研究 仍可以把上手事物的用具特征保持在眼界里 我们所说的科学研究 是把室内存在者当作物理自然来加以把握 作为物理学的命题 锤子是重的不仅忽略不计存在者的用具性质 同时一道掠去了每一用具的位置 位置变成了空间地点 与其他任何地点不分宣置 于是 所要理解的 就不再是周围世界中特定的用具器物 而是无论什么事物或现成事物的全体 科学发展史上的经典例子 是物理学的数学化 近代科学的关键 既不在于更加重视对事实的观察 也不在于把数学应用于规定自然进程 而在于对自然本身的数学筹划 这一筹划首先把世界理解为持住的物质 并从运动力 位置 时间等等 可从量上加以规定的方面来研究 世界 只有能够从这些方面加以规定的 才是事实 科学筹划 就通过能够调整配置这些方面的实验 来确定事实 为当研究者理解到原则上并没有纯粹事实 他才可能在事实科学中进行科学论证 而且 就自然的数学筹划来说 关键又不在于数学的东西本身 而在于通过数学开展出自然中先天的东西 所以 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之作为典范 并不在于它格外精确 以及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而在于 自然科学既经把存在者的存在建构 作为自然来加以筹划 数学化的科学方式 就成为皆是存在者的唯一方式了 现在其领导作用的存在之理解 是对现成性的理解 我们一旦确定了自然科学 终其领导作用的存在之理解 研究方法 概念方式 真理与确定性的标准 约束性的方式 论证方式 传达方式等等也就跟着得到确定 这些方式的整体组建着科学的生存论概念 表述存在之理解 借说各类事物的领域 确定研究特定存在者的概念方式 这些都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存在者进行筹划 我们把这一系列筹划成为专题化 存在者限于专题化 总以这样那样的照面了 科学筹划则在于 使存在者不再直接处在操劳活动之中 使之与单纯的揭示活动相对而立 成为客观对象 专题化进行客观化 从而使我们能从客观上询问和规定存在者 通过客观化而寓于室内现成事物 这种存在方式具有独特的当前化的性质 胡塞尔说所有知识都以直观为胡的 从时间性意义来看 他所说的就是 所有认识都当前化 不过他用当前化这一术语标识感官的感知 至于各门科学 尤其是哲学认识 是否都以当前化为胡的 这里尚未论定 科学揭示的当前化 与寻视的当前有别 前者只欺背对现成事物的揭示 这样一种欺背的根源在于此 在决心向科学真理筹划自己 科学真理的追求构成了此在的一种生存规定性 科学活动发源于本真的生存 不过 本书不及细究这一发源的详情 而只希望指明 室内存在者的专题化 以此在的基本建构 即再是为前提 为了使现成事物的专题化 即自然的科学筹划成为可能 此在必须超越被专题化了的存在者 超越并不是客观化 客观化以超越为前提 但若对现成事物的揭示 源自寻视的揭示 那么欲于上手事物的存在 就也在此在的超越中有其基础 此在的超越承担着欲于 室内存在者的存在 无论这种存在是理论的 抑或是实践的 而且此在在欲于上手事物之际 一定有一个世界向此在展开了 而此在对此已有所理解 此在的存在整个的奠基在时间性之中 所以必定是时间性 使此在的再是病 从而实此在的超越成为可能 C世界之超越的时间性问题 我们已经显示了 时间性如何组建着 此在各种基本在是样式 依循此在在是的时间性意义 我们必定可以说明 世界是怎样奠基在时间性之中的 世界在存在论上如何是可能的 世界必须以何种方式存在 才能实此在作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生存 世界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时间性条件在于 时间性 具有一片统一的视野 时间性的绽放包含有绽放的核所向 绽放的这一核所向我们称之为视野Horizon T 此在借以从将来来到自己的那一视野 即是为他自己之故 此在在现身中向他自己展开其被抛近况 存在的视野就由被抛近况标明 为他本身之故而 生存在被抛近况中的此 在于是内存在者而存在 而当前的视野就由此在的所欲得到规定 将来 存在与当前这些视野的统一 只更于时间性的绽放统一性 整体时间性的视野 规定着此在本质上向何处展开 此在向之展开的这个何处 就是世界之为世界 只要此在到时 也就有一个世界存在 此在生存者就是他的世界 无论予于上手事物而存在 亦或通过专题化客观的揭示现成事物 都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方式 因此都已经把世界设为前提 为时事内存在者能够从世界方面来照面 世界必定已经以绽放方式展开了 世界奠基在绽放的时间性的统一视野之上 所以 世界是超越的 世界既非现成存在也非以上首方式存在 而是在时间性中到时 世界随着诸绽放样式的处理自己而在此 如果没有此在生存 也就没有世界在此 时间性在到时之际 回到向着此照面的室内存在者之上 室内存在者随着生存固有的此得以揭示 这是由不得此在 唯有每次此在揭示什么 以及如何揭示 才是此在自由之事 虽然这些也仍在其被抛近况的限度之内 实际此在以绽放方式 在此的统一性中理解着自己与世界 他从这些事业回到在这些事业上照面的存在者 这一回到就是通过当前话 让存在者来照面的生存论意义 前来照面的存在者是室内的存在者 这就仿佛说 无论一个课体如何在外 世界都要更在其外 不能把超越理解为主体超出自身来到课体 同时又把课体整体同世界混同起来 如果我们竟愿意把置根于时间性的词 再称为主体 那么必须说 世界是主观的 但这个主观的世界 作为时间性的超越的世界 比一切可能的课体更客观 我们把在世引回到时间性绽放的统一视野之上 虽然这并不曾充分回答世界的超越问题 但已经草描出超越问题由之浮现的主要结构 从而使一般在是从生存论 存在论上成为可理解的了 第七十节 此在是空间性的时间性 我们所探讨的时间性 不能被理解为时空这种说法中的时间 但空间性却似乎也像时间性一样 构成了此在的一种相应的基本规定性 乃至日常说法常对偶的说到时空 然而 此在在世的建构在存在论上 只有根据时间性才是可能的 所以 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置根于时间性 当然 我们所要追问的是 此在可能具有空间性的时间性条件 而不会打算从时间演绎出空间来 也无意把空间抹灭为时间 以下的讨论只是简短的提示 只限于对今后讨论空时 对偶的存在 论意义有必要的东西 我们曾表明 此在从不作为现成物体充满一块空间 此在具有空间性 只因为它作为操心存在 而操心的意义是实际沉沦着的生存活动 此在设置空间 获取空间 从它所设置 所获取的空间回到它定好了的位置上 此在生存着 向来就占到了一个活动空间 这和对空间有所认识 有所表象完全不是一码事 空间表象是以获取空间为前提的 此在通过定向与区其原始之境获取空间 操劳在世总具有一定的方向 定向活动依循的是用具的因缘联络 只有在一个展开了的世界的视野上 此在才可能理解因缘联络 通过因缘联络 此在得以揭示出场所 然而 只有觊觎某种漆背 才可能揭示出场所这样的东西 此在以绽放方式有所居 实地漆背着可能的向那里合到这里 操劳活动从先行揭示了的场所 去除上手事物之远 而使它回到窃境处 把它摆到当前 可见 依一定的方向 去其原始之境的活动之根 于有所聚持有所欺背的当前画 之根于时间性的统一绽放 此在作为时间性原本就绽放着 所以它能携带它所获取的空间 从这种以绽放方式获取的空间着眼 此在所处的这里就不是一个空间点 而是操劳于用具器物的活动空间 而在沉沦于操作和经营之际 只有近在手边的这里是当前的 当前画把某种东西从那里带进到这里 而在这种当前画中 那里已被遗忘了 于是 当自在基于这样一种当前画 对室内存在者进行观察的时候 便发生出一种假象 仿佛最先出现的是一个现成物 而且是无所规定地处在一般空间之中 我们表明了此在的空间性 以时间性为基础 这一提法显然有别于康德的时空概念 的确 在康德那里 时间优先于空间 不过它的意思无非是说 要经验在空间中的现成事物 必须通过在时间中一一相续的表象 于是物理的东西就间接地出现在时间中 只有根据绽放视野的时间性 此在才可能闯入空间 恰恰是时间性的绽放 能说明空间不依赖于时间 但它同时也说明 此在为何在某种意义上 依赖于空间 此在广泛地通过空间形象进行自身解释 我们的语言充满空间形象 这倒不在于空间具有最原始的权能 而在于时间性本质上沉沦于当前话 唯当上手事物在场 当前话才会与之相遇 所以它也总是遇到空间关系 于是 此在就倾向于利用这些空间关系 来进行理解和进行解释 第七十一节 此在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意义 我们在第一篇曾对此 在存在建构做出了准备性的分析 而其目标是影像时间性的阐释 在最初着手时 分析工作是从日常状态着手的 但日常状态在存在论上究竟意味的是什么 却一直不曾予以介说 现在 此在的存在意义已经表明为时间性 日常状态 这个名称的时间性含义似乎也就清楚了 虽说如此 我们却还远不曾扩清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概念 甚至前此进行的时间性阐释 是否足以介说日常状态的生存论意义 也还颇可疑问 固然 日常状态 指的是此在日复一日 处身于其中的生存方式 而日复一日显然含有时间上的规定 然而 我们仍然不可把日常 理解为此在一生所有的日子的总和 这个词指的是 此在主要是怎样生存的 我们常使用首先语通常这个用语 现在这个用语可以得到初步的解释了 首先意味着此在在公众中公开的存在的方式 但这不是说 日常状态是此在摆出来给大家看的一个方面 即使此在独处之时 它多半也还是以消解在常人之中的方式生存 通常意味着 此在常规的向人人显现的方式 日常此在凡事习以为常 即使凡类之事和非所欺怨之事 只要习以为常 坐起来也有几分舒服 日常操劳始终七倍的是明日之事 而这明日之事 无非是昨日的永远重复 此在可能木木然忍受日常状态 也可能颇怨沉浸在木木然之中 他还可能找些星期消遣 似乎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生活工作的木木然 此在甚至还可能在眼下积极地掌握日常生活 虽然往往不会比眼下更持久 面对这种种日常生存的现象 我们的时间性产是够充分吗 它能够把我们引向更广阔的前景吗 我们甚至还不曾提到 生存是在时间之中伸展的过程 而单调 习长 通常 昨天是怎样 今天和明天还是怎样 这些东西若不回溯到此 再在时间中的伸展 就把捉不到 为此 我们必须从时间性的道士结构来看 一看此在日常是怎样严厉的 看一看此在的历史性说的究竟是什么 第五章 时间性与历史性 第七十二节 历史问题的生存论存在论解说 生存论分析工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一个目标 找到回答一般存在意义问题的可能性 这就要求解说可介意通达存在的现象 即解说存在之理解 存在之理解属于此在 虽然此在的很多结构分别看来尚会暗不明 然而 既经表明了时间性是操心的原始条件 我们看来已达到了对此在的原始阐释 我们就此在对它自身的本真筹划来理解此在 从而提出了时间性 那么 我们竟还能把此在理解得更原始些吗 虽然我们前此一直看不出生存论分析 有更为根本的入手点 但回顾对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义的讨论 还是能醒悟到一重困难 从形式上来看 死只是此在的终结 此在还有另一端即出生 这个生死之间的存在者 才是我们所寻求的整体 所以 尽管我们用天然的方式 产生本真的和非本真的相死存在 这一产世仍有片面之处 此在只是向前生存而把存在留在后面 有待产世的还有此在向开端的存在 尤其还有生死之间的图成 或生活本身的有机联系 然而问题在于 是生死之间的联系奠定了此在的时间性 抑或恰恰是夜经清理出来的时间性 才提供出追问这一联系的明确方向 在前面的探索中 我们学会了不要轻易把各种问题接受下来 而单说这一点已经是一种收益了 描述生死之间的生命联系 这是不是很简单吗 这一联系由一一相继的体验组成 体验在时间中再一一相续 在各个现在中的现成体验是现实的 过去的以及还带来临的体验 不在现实或还不现实 人从一个现在跳到下一个现在 在不断流迁跳跃的体验中 始终保持自身的自异性 如何规定始终持存自异的东西 变动不拘的体验怎样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一件开始发生分歧 不过在这样描述生命联系的时候 人们反正设置了一个现成 摆在时间中的东西 哪怕人们强调这是各非悟性的东西 这种流俗的此在解释 在自己的限度内虽易有理 但它不仅不可能指导对此 在生死之间的图成进行本然的存在论分析 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一分析 作为问题确定下来 实际上把此在设为一种 在时间中现成的东西的 这一敲不作声的开端 使得从存在论上来描述 生死之间的每一常识都碰了弊 此在并非作为种种相继来临而后失去的片段 现实的总和生存 也并非相继来临者逐渐充满一个框架 既然这个框架的两条界限 即出生和死亡都缺乏现实性 那么这个框架又怎会现成呢 即使说到框架 它也不是在此在之外为处此在的框架 我们必须再次在本身之中寻找这一框架 出生从不是不在现成的过去之事 死也不是还不现成的将来 此在以出生的方式相似存在 这两个终端 及它们的之间 始终随此在的生存存在着 出生与死亡以此在方式联系着 作为操心 此在就是之间 生存的伸展不是现成事物的运动 此在自己就伸展着 从而组建起自己的图成 我们把生存的伸展称为 此在的眼力GS-chain 此在的历史性 必须从此在的眼力结构 及其时间性上的条件 来加以阐释 通过对此在历史性的阐释 我们的探索将回到此在为谁的问题上来 追问此在怎样保持其自身的持续 此在的存在论结构 集中在独立自助的生存之中 因为自身既不能被理解为实体 也不能被理解为主体 而是奠基在生存中的 所以我们把非本真的自身的分析 及常人的分析 完全放在准备性的 此在分析之中 现在我们已把自身性明确的 收归操心的结构 因此也就是收归时间性的结构 于是 从时间性上 对独立性与不独立性进行阐释 就变得很重要了 自身的持续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因应而植根于时间性特有的一种道实样式 对眼力的分析 将引向对道士之为道士的专题探索 历史性问题既然引回这些源头 那么 我们也就能据此确定历史性问题的处所了 这个处所在历史科学本身之中是找不到的 诚然 西梅尔和李凯尔特 已经推进到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 前者力图从认识论上澄清历史理解的方式 后者则要表达出历史的概念构造的逻辑 而且他们都要求从研究对象本身方面来制定方向 然而 即使这样提出问题 他们在原则上 仍把历史只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来研究的 从而无可挽回地把历史的基本现象放到一边去了 要对历史性展开讨论 自然应当从原本就具有历史性的东西出发 历史的基本现象先于历史学的专题研究 是这种专题研究的基础 历史如何能够成为历史学的对象 这只有从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 从历史性 以及从历史性之根于其中的时间性 才能得到回答 所以 我们只有通过现象学构造的道路 才能够澄清此在的历史性 流俗的历史解释 既为历史性的生存论建构 提供了特定的支点 也同时有所遮蔽 因此 我们必须由前此赢得的诸生存论结构加以指引 从起遮蔽作用的流俗理解 那里征得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 于是 我们将首先检查一下 人们一般都把哪些称作历史 以此作为我们解说历史性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的进一步的任务 是清理出历史性的生存论构造 前此对此 在本真的能整体存在的时间性阐释 将为这一任务提供指导线索 历史性之根于操心 与此相应 此在向来或本真或非本真的就具有历史性 此在的眼力本质上包含自我解释 从此 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中 生长出明确把握历史的可能性 历史的专题研究在存在论上 源出于此在的历史性 生存论阐释将为历史学标出一些基本界限 当然 在这些界限之内 历史科学的具体理论 自可以具有其提问方式上的偶然性 我们的历史性分析 以迪尔泰的诸种研究为前道 把迪尔泰的研究成果具为己有 是当今这代人面临的任务 本章的工作可以说 只在于促进这一任务的完成 此在历史性的分析想要显示的是 这一存在 这并非因为处在历史中 而具有时间性 相反 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 所以它才能够历史性的生存 虽说如此 此在的时间性也包含在时间中存在这层含义 而且此在把随着它一道引力的事物 也经验为 在时间中严历的 所以 对在时间中的存在的分析 似乎应该放在讨论历史性 与时间性之间的联系之前 本来 时间或时间内状态 也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中 生长出来的 就此而言 历史性与时间内状态同样原始 从而 对历史的时间性质的流俗解释 在自己的限度内也不无道理 然而 这种流俗解释并非不言而喻或唯一可能 而要消除这种误解 就应得首先纯粹的 从此在的原始时间性中 演绎出历史性来 所以 我们还是先讲解此在的历史性 而把在时间中的存在的分析 推迟到下一章 以上这些粗浅的讲解 应当已经提示出了历史性问题的难度 欲把历史性引向其根本之处 可自利用的范畴就愈加频繁 是也就愈加油一不定 本章对历史性的考察必然是有限度的 大致已提出历史性问题的存在论处所为满足 第73节 流俗的历史理解于此在的眼力 流俗的此在解释所用历史这个词有多重含义 首先 历史既指历史现实也指历史科学 这一奇异人所周知安之弱俗 但这并不说明这一奇异无伤大雅 我们下面的讨论都用历史学 而不用历史一词来称历史学 历史这个词有时却又不止历史学的对象 而只不曾对象化的历史这个存在者本身 在这种含义下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把历史理解为过去之事 例如人们常说 这是已成历史 在这里过去等于说不在现成 或虽还现成却对当前已无效用 当然 过去之事仍可能有后效 例如我们也说人们不能脱离历史 但即使这样说 历史之为过去之事 总是就其对当前的有效无效来理解的 我们还应当注意过去在这里明显有双重含义 过去之事无可挽回的附属于较早的时间 然而它也能现成存在 例如某一段往事 随着希腊电语的遗迹来到当前 这时 历史又可以主要不是一直过去 而只来自过去 有历史的东西在某种变异过程中时兴时衰 这种有历史的东西同时也能造就历史 并通过造就历史而在当前规定将来 于是历史又意味着贯穿过去 现在与将来的联系 过去在这里并不具有优先地位 历史还意味着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 不过 这事人们往往强调的是 人及其文化在时间中的演变 以与自然在时间中的运动相区别 这里着重的不是眼力这一存在方式 而是存在者的一个领域 精神和文化的领域 当然 在这种历史理解中 自然仍以某种方式属于历史 最后 我们也常说流传下来的事物是历史的 即使这时 我们不曾以历史眼光来认识它 而任其渊源掩藏不入 我们可以把上述几种含义概括起来 历史是此在特有的在时间中的演力 其中又格外强调 在共处中 过去了的却又流传下来 继续起作用的演力 这几种含义通过人联系起来 那么 历史以何种方式属于此在 此在先以现成存在而后才缠进一种历史吗 亦或此在的存在原本就由历史参与构成 也许 只因为此在原就是历史的 所以才谈得上环境 事件与天命 既然我们必须从时间性来理解历史 那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 静电之方 就是从历史事物的显而易见的时间性质着手 凡说到此在的演力 我们总是把过去突出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描述 就从过去在历史概念中的显着地位着手 一件古董属于过去 但它当前还现成存在 它怎么就成了历史的东西呢 也许它身上还留着某种过去的东西吧 是它记录了变化吗 它在时间的进程中朽翠注视了 但它使这件古董成为历史事物的过去 性质并不在这些记录中 那么是什么过去曾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 它可以仍是一件用具 但没人还使用它 然而 一座手摇纺车即使如今还有人使用 它就不是历史的吗 无论还有没有人使用 它反正不再是它曾试的东西了 什么过去了 无非是那个它曾在其内来照明的世界 它曾在那个世界内属于某一用具联络 在这一联络中像此在照明 那世界不再存在 因此 现在还现成存在的用具 器物却能够属于一个过去的世界 然而 世界不再存在 这意味着什么 世界以此在的方式存在 然而 此在不可能作为现成的存在只是过去的 这倒不是因为它不流逝 而是因为它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现成的 不再生存的此在不是过去了 而是曾在此 人还现成的古董具有过去性质和历史性质 是由于它出自曾在此的此在的曾在世界 曾在此的此在才是原本具有历史性的东西 但此在由于不再在此才成为历史的吗 我们曾表明 曾在是时间性统一绽放的组建因素 那么 此在岂非只要生存着就是历史的 但这样一来 谜团就变得更迷离了 既然曾在与当前即将来同样原始的道时 为什么主要的规定历史事物的偏偏是过去 或更恰当地说 偏偏是曾在 首要的具有历史性的是此在 室内事物则是刺激具有历史性的 不仅包括最广泛意义的用具器物 而且包括作为历史土壤的自然 它们由于属于世界而具有历史性 所以 我们称这些为世界历史事物 流俗的世界历史概念 恰恰依循这种刺激的历史事物制定方向 上述分析不仅引回到此 在这一首要的历史存在者 也是我们从根本上怀疑 是否必须沿着现成事物 在时间之中的存在这一方向 来理解此在的时间性质 并非离得越远就越具有历史性 最古的就最具有历史性 离开今天的时间 距离对本真的历史性并不具有首要的意义 因为 此在以时间性 同样原始的道时的方式生存 从而 历史性不是以在时间之中的先后位置来衡量的 人们会说 谁都不否认 归根到底 人的此在是历史的首要主体 人是历史的 这固然是说人是环境与世界的玩物 同时却也说明在纷纭变换的世界历史中 我们关心的毕竟是人的命运 然而 历史性的生存论阐释远不止于这种关心 我们的问题在于 历史性在何种根本意义上 组建起历史主体的主观性 第七十四节 历史性的基本建构 历史性首先属于此在 此在的存在是操心 操心直根于时间性 从而我们必须在时间性中寻找 把生存规定为历史生存的线索 而对历史性的阐释 归根到底是对时间性的更具体的研究 我们曾首先从先行的决心展示出时间性 那么 此在的本真眼力 在何种程度上 基于先行的决心呢 下了决心的此在 以先行到死的方式投入处境 此在实际上决定下哪里生存 这不是生存论分析所能讨论的 我们需得追问的是 此在一般的能从何处汲取它 向之筹划自己的可能性 此在向死筹划自己 这保障了决心的完整性 生存的实际 展开得住可能性 却不能从死中取得 这尤其是因为先行与可能性 无意味悬丝可能性 而恰恰意味着回到实际的此上面来 此在被抛入它的此 但把自己的被抛境况承担起来 就会开展出一条由之夺取 种种实际可能性的视野 来嘛 而且 我们在58阶层说过 此在从不回到它的被抛境况后面 我们在急求断定 此在是否从被抛境况中 汲取其本真的生存可能性之前 必须先保证自己 获得了操心这一基本规定性的完整概念 此在首先失落在常人中 从流传下来的公众意见来理解自己的可能性 下决心生存的此在不是要从传统脱身 而是下决心回到被抛境况 把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承担下来 本真理解出自流传下来的解释 同时反抗这些解释 有所选择地掌握流传下来的可能性 被抛的决心承受一页 从一页中开展出本真生存的种种实际可能性 一切优秀的东西 优秀就在于能造就本真的生存 都来自遗产 所以本真生存向来就包含遗产的承传 此在于本真的做决定 郁佳从其最本己最独特的生存出发理解自身 他对遗产的选择就于解明确定 日常此在只图禁变 随便抓到什么流传下来的东西 当作自己的可能性 或者年轻必重 以保持传统为名而无所开创 可以在传统中找到的偶然的可能性形形色色 无中无穷 先行到此的此在 却在自身的有中生存中理解自己的目标 从而把自身从这形形色色无中无穷扯回来 通过对本己生存的掌握 而把自身带入命运的单纯境界之中 我们用命运 Shake Cell 来标识 此在在本真决心中的原始眼力 命运使然的此 在自由地在一夜中开创出本己的生存 在这样的可能性中把自己承传给自己 此在能够被命运的打击击重 这只因为此在在其存在的根基处就是命运 命运使然的开展自身的此 在才会向着幸运的环境和残酷的事故生存 环境与事故的纠合却产生不出命运 环境与事故也围绕着没有决心的人 而且更甚于围绕以做出选择的人 然而没有决心的人却不可能有任何命运 此在先行到死而让死变得强有力 同时此在自由面对死而获得有中限的自由 没选择了去做选择 这种有中限的自由才存在 而此在就在有中限的自由所固有的超强力量中理解自己 把无依无靠的伪弃于自身这一境况的 无力承担过来 对展开了的处境的种种事故一目了然 命运就是向本己的罪责筹划自身的超强力量 是承担本己的无力处境的超强力量 然而此在伪弃于自身 却不是伪弃于一个与他人绝缘的主体 此在始终与他人共同在世 此在的眼力始终是共同眼力 我们用天命Gothic来表示共同体的眼力 民族的眼力 正如共在不能被理解为许多主体的集合 天命也不是由诸多个别命运凑合而成 相反 为决心在共同世界中为某种共同事业生存 此在才有自己的命运 所以 个别此在的命运恰恰受到天命的引导 通过真诚的交往交流 通过同心陆力的奋斗 天命的力量解放出来 此在与他的同代人共同具有的天命 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眼力 只有本质上是将来的存在者 能够自由地面对死 以撞碎在死上的方式反抛回弃 实际的在此 将来的存在者同样原始的存在 只有先行到将来的存在者 能够再把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承担下来 并为他当下的时代生存 本真的时间性 才使命运以及是本真的历史性成为可能 命运使然的此 再不一定非得明确了解 它向之筹划的可能性的渊源 然而 此在也可以明确地根据某种成传下来的 此在之理解 筹划自身的能在 这种筹划就是某种生存可能性的重演 这种明确的成传 回到曾在此的此在的可能性中 选择自己的英雄榜样 只有根据于先行的决心 才能够本真的重演一种存在的生存 因为此在首先 需决心选择为忠实与可重演知识奋斗 重演却不是要让过去知识重返现实 更不是要让当前时代屈从传统 重演 无宁是当下时代对曾在此的可能性的应答 这种应答保持可能事物的可能性质 从而为当下时代开启新的生存 所以 本真的重演 恰恰反对把过去知识作为现成事物 强加到当今时代之上 重演既不恪守过去知识 也不以进步为乎的 守旧和进步对于当下的本真生存都无关红止 所以 从此在的原始的时间性着眼 历史的重心既不在过去知识中 也不在今天与过去的联系中 而是在生存的本真眼力中 本真的眼力源自此在的将来 历史深深扎根在将来中 有中的时间性是历史性的隐藏的根据 乃至本真的相思存在 把此在从此的可能性 强有力地反抛回它必须承担下来的实际生存 从而使得存在在历史中获得了优先地位 此在并非通过重演才具有历史性 有时间性的此在本来就有历史性 所以 它才能通过重演 把本己的历史性向自己公开出来 我们从决心出发说明了本真的历史性 然而 我们是否也能通过决心现象 说明此在从生到死的整体联系呢 本真眼力的联系 会不会是有许多紧密无息 一一相续的决心组成的 我们若这样追问 也许太过匆忙 只为谋求答案 而不曾先检验一下问题是否正当 我们探索到这里 已经十分清楚 此在的存在论 一再受到流俗的存在理解的诱惑 从方法上说 无论追问此在整体联系的问题多么不言而喻 我们仍要追查这一问题的源头 确定这一问题是在何种存在 论事也上提出来的 如果历史性属于此在的存在 那么非本真的存在也不能不具有历史性 也许恰恰首先是非本真的历史性 规定着追究生命联系的方向 这就要求我们对非本真的历史性做一番考察 这番考察也将使我们对历史的存在 论探索更为充分完整 第75节 此在的历史性与世界历史 此在首先与通常从他所操劳的东西来理解自己 理解并不是伴随着行为的一种实质 而是向在世的可能性筹划自己 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 同样组建着常人的非本真生存 像日常共处照明的不仅有用具器物 还有随之一道照明的事业 经营 事故 世界同时也是日常行动与日常游历的舞台 人们在某些活动中共服共犯 并从这些活动的进程和变化者眼 来计算各个此在的进步 停滞 转变和产出 于是 我们首先就从所操劳之事 与所体验之事 来规定生命的联系 为什么不呢 用具器物不也一道属于历史吗 难道眼力只是主体之中与世隔绝的体验流吗 若说历史既非客体的变迁 也非主体的体验皆续 那么 历史应该是主客体的练习吧 然而 练习本身不也不断演力着吗 此在并非作为无世界的主体具有历史性 历史是在世的演力 此在的历史性本质上就是世界的历史性 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 也向来随着世界的历史性被纳入世界的历史 书籍有其命运 建筑有其历史 就连自然也是有历史的 但这话偏偏不是在自然史的意思上说的 自然作为肯直区 作为战场而有历史 这些存在者不是心灵历史的外部配件 它们本身就具有历史 我们把这种存在者称为世界历史事物 世界历史这个词 一方面就世界与此在的统一来称为世界的演力 另一方面 就是室内存在者随世界得到揭示 来称为室内存在者的演力 有历史的世界 只作为室内存在者的世界才实际存在 然而 是什么东西随着用具器物的变化而演力 至今还会暗不明 一个介质代代相传 这当然不只在于它的处所发生了变化 我们也不可能从处所变化 把捉到是什么在随着处所的变化 而演力着 一切世界历史演变都是这样 就连自然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 不过 我们在这里 不可能深入研究世界历史事物的演力 而只能解说演力的一般存在论结构 这一结构必须在此在的历史性中寻找 然而 说到此在的历史性 我们就必然要连带把所讨论的现象范围确定下来 从而就必然牵涉到世界历史事物 反过来 日常此在沉沦与所操劳之事 所以他首先从世界历史来理解自己的历史 再则 流俗的存在理解习于把存在理解为现成存在 所以 世界历史事物 又被经验和解释 为现成事物的来临 在场和消失 最后 一般存在的意义干脆就被当作不言而喻 人们反倒把追问世界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 以及一般演力的结构看作繁文坠论 此在日常心无所觉 只是策略的期待有利的机会和环境 以为这些就是命运 此在被他的种种经营推转 从这些经营的得失盈亏计算出自己的历史 常人涣散 在每日繁复多样的经历之中 而不能保持持续自立的自身 若要来到他自身 才不得不从涣散无根的种种经历中 找出一种联系来 笼及自己 所以 在非本真历史性的理解中 出生和死亡之间还有待建立联系 而这种联系本身 又必然被理解为主体的现成体验 我们先曾奇怪 为什么本真的历史性 竟不能为追问生命联系的问题 提供现象上的基地 现在我们明白 这一问题的通常提法本来就不适合于原石 阐释此在整体眼力的工作 问题不在于此在怎样 事后把逐一出现的体验联系起来 而在于此 在在何种存在方式中 迷失得如此之甚 乃至于静 仿佛不得不在事后 才发明出一种暴露无一的统一 以便从涣散中拢及自己 与这种迷失于世界历史事物的历史性相反 本真的历史性始终自立于自身的延展 所以无需忽在外加什么联系 命运使然的此在先行到死 而把自己的存在直接带到当下的世界 历史事物所构成的处境之中 在时间性的这种绽放方式之中 死在感到他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面前 赶在一切实际的可能性之前 从而把出生连同由此开展出来的一切可能性 收尽生存 本真生存自身 就是先行把生与死及其之间 合在一起的联系 领先于自己的生存 以先行收取的一切由他发源的当前 所以决心意味着持续的自立于自身 意味着对本真自身的忠诚 基于这种忠诚 此在在无所幻想的重演诸种存在的可能性之际 始终保持对自由生存的唯一权威的敬畏 处境可能要求此在放弃某种决定 决心作为命运就是这种放弃的自由 持立于自身的生存并不因此中断 到恰恰当下即适地延展着 本真自身的延展并非由相互契合的各个当前合成 各个当前倒立 其基础于从将来重演存在的时间性 而这一时间性本身就延展着 相反 在非本真的历史性中 命运的原始延展隐而不入 常人一面期待着窃近的新东西 一面已经忘却了旧的 本真生存把历史理解为可能知识的重返 而且知道只有把当下向可能性敞开 存在的可能性才会重返 常人却闪避死亡 不能先行从将来重演存在之事 而一味拘泥于当前 从今天理解过去 于是 存在的世界并不为当今时代提供新的能在 而成为世界历史余留下来的一些残渣碎屑 过去曾现实的事物变成了没有生机的遗物 传统变成了负担 而常人就背负传统的负担 去寻求无根的摩登事物 死在历史性的生存论产世之上 仍然笼罩着层层暗物 尽管如此 我们到这里 亦可以大胆尝试从此在的历史性 讨论一下历史科学的存在论原则了 第76节 历史学的源头 像一切科学一样 历史学作为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 史是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 要表明这一点 我们就得追问历史学的生存论源头 这一追问 也有助于进一步扩清此在的历史性 及其植根于时间性的情况 此在原则上具有历史性 所以 每一门科学都关设到此在的眼力 不过 历史学还在更突出的意义上 把历史性设为前提 我们首先会想到 这是因为此在的历史 本来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不过 我们说 历史学从生存论上发源于此 在的历史性 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无论我们是否实际上建立起了历史学 历史学的存在 论结构 都是由此在的历史性发源的 这一点在方法上的意义是 历史学的基本概念 要从此在本源的历史性来筹划 而不能从现有的历史科学中抽象出来 因为人们并不能保证历史学的实际做法 源自这门科学的本真可能性 而且即使它实际上是这样来源的 也只有从此在本源的历史性 才能表明这一点 历史学的生存论概念 既无需通过历史学家的实际做法 与它一致来证明 也不可能由于两者不一致而被证伪 从生存论上来看 此在先于科学已然熟知某些东西 一门科学划定存在者的某一特定领域 依循特定的方向 获取专题理解 通向特定存在者的通道 解释这类存在者的特定概念方式 这些都是由此在对世界的熟悉引导的 如果我们先不谈 当代历史是否可能而只谈过去 那么 过去必须现已展开了 历史学才可能对它进行专题研究 然而 通往过去的道路是否敞开 以及怎样能够敞开 并非一清二楚 此在能够专题研究过去 只因为它天然具有历史性 只因为在时间性的统一 道士之中 它的存在是敞开的 从而我们也可以确定 历史学的专题研究对象 必具有存在此的此在的存在方式 随着此在的实际在世 世界历史也总一道存在 若实际此在不再在此 则世界也不曾在此 下面这种情况与这一点并不相悖 从前的室内事物照样可以不曾过去 现在仍可以从历史学角度 来研究这些不曾过去的事物 仍然现成存在着的遗物和报道 都可能成为历史学的材料 具体开展存在此的此在 却并非通过对材料的搜集整理 才回溯到过去 相反 这些活动 已经把历史学家向着 存在世界的存在设为前提了 历史学家一向着眼于历史材料的世界性质 来了解他们 确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 哪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反过来 他们又通过对世界历史材料的阐释 明确规定已经得到理解的存在世界 生存的历史性奠定了历史科学的基础 甚至奠定了常规的操作式研究的基础